孔军竟然能够听到小公主心声 为了听到更多狗血喷头的秘密 他每天抱着刚出生的小奶娃上朝听证 得知后宫家力三千都给自己戴绿帽 他直接慌了 把他给本宫丢出去 主子不考虑了吗 做了决定就不能回头了 本宫要的是皇子 皇上说了 谁先产下大皇子 谁就是皇后 丽妃那个贱人也要生了 本宫没机会了 公主又不能继承大统 有什么用 暴走 墙宝中的背进出终于想起了是个什么状况 这个身体的亲娘是个嫔妃 她想把生下的公主换成皇子 来争夺皇后之位 天可连剑 她背进出穿月 穿了一个全天下最富贵的身份 却享受不了 这和中了彩票 但开奖前一天拿去当柴稍微有什么区别 别留久了惹人注意 赶紧把她扔出去 把本宫的皇子放到我身边来 背进出穿的是这本小说的FUCP 这具身体是流落轻柔的公主 长大后和被换到阴妃身边的假皇子 开启涅恋情深 要死 怎么这么倒霉 看来我是扛不住第一轮的面身了 孩子可平安 是皇子还是公主 这一道男生 莫不是我的便宜爹 回陛下 母子平安 是个皇子 好 你们全都有赏 哎 亲爹就在旁边 女儿在这受苦 我真的好惨 谁 谁在说话 你刚听到有人说话了吗 外场听见 亲爹呀 你要磨蹭多久 怎么还不救救我 本公主要被这个老魔魔捂死了 老魔魔 无死 皇帝抓到了关键字 无人注意的角落里 一个老魔魔鬼鬼祟祟 不注意不觉得 一看就非常奇怪 见皇上看过来 老魔魔心里一跳 差点没站稳 你把手拿出来 这是一个小宫女和侍卫私通 生下来的孽种 奴婢这就把她处置掉 父皇 你别听这个老妖婆的 我是你亲闺女呀 妃子生产时抱走一个婴儿 不是很奇怪吗 你查一查呀 别最后立了婴妃为后 帮别人精心培养十几年孩子 爱估计是没查出来的 不然我是怎么被卖到青楼的 皇帝听到小乃音 又没见孩子说话 心中浮现了一个离奇的猜测 你听到有人说话了吗 就是这个老魔魔在说话呀 很好 皇帝确定了 他听到的是这个孩子的新生 如果这真是他亲生的孩子 有特异之处又如何 是祥照 就代表他天命加身 是妖邪 他人间帝王 不幸镇不住一个孩子 现在最紧要的 不是这个神意的事情 而是他新生里透露出来的信息 因妃是不是真的换了孩子 想要让一个野种来混淆皇室的血脉 查 今天这件事 给朕查清楚 陛下恕罪啊 奴婢罪该万死 不该混乱后宫 生下那种 求陛下饶命 奴婢这就掐死这那种 君竟然能偷听到小公主新生 得知几百个皇子都不是自己亲生的仔 暴君气得脸都绿了 呵呵 那和你思痛的侍卫在哪呢 可笑 宫里没阉割的侍卫都是我的御令君 皇帝进尾 前途无量 家里娇气美切多得狠 谁会冒着杀头大罪去私通你个小宫女 英妃也慌了 侍卫是天子进尘 他确实收买不了 奴婢爱他入股 不会供出他的 要杀要寡 都凭陛下和主子处罚 收买你的人 答应了保下你的家人吧 可惜保不住了 宫女会乱后宫 不至于满门抄斩 但从政这里就开始了 我了个逗 不愧是小说里人人都害怕的暴君 就是残暴 小梅良心的还插我台 我这还不是为了你 小宫女被吓住了 顶罪钱 她早就做好了复死的准备 但条件是英妃答应了 她要保家人平安富贵 还给了她一笔钱 给老母亲治病 如果全家被满门抄斩 她还图什么 这时候她终于意识到了 帮着英妃欺骗皇帝 调换公主 要付出怎样的代价 如果奴婢说了 是不是能保家里人不死 呵呵 就死你一个 住嘴 皇上 这宫女前后两套证词 她说的话根本不可信 信不信的 由朕判断 你让她先说完 奴婢从梅怀过身孕 这个女婴是主子生的 陛下不信 可以找太医来为奴婢作证 来人 宣太医进宫 英妃真的好蠢 想要儿子 说是龙凤胎不就好了 又保险 又吉利 哎 看这闹道 呃 朕是不是该夸你聪明 你这孩子机灵的过了头 齐君网上的主意想的可顺流 要不是能听见你的心声 以后一定一片我一个准 这位姑娘确实未曾有任 英妃 你还有何话狡辟 皇上 都是妾身一时迷了心窍 求您看在妾身诞下公主 且尚未酿成大货的份上 饶妾身一次 笑死了 什么叫没大货 本公主可是被卖到青楼去了 这还不大货 什么情况 宝君他查出来了 那我是怎么被卖的 皇帝人气得在发抖 既然小公主能让人听到心声 那么会一点预知未来也不奇怪了 他的女儿应该是全天下最尊贵的女孩子 竟然因为这个毒妇的私心遭受这些 来人 把英妃废为数人 打入冷宫 皇上 皇上 你不能这么狠心 小公主才出生 她需要亲娘啊 皇上 就是念在你生育有功 才留你一条性命 否则朕直接争了你 带下去查 同谋者 一律障毙 突然 另一道属于婴儿的哭声响起 皇帝才注意到今天的另一个主角 差点被换成他皇长子的男婴 这个原小说中的男主命运将会何去何从 点个关注 下集更精彩 男婴竟然不是皇帝的亲生仔 暴君正要思考如何处置他 就听到小公主心声 哎呀 就是这个家伙 在原小说里看上了本公主 然后觉得一个青龙女子配不上她 就各种孽深孽心 等人死了才后悔 结果才知道了是自己占了人家身份 让朕想想 怎么处理那个孩子 皇帝故作自言自语的思考 实际上是在问贝敬初 贝敬初果然上钩了 在心里默默呐喊 父皇 把他淹了给我做太监 卧槽 不愧是我生的 好猛 但是父皇是什么东西 是做皇帝的父亲吗 父亲就父亲 皇上就皇上 还有何起来称呼的呢 乖宝宝 叫阿姨 我了个洞 我才出生每一天呢 就想让我开口说话 你的脑子是被刺激傻了吗 这时贝敬初脑子里响起一道声音 治国系统绑定成功 收集积分可兑换商城物品哦 治国系统 为什么要绑定我 我只是个想当米虫的小公主啊 你这个东西绑定暴君不是作用更大吗 吐槽归吐槽 贝敬初还是打开了商城 结果只有空荡荡的两样东西 武力服和智力服 系统 这个是干嘛的 就是字面一死哈亲 看着现在只有零的积分 贝敬初决心一定要找机会试一试 他翻开了系统的操作页面 看到个菜单按钮点进去 画面出现一页资料 贝衡身份月朝皇帝 年龄二十二 好感度五十 丁新手让我 击穿男主身势 阻止月朝将身流落外人手中 实现六个月 击翻一百 男主 也就是丽妃怀着的孩子 比他晚了几个小时出生 戏剧的是 男主也不是暴君的孩子 是丽妃和别人私通生的 背景出的豪情壮志 被兜头的凉水浇灭了 什么 六个月 六个月我还不会说话 能做到了什么 男主的身份 到故事结尾的时候都没有被拆穿 要我六个月就做到 你们确定这是人干的事吗 但是系统没有任何动静 那不完成有什么惩罚吗 系统还是没生 好吧 他确定了 这就是个只会发布任务的人工智障 很快呀 英妃宫里发生的事就传到了丽妃那里 你是说 英妃生了个公主 但她自作聪明拿了一个宫外的野孩子来换 结果被皇上发现 费尽了冷宫 是的王妃 千真万确 真是蠢货 这种事也敢干 那小公主呢 被陛下抱回仙世殿了 小公主竟如此受陛下宠爱 等王妃您腹中的小皇子出生了 陛下一定更宠爱 到时一个公主算什么 也是 皇儿啊皇儿 你可要给阿娘争气啊 这边皇帝给贝尽初念着礼部呈上来的名字 贝尽初哪个都不满意 皇帝沉生想了一会 就以皇子字序排名为晋 改为从女晋 你为阵之长女 娶一个出自如何 喵了个喵 我说皇上呢 你可长点心吧 这么点的孩子能懂什么 没想到刚刚还总是皱着小眉头的小公主 撇开小嘴 露出软软的牙床 咯咯直笑 把老父亲的心都笑话了 陛下 利妃发动了 哎呀 男主要出生了 男主 男主是什么 哎呀呀 就是利妃即将出生的这个孩子 以后即位 把国家霍霍没了 还把抱亲的儿女全都杀了干净 怎么办怎么办 虽然现在是被这个皇帝老儿救下来了 但是以后还是会被嘎掉 要不我多攒点银子 在新军上位之前赶紧跑路吧 什么 利妃这个孩子以后竟然会葬送我的江山 还没等他消化完这个信息 贝敬初又给了他一个暴击 我爹好惨 在原小说里 不仅因非换来的大皇子不是自己的儿子 利妃生的二皇子也是别人的儿子 总共精心培养两个继承人 每一个是自己的 真的笑死 蠢蠢大冤种 贝敬初的小眼神 偷偷往自己阿爷的脑袋上看去 他总觉得那个头顶带了点绿 感觉到女儿的视线 皇帝整个皇帝都不好了 他一生操劳 历经图治 结果一辈子都在给别人养儿子 最后江山还被人葬送了 皇帝还想听更多的消息 但是贝敬初已经困了 小婴儿就是较多 年轻就是好 到头就睡 这一边利妃艰难产下儿子 却迟迟没有听到皇帝过来的消息 皇上不会是发现了皇儿的身世吧 否则长子怎么会不受宠呢 皇上不是做梦都想要个儿子吗 主子这是生完孩子后不善思考了吗 隔墙有耳 小皇子的身世怎么会有问题 主子放宽心 陛下是什么性子 要是真起了疑心 咱们还能好生地坐在宫里吗 那他为什么不来 英妃当时只生了个公主 皇上却一下早朝就赶过去了 或许是皇上更喜欢公主呢 定人是英妃生的那个贱种 分走了我皇儿的宠爱 一个公主而已 什么用都没有 陛下也不知道 来看看皇子 陛下 利妃母子平安 知道了 下去吧 哎 反应怎么这么平淡 宝君不是想要儿子想疯了吗 这时候怎么不赶紧去利妃的宫里 稀罕稀罕 皇帝听了有点牙痒痒 想做孩子 既然知道不是自己亲生的 皇帝当然不会去关注了 他又不是冤种 但是没有立刻拿下 是因为他要时间去找证据和肩膚 他总不能过去抓人 说证据是小公主心里想的吧 皇上 龟妃求奸 贵妃 我了个道 这贵妃也是个牛逼人物 我爹的后宫可真乱 皇帝竟然能够偷听小公主心声 为了听到更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阻止头顶掌上青青草原 他每天带着小公主上朝听证 我了个道 这贵妃可真牛逼 和暴君的弟弟上演书扫文学 那叫一个香艳一个刺 则则则 我看小书的时候还可嗑这对了 皇帝一愣 虽然他没听懂书扫文学是什么 但是后宫乱这句他是听懂了 猜到了个大概 我了个道 难不成贵妃也干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 还是和我的某个弟弟 是亲弟弟还是堂弟啊 虽然我堂弟一堆 亲弟弟可就剩一个了 贝敬初在摇篮里无所事事 小日子快活得很 拜见陛下 妾身给陛下纳福 起来吧 什么事 陛下处理国事辛苦 妾身做了一点芙蓉膏来 蒋公公 你先来尝尝 陛下 应非获罪 小公主年幼师母 妾身事后 宫里未分最高的公妃 最适合抚养小公主 哼 皇上连丽妃生大皇子都不看一眼 小公主却自出生就待在身边 我要是能抚养公主 还怕以后不得宠吗 再说了 给小公主找养母 没有人比我更合适了 不用了 小公主朕自己养 这个孩子特殊 可不能给你 放在朕的身边 才能听到她的心声 听到那些未来的神异知识 不是皇上 历朝历代哪里有君王亲自养孩子的先例啊 先例总要有第一个 朕就是第一个 贵妃被弄懵了 那这样她还能得到什么好处 还有什么事吗 没事就退下 朕还有十几斤折子要劈呢 啊 我爹要自己带我 好爷好爷 跟着阿爷吃香的喝辣的 但是现在只能喝奶 能吃好吃的还要多久啊 这日子是一天都过不下去了 还现在大皇子和贵妃的事都没解决 小家伙也没透露出细节 我也不好直接问 小家伙要是知道自己的心声能被我听到 那我就听不到真实的想法 陛下 老国师求见 我爹的御书房人来人往的 接待的人挺多呀 跟菜市场似的 接下来的事还不能让她听到 蒋公公 你把小公主抱下去 对了 找两个奶嬷嬷陪着公主玩 别让她睡太久 不然晚上又要闹觉了 老君竟然能够偷听小公主心声 为了听到更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阻止头顶掌上青青草原 他每天带着小公主上朝听证 万岁 万万岁 国师 小公主知识可有美目 他找国公只是要求测算背景出的事情 毕竟实在太过离奇 但没有把能听到新生这件事告诉国师 顺便考验一下国师的能力 看他是不是神棍 小公主心灵纯净 容易引人窥探 我勒个豆 算这么准 以前都以为这个老头是孤名钓鱼 原来还真有两把刷子 那此事是好是坏 这种神异之事 他就怕影响国运 不过现在来看 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他知道了不少被蒙在鼓里的真相 虽然这些真相让他心梗 天外之人 如是兵刃 善用者伤人 不善者伤己 天外之人 难道说 小公主是仙女下凡 国师沉默了 他想说不是 但是这种事情很难讲清楚 要讲穿越就要讲其他的原理 国师嫌麻烦 哎 反正我是国师 神神叨叨一点很正常 难道是天机不可泄露 国师 你先下去吧 好的呢 皇上 贝靖初被蒋公公抱到后殿 交到奶嬷嬷手上就走了 人前两个嬷嬷公公敬敬 敬忠直守的样子 等蒋公公一走 直接就把贝靖初放床上 两个人在一边闹磕去了 小蹄子一天天的 一点都不安分 竟找事 哎呀 你才是蹄子 你全家都是蹄子 等我能说话了 把你们都削成蹄子 皇帝走到后殿 想要抱孩子回去 临近了就听到这一句 咦 这是又闹了什么幽儿子 两个嬷嬷没想到人来得这么快 赶忙装作认真陪着小公主的样子 呵呵 刚才还骂我蹄子呢 怎么有人来了就不敢了 你倒是继续呀 别怂呀 奴婢给皇上请安 皇上万福 因为皇上没走 也没喊停声 这位可不是强宝中无力反抗的小公主 一句话就能要了他们的命 两个婆子保持着蹲着姿势 渐渐的腿酸了 开始抖起来 欲前失忆 拉出去掌嘴 妈呀呀 看来皇上心情不大好 陛下 奴才有罪 何罪之有 没事 且来吧 还原来不是陛下心情不假 对了 掌完嘴记得重新给小公主选两个嬷嬷 要品性温良的 原来是这两个婆子品性有问题 也不知道陛下怎么看出来的 我就没看出来 陛下不愧是陛下 哇 不愧是豹君 一言不合就打人 笑没良心的 完了完了 我以后要在她的眼皮子底下讨生活 不会也动不动就挨板子吧 豹君竟然能够偷听小公主心声 为了听到更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阻止头顶掌上青青草原 她每天带着小公主上朝听证 当出生三天的贝敬初就成了一个小富婆 今天贝敬初洗三 她只是象征性地沾了点水 图个平安长大的吉利 但更重要的是她的豹君老爹送了不少好东西给她 还有隔宫非玉和长辈们送的礼 哇呀 把我的宝贝们都放到我的床上 我要抱着他们睡觉 我的小公主啊 瞧你这没出息的呀 妈呀妈呀 这就是上瓶翡翠的手感吗 这彩头 这种水 又胶 至少是百万级别的了吧 冰冰凉凉的好舒服呀 身为我的长公主 这才是开胃菜 只要没有发生幻婴儿那种事 你的人生唯一会吃的苦就是喝药 不过是小财迷也好 很好说嘛 初初 这个喜不喜欢 咦 这团发光的东西是什么 这是一颗半人高的叶明珠 是藩国进贡的宝贝 初初对阿爷笑一个 阿爷就送给你好不好 小鸭 这还拿不下你 妈呀 大刀有半人高的叶明珠 可是难得的宝贝 就是皇上叶希奇 下人打扫的时候都孝心依依 比自己的名都值钱 在收宠的妃子都不敢讨要 皇上竟然说送给小公主就送了 还前两天还以为皇上是心疼皇嗣 孩子和妃子不一样 我自己虽然不是个男人了 也能理解血脉亲情 但是大皇子出生了大半天了 那可是皇长子 皇上也没见过万一生 就为这小公主专 真是奇了 皇帝等着女儿露出讨好的笑 朝他讨厌明珠 却看到了背景出一脸惊恐的表情 我雷个豆 叶明珠 怪不得暴君死那么早呢 我雷个豆 叶明珠会让我死 难道有人在这上面下毒 但是能见我身的东西都是重重检查过的 难不成是我近身伺候的人里出了叛徒 真是身在府中不知府 叶明珠里发光的都是天然的辐射物质 不知道的以为是什么好宝贝 难道叶明珠是靠一种叫辐射的东西发光的 这种东西竟然对人有害 你这小家伙 可真是暗夜的小福星 他正准备让人把叶明珠收下去毁了 就听到他那刚刚出生 本应该是最单纯年纪的小公主的心声 不过真的是暗杀利器 要是看谁不顺眼但难杀 直接赐一个叶明珠 让他日日放在床头 就可以等着他隔屁了 人家死前都还要感谢皇安浩荡呢 背景初抬头一看 自己的便宜阿耶正打亮着自己 眼神看着他毛毛的 好尴尬呀 背景初张开眉牙的小嘴 露出格外纯凉可爱的笑容 把一边的蒋公公都萌话了 他的便宜阿耶却不忍直视的别开眼 我那个豆 请该反思一下你自己了 努力了吗 难过几年了 官职一点没长了 雨书房难以正重地 小公主有公事照顾即可 陛下带到雨书房 可是有些许不妥 是啊是啊阿耶 让我到后面去玩吧 你在这里分笔集书一天几十斤折子 我都不敢出声打扰你 小公主出声才多久 听到了什么钥匙 也没有泄露出去的能力 爱情不要太古板了 可是易英还在这里 影响陈等陈子 小公主不哭不闹 只是在这里就能影响你 爱情该反思一下你自己了 努力了吗 难过几年了 官职一点没长呢 该死的女儿奴 说不过你好吧 好棒的嘴皮子 这口才不愧是我爹 听到夸赞 皇帝的心情稍微好了点 本来以为接下来要在低气压度过的大臣 意外发现陛下这次竟然还挺好说话 陛下 雷将军进来行事愈加猖狂 竟然自掏腰包 给军营将士靠上 腰买人心 往常远寄 恐怕有造反之险 这个雷宁在军中的威望 已经快比阵还高了 有时候说话 比我这个皇帝还寡忧 那天雷宁若是想反 朕比一轰 岂不是万众追随 我早就忍够他了 正好这次就把他杀了一绝后患 可惜了 这个雷将军是个忠心耿耿的将军 就因为我阿爷的多意被凌驰处死了 要不是他死了 我爹的江山还能多撑一会儿 雷宁怎么看都是乱臣贼子 我可不信他是忠心的 真正忠心的臣子 不会去挑战君主的权威 这个小家伙看到的那些命运 会是真实的吗 好了朕知道了 你们都先下去吧 将功过你也先下去 臣子告退 臣子告退 臣告退 初初 你觉得雷将军是个忠心的臣子吗 当然了 原小说上写了 人家是你手下最忠心的武将 而且能力一流 就是因为你猜忌心太重 让人家冤死 小家伙说的确实 朕就是个疑心重的皇帝 因为疑心不重的皇帝做不稳容易 他忠不忠心 其实都不重要 作为皇帝 没有经历管手下的所有官员是不是忠心 人心最是难测 且不稳定 今天是忠臣 明天就可能被策反 除非有毒心术 所以 皇帝只要保证 手底下的人没有威胁自己皇位的能力 这就是帝王心术 果然是老银逼 心真黑呀 小没良心的 刚还想出叶明珠暗杀计呢 我要是老银逼 那你岂不是小银逼 问 不愧是我的女儿 遗传的就是好 朕做这些可不是完全为了自己的龙椅 亡国之君大不了意思 但是其他宗室 皇子公主 就是备受折辱 没一个能有好下场 有道理爱 但是我爹为什么要对我说这些 他是觉得我能听懂吗 害真这些苦没有人知道 不能让人窥探到帝王心 也就只有对你这个听不懂人话的小婴儿说说了 哎呀呀 你才听不懂人话 你全家都听不懂人话 这傻孩子 怎么连自己都骂进去了呢 他还是不相信 雷宁的反心早已呼之欲出 谁家忠臣良将结党营私 那就看看 究竟是他女儿的预知准 还是他的判断准了 我听大臣竟然也能听到小公主心声 这下剧情完全改写了 皇帝等着他反驳 金无畏大将军之职是多么重要的职位 直接捏住了金城这个命脉 有不成之心的武将怎么可能放过 可是 皇帝有些失望 看来小公主的预知能力也不准确 他还真期盼着雷宁是个忠臣良将 毕竟他的能力没得说 皇帝微微抬起手 角落里的暗卫蓄事待发 等着一击击中 可是臣为活干 心里不踏实啊 不知道陛下想给臣再安排个什么棋位 臣本来想让你在家休养的 臣为陛下臣子 既当为陛下分忧 实在做不到白拿俸禄 只愿为陛下差遣 做个小竹也好啊 皇帝不信事上竟有这等热爱劳作的人 掌握实权的官员也害怕负贤 是因为一旦带奉修墓 虽然玩得开心 也会就此远离权力中央 所以他觉得雷宁只是说辞而已 实际上也只是舍不得丢掉官职 那朕送你去廷北驻守如何 呵呵 廷北地处偏远 且并无战事 既远离权力中央 又难以立功 有点野心的人都不愿 谢陛下 真的就一点野心都没有吗 真的只是想给朕分忧 真的有如此忠诚之人吗 皇帝世界逐渐变成了 他不理解的疯癫样子 哎呀妈呀 还是太人家呢 好好的打工人 他惹谁了 你就怀疑人造反 多勤勤恳恳的驴 哦不 打工人呀 跟那些老板手底下睡着了都要笑醒 小家伙说的有道理呀 我误会了自己的驴 我不 臣子 而雷将军突然听见一阵小孩的声音 以为自己最近太累了没睡好 出现幻觉了 爱情这首廷北还是屈才了 其实朕这次召你来 是找你另有见识 你知道有不少人弹劾你结党营私 拉拢人心吗 怎么可能 真是万万没有胆子的 做都做了 你说没胆子 雷将军朕相信你 这怎么和剧情的走向不一样呀 雷将军再次听到了一阵心声 不由错愕 他眉头一跳 怀疑是刺客 想要冲过去保护皇帝 那太好了 你主雷尼尔就不会因为父亲被处死黑化 为了报复皇室 窜夺男主 霍乱江山了 陛下 大师 这是朕的长女 阴师生母 在由朕亲自照顾 怎么 你也要劝朕不要把小公主放在御书房 真不敢 陛下的决定 真不敢集会 不错 这点比那些老顽固懂事多了 却是个傻的 不知道将领收拢人心是大忌 雷尼要是能听见别人的心声 早就当成妖物把人捉了 送到国师的摘星楼 但这是陛下的公主 他忠于陛下 也忠于陛下的皇子公主 皇帝敲打了雷尼一番后 他终于知道自己做了什么错事 一身冷汗都被吓了出来 国君竟然能够偷听小公主心声 为了听到更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他每天带着小公主上朝听证 陛下 这些都是陈家中夫人的主意 陈听着有道理 没想到会犯大错 陈氏脑子不清楚了 还请陛下赏人在家长修 你那个夫人还是查一下吧 哇哇哇 他夫人是间谍吗 刺激呀 皇帝是这样想的 但是不好直说 雷将军被被禁出的心声 一下子点醒了 想到自己夫人的所作所为 更是寒毛直述 真告退了 他要赶快回去 把这件事查清楚 出门后 他还在想小公主心里说的话 雷尼尔不是他的大女儿吗 是他的一个妾室所生 平时也不关注 原来我喜后 这个孩子为了我还报复皇室 看来以后要对那个孩子好一点 还要教导他要忠诚 就算我被晕忘了 也不能拒祸国殃民了 雷将军回府时 正看见夫人所生的二女儿 拔下姐姐头上的簪子 你一个庶女 也配合我戴一样的颜色 信不信我让娘亲打你 他的嫡女跋扈骄纵些 但他和夫人感情好 难免偏袒 现在被害了一顿 虚掉爱情的滤镜 才发现自己的偏心有多离谱 你自己的手势少了吗 为什么蒋姐姐的 你的尊长机理都学到哪里去了 哼我要去告诉娘亲 不就是个簪子吗 明日爹爹给你个更好的 不一样的 这是爹爹送给我的生辰礼物 我只收到过这一次爹爹送的 雷宁这才想起来 这个是有一次 他顺手带东西回来的时候 去小妾那里 被提醒了是大女儿的生辰 随手就送了 现在他才意识到 自己是不是偏心的太过分了 念儿也是我的女儿 是男儿做的太过分了 我才说他一下 都没有动手 你也太照管他了 好啊雷宁 你还想动手 我没想啊夫人 你之前说过 绝不会让人在我之前生孩子 却让一个妾室怀了孕 还舍不得留掉 让我男儿好好一个敌长女 变成次女 他的委屈又怎么算 雷将军心软了 事情还没有查出来 他也不愿意相信 自己的夫人是细作 小公主说的也不一定对呀 阿呸 今天这奶味道不对呀 跟坏了一样 坏了 可是皇子公主喝的都是最新鲜的母乳 怎么可能是坏的 肚子好痛啊 什么 将公公快传太医 奴才专治 陛下 小公主并无大碍 去你爷爷的没大碍 老娘肚子痛啊 这个没大碍送你要不要 是不是欺负婴儿说不了话呀 用医 小公主哭成这样 你说没大碍 连朕也敢糊弄了 回陛下 婴儿提哭实属正常 并不能代表有不适 任正觉得皇帝纯属一闹 背进出没办法说自己肚子疼 皇帝也不能说他能听到女儿的心声 这真是欺负小婴儿不会说话 沈太医呢 找沈太医来就好了 她是全国医术最好的太医 但因为年龄太轻 不被相信能力 怀才不育 之后瘟疫的时候研究出了药方 却被别人冒领了功劳 你们快去给朕找一位姓沈的御医来 呵呵 整个太医院乃至全天下 哪里有比我医术更好的医者 不就是小孩子哭闹 至于没事找事吗 还指名道姓一个姓沈的太医 什么无名小卒 我都没印象 太医院里 一个年轻的太医正在打理药材 即使他自认才华不输于别人 但医界就是以资历看人 再有天赋也得熬 除非被贵人赏识 沈太医何在 这不是蒋公公吗 您找谁呀 可是陛下传照 陛下选以为姓沈的太医 姓沈的太医 我们太医院有姓沈的太医吗 啊 难道太医院没有姓沈的太医吗 那不行 这可是生子 今天就是当场抓一个改姓 也得带一个新神的太医回去 是找我吗 你是沈太医吗 那就没错了 跟咱家走吧 陛下 沈太医到了 来 沈太医给小公主看着 呵呵 陛下竟然不相信我 还找一个乳秀未干的小子来看病 真是昏了头 沈太医摸完脉 再观察了一番背进出的面色 小公主最近吃的是什么 就喝了乳母的奶水 那能否挤一些奶水 让臣观察一下 怎么 沈太医 你诊出来了小公主是什么问题吗 没见到东西前 臣也不好判断 切 还以为你是看出了病灶 结果是什么都不知道 在这里装腔作势啊 要分辨小公主中的毒 确实要拿到东西才能准确判断啊 根据脉象直接开药 才是不负责任的行为 什么 中毒 什么 中毒 公道还要从娃娃抓起吗 本公主都还没满月呀 为什么要经历这种东西 太过分了 究竟是哪的刁民要害本公主 你在胡言乱语什么 就是中毒啊 愿证你没诊出来吗 婴儿的身体根本不能承受中毒 要是中毒怎么可能活到现在 小公主的毒十分轻微 所以难以看出 症状也只是腹痛 一次两次倒没问题 如果长时间服毒 就会夭折 愿证还想反驳 这时蒋公公端了一碗乳汁过来 回陛下 确实是毒 但剂量很小 如果再晚一点 等人体内的毒素排出 臣也查不出来了 让我来尝一口 完了完了 小公主中毒 我竟然没发泄 给小公主看药吧 皇帝阴沉着脸 背进出肚子痛 都感觉到了一阵杀气 真是好歹毒的计谋 如果不是我能听到小家伙的心声 估计就会陷得那用意的话 然后我的孩子就有一个自然妖者 想到以前死的两个孩子 皇帝开始怀疑 是不是也有人为 把那个乳娘交往刑部大理寺 一定要把幕后竹石挖出来 是 皇上 乳猜这就去查 等等 朕要亲自查 至于你 既不如人 就特别让闲吧 朕的太医院不养废物 很快结果就出来了 凶手净是立废 他听说皇上一心都扑在了 之前阴飞生的小公主身上 就起了感念 要是能让他和之前的皇子一样 神不知鬼不觉地死了 他的儿子就能入皇帝的眼了 皇上家到 臣妾参见皇上 被静出喝完要终于不痛了 忍着困意想看现在的情况 要是立废被放过了 他会气得现在就在暴君手上尿一泡的 陛下要不要看看小皇子 皇儿还没有见过阿爷呢 哟哟哟 还小皇子 这户口上的真纯熟啊 上户口是什么东西 应该是户籍吧 不了 朕这次来是寻觅有事的 我可对别人家的娃没有兴趣 怎么不看啊 你不看我想看啊 这可是男主 是男主 我还没见过活的男主呢 那蒋公公你把孩子抱过来吧 哎 皇上不是才说了不用吗 怎么又改口了 皇上以前做事果断得恨 不是纠结的人呀 真是搞不懂 趁着这个功夫 皇帝把证据甩在了丽妃面前 解释吧 丽妃疑惑的捡起地上的证词 一看 陛下 冤枉啊 一定是有人看臣妾诞下皇子 即将登上凤位掩热 想要陷害臣妾 只是一个公主 对小皇子没有任何影响 臣妾害公主做什么 他说的有道理 但皇帝登基以来 审理了各种各样的案子 罪犯的动机 都是正常人不能理解的 朕不在乎你下手的原因 你只要拨倒证词就行 不要顾左右而言谈 看见了没小家伙 阿爷可不是暴君 都给人资证清白的机会 陛下念在臣妾刚但欲 小皇子的份上 饶臣妾一次吧 那可是他唯一的儿子 丽妃不相信皇帝 会让自己独子的生母 成为罪人 背景初知道男主的身世 而且还有任务在 但他说不出来 只能发出小婴儿啊的声音 来了来了 要开始了 丽妃因为生下男主 在后宫里横行无际 害人无数 但皇帝为了保护 男主的名声硬是忍了 看来本公主是白被毒了 呜呜呜 我怎么这么惨呢 小白菜呀 弟弟黄呀 至两三岁 没了娘呀 我就是可怜的小白菜呀 呜呜呜 啊 这小家伙又在言辣出呢 不过要是女儿发现 我明察秋毫 什么都瞒不过我 并不像她预言的那样 被这些人蒙在鼓里 会不会很崇拜 呵 皇子 真的是皇子吗 呜 什么东西 我爹发现男主的亲爹不是他了 我本来还想着不打草惊蛇 暂时不动你的 没想到你这女人 竟然把主意打到我的小公主身上 那就留不得你了 既然如此直接重行下去 大理斯有一百种方法 让你吐出肩肤是谁 丽妃慌了 混淆皇室血脉 是比毒杀公主更大的罪过 前头鹰妃的娘家才被杀干净呢 哈哈 陛下 您在说什么呢 臣妾听不懂 说吧 孩子的生父是谁 话说的已经如此明显了 丽妃就知道自己瞒不住了 富贵险中求 他一路用手段尚未尝到了甜头 终于迎来翻车的一天 男主这时被广西的蒋公公抱了过来 就算是狂拽酷炫雕炸天的歪嘴邪王男主 这时候也只是个婴儿 啊好可爱的小孩 好想捏好想摸 宝宝让你亲亲 皇帝听着心声 怎么听怎么不和谐 别太黄女 把这个男婴抱一边 啊啊啊啊 抱君 坏人 放我出去 我要玩小孩 皇帝假装听不到心声 而贝敬初本来就困了 见没人理他 很快就睡了 但是另一个小孩听到了心声 左看他右看看 也没看到是谁在说话 懵懂的睁着大眼睛 你如果供出全部党羽 朕可以考虑留你孩子一命 真的吗 谢陛下 谢陛下 要谢就谢小公主 你看见了 朕的小公主很喜欢的 他本来也不想留那个孽种的 但是他想到自己的小公主 刚才很喜欢那个孽种的样子 如果醒来发现 他被自己处死了 又会觉得他是暴君了 被进出行的时候 听工人说 必非和大皇子暴毙了 不会吧 暴君真把那两人杀了呀 男主虽然后来挺坏的 但现在还是个 只会吃奶睡觉的孩子呢 连婴儿都杀 不愧是暴君 这小家伙又开始复飞我了 还好把那个婴儿留了下来 蒋公公你把那个孩子抱过来 好的皇上 哎 男主没嘎 幸好幸好 男主要是被嘎了多可惜呀 这天赋这能力 要是收服了 可是是无其二的鬼才 如果真是个不可多得的天才 倒是有培养的价值 真的女儿果然心性稳重 多思善谋 而且男主多帅呀 剧情上写了 是让京城女子 智果迎车的帅爱 要不是他武功好溜了 得是下一个被困杀的未接 美人是世界的宝藏 少了一个都是重大损失啊 我雷个豆 我的遗传是不是出现了问题 这明明不是好色之图啊 不过既然女儿喜欢 我这个做爹的 当然是满足她了 初初 你好像很喜欢小弟弟的样子 那把小弟弟给你做暗卫怎么样 雷个豆 这剧情崩得也太离谱了吧 我没被换走的蝴蝶效应这么大的嘛 男主给我做暗卫 我能销售得了吗 只是这个小弟弟应该叫什么名字呢 人家叫贝靖楚 但是现在被发现身份了 我也不知道叫什么 皇家的暗卫一言为信 那他就叫严楚吧 这时贝靖楚才想起来 自己还有个任务 他打开系统商城 发现积分变成了一百 刚好可以买一份智力服或者武力服 贝靖楚思考了一下 买了个武力服 再打开开好感见面 发现多了两个人 雷宁 身份 月朝南亚金吾卫大将军从二品 年龄 三十五 好感度 四十五 严楚 身份 皇家暗卫婴儿板 年龄 零 好感度 五十 哎 这个婴儿板就很灵性 这个页面的人都是怎么出现的呀 陛下 苏妃娘娘求见 多谢陛下 让臣妾和贵妃姐姐亲自处置丽妃 他和贵妃以前也是生过孩子的 还都是皇子 母嫔子贵才当上高位妃嫔 还以为是婴儿夭折 没想到都是毒奶水害死的 那丽妃既然好运的就怀上了 幸好苍天有眼 他的儿子也死了 能亲手处决凶手 也算是静一静我们做母亲的心 祭奠孩儿的在天之灵 小皇子心丧 但陛下也要注意身体好好用善啊 哎 看来皇帝没把男主的身世公布出去 只是说他挂掉了 这样也好 不然那些贝利妃害过的人 以后可能会嵌怒到男主身上 他现在不是皇子了 可不是任人容捏吗 我有点感动怎么办 女儿终于没喊我暴君了 臣妾想要再给陛下生一个孩子 虽然上一个孩子没了他很伤心 但人还是要往前看 他要再生一个皇子 以前不忙的时候 对于妃子殷勤 皇帝还是愿意配合甚至享受的 小公主还在这呢 注意一点 小公主年幼 又哪里懂得这些 对呀对呀 我还小不懂 你们别管我 继续做你们的 我还没看过现场版呢 嘿 真是完结不保 眼看着淑妃还想继续 皇帝沉下脸 淑妃一见她的表情 就知道皇帝要发火了 当下溜了 美女都这么勾引你了你还拒绝 你是见过毒吗 又不造人又想要孩子 美的你呢 也不看看是谁坏的我好事 陛下 臣已经查到了 臣的妇人竟然是鲁王派来的前夕 她的母家早就投靠了鲁王 一日夫妻百人 她竟然又臣死 贝靖初想起这个鲁王是谁 是皇帝的亲弟弟 皇帝前两个儿子都被丽妃害死了 22岁才生下男主 虽然男主都还不是他生的 我的爹哦 鲁王看你没儿子 一直等你驾崩之后 他能上位呢 偏你还眼瞎的觉得 你这个弟弟纯良无比 想要在他身上找一找兄弟情呢 原助理提了一句 皇帝夺位的时候和兄弟杀疯了 所以上位之后 在谨慎的小弟弟身上找不兄弟情 鲁王却盼着皇兄早死 他能简陋继位 按照你现在每天睡眠时间 不足五小时的样子 哪天猝死也不是怪事 再加上你因为疑心病 自己手动提前弄死 这些忠心里的文臣武将 他上位就没有阻碍了 不过最后被鲁王夺去了皇位 也比被冒充血脉的岩柱做着好 鲁王那小子还真贪娘的是个天才 找到了家破人亡的女主 培养起来去迷惑男主 把她弄成昏君 最后把国家搞得一团糟 银财良辰全被嘎掉了 铺族人打进来毫不费力 直接感谢大自然的馈赠 皇帝一口老血喷出来 这个蠢货 哪怕是王朝被推翻他都没这么生气 因为那是内部斗争 最多是王国 可是被草原上的那些外族人打进来 那叫灭种 皇帝脸怎么这么黑 一定是在为我鸣不禀 皇恩浩荡 我雷宁发誓 以后一定要对皇上更忠心 你做得很好 不要打草惊涉 雷将军回府时 一个小女孩跪在大厅 知道错在哪了吗 雷宁倔强地不说话 雷夫人直接把茶盏摔到了她身上 热烫的茶水泼了她一身 你最近是愈发嚣张了 竟然敢骂你妹妹 我没有 只是她不允许我课业比她好 我辩解了一句 还敢顶嘴 来人 长嘴 让她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 一个庶女 怎么敢比我的女儿更优秀 雷宁那杀千刀的 最近不知道怎么对雷念儿 有了点妇女之情 导致刚才男儿让人 把她扔到池塘里去的时候 都使唤不动吓人了 我今天就要让人看看 将军府里谁才是主人 你们干什么 妾身作为嫡母 管教孩子都不可以吗 将军这是在生什么气 你可是对我承诺过的 在将军府谁都不能违抗我 雷夫人知道 雷宁喜欢她 虽然是个大老粗 但对她是没的说 要不是长得太丑了 让她无比恶心 说不定她都爱上她了 雁儿 齐来 你身为主母 不求你对庶出几女 疼爱有加一世同仁 只是不搁带你都做不到吗 阿爷 你凶阿娘干嘛 好啊雷宁 你竟然敢凶我 你这脸红脖子粗的是对谁说话呢 一个庶女而已 我都不能收拾 那我做这个主母有什么用 按照雷夫人的判断 这句话一出来 不论雷将军再生气 都会立马软的态度 将军近代刚出生的小公主上朝听政 只为听到朝廷大臣背后见不得人的勾当 可小公主却在朝堂之上吃花看喜 做了做事还到达一趴 既然你觉得做主母没有威风 那你就别做主母了 阿爷 你你在说什么 好你个雷宁 你在孩子面前说这些 她听了得多害怕 今年起你就不要管家了 阿爷 难道你就不怕阿娘不理你了吗 不讲礼物 那正好就别出政院了 免得你又去找别人麻烦 将军 你怎么能这么对我 好好好 那你把我关起来吧 别想我再见你 雷夫人不信她真的会被禁足 她不能被禁足 要是长时间不能见到雷宁 那还怎么听父母的话 引诱雷宁去死 快 快去把以前扣下的大小姐和姨娘的义丧 探火等粉丽全都补上 再送几件好的去陪不是 爹 夫人要是知道我们趁她失事的时候 去讨好那小妮子 以后哄好将军了 指不定怎么收拾咱们呢 确实啊 这雷夫人的脾气是眼里腰部的一脸擦的 虽然不知道为何将军会如此生气 但是夫妻床头吵架 床尾和 等将军冷静下来了 还得去哄夫人呢 管事觉得有道理 夫人把持雷家五六年了 而且一直得将军的宠爱和敬重 两人之前也有过争吵 都是将军去第三下四的去认错 那就不用管了 早晨上朝 皇帝把贝敬初也抱了上去 方便听他的心声来获得更多的信息 陛下已经疾惯良载 膝下上只有一女 为宝设计安稳 请陛下过继宗室之子 贝敬初在旁边一听这话 立马打起精神 准备吃瓜 大胆 陛下正当壮年 何须考虑储君 你是诅咒陛下短命早死吗 当然不是 只是一只没有太子 国奏不稳 朝堂难安 大臣反驳道 朝龙椅的方向拘了一躬 请陛下尽快过继室子 看看 我这帅爹的后曹牙都要咬碎了 皇帝低头 看见贝敬初气意至极的小模样 突然觉得很碍眼 看不得他这么快乐的样子 好想送他去上学 贝敬初不知道 自己下半辈子吃喝玩乐的公主人生 因为自己看戏太悠哉而改变了 下面的人争论不休 皇帝垂眼看着记下两个派别的人 按照小家伙说的 鲁王不希望他有孩子 想要继承皇位 那么反对过继的 就是鲁王手下的人 支持过继的 提了人选的 忠于谁也不言而喻 记清了谁是谁的人后 皇帝抬了一下手 苏京 蒋公公高喊一声 堂下安静下来 皇帝才开口 中书令 臣在 中书令是有实权的官员中最高位的臣子 是天子心腹才能坐在这个位置 所以皇帝对他很失望 花园郡王给了你什么好处 让你提议过继他的儿子 臣冤枉 臣都是一心为了陛下考虑 念在你以往的功绩 朕给你一次机会 只一次 臣 叩谢陛下 朝臣们见词也不敢在意过继四子的事了 鲁王一挡也放下了心 入生的小公主就被暴君安排上学 只一女娃偷笑堂堂皇帝后宫费率三千 蒋公公 你去把贤妃叫来 贤妃这个人实在是人设太鲜明了 本来是一个文官庶女 在家和姐妹争一点点迎头小利 勾心斗角的那种 偏偏有一次制斗歹徒 被一个将军发现了他根骨齐家 是不可多得的武学奇才 将军要收他为徒 贤妃的家人都坚决反对 认为一个大家小姐去练武是有辱斯文 结果他第一次反抗迂府的父亲 和家人断绝关系 毅然踏上习武之路 学成后为了保护皇帝 被将军送进宫 结果那群清高的 看不上武夫的家人又都围了上来拜铁贤妃 但是贤妃早就不认他们了 只是把自己的双弩揭了出来 陛下万福 寻切身合适 贝敬初蹭着脑袋去看 一个弱智鲜鲜的娇娇美人立在那里 谁能想到广秀下的公二投机 能一拳把你打飞呢 我擂个洞 真是人不可貌相 那个杀林黛玉倒拔锤杨柳 贤妃 你说孩子习武是几岁开始好 当然是越早越好 原来如此 那他要现在开始学吗 卧槽 我还以为升到皇室就衣食无忧了 没想到碰到一个鸡娃的爹 贤妃也是一脸猛逼的看着皇上 贝敬初被皇帝的鸡娃程度吓到了 哭得怎么都哄不好 皇帝一挥手让人把他抱去偏店 正玩着 门口摸进来一个人 他躺着看到了贵妃的变态笑脸 爸爸呀 救命 吓死宝宝了 可惜皇帝远在御书房 听不到他的心声 贵妃挤出人贩子一样的笑容 掏出一个金鞭相遇的波浪鼓 初初喜不喜欢啊 嘿嘿 我对波浪鼓没有兴趣 但对金字有兴趣 来让本宫抱一下好不好呀 初初可真乖 抱着贝敬初 他忍不住想起了自己夭折的那个皇子 要是好好长大的话 现在已经一岁了 贝敬初被贵妃抱着走进御书房 皇帝抬头 颇为惊奇 初初竟愿意当你抱着 因为这小丫头常念叨着总有刁民想害本公主 除了她和奶嬷嬷 最多加一个蒋公公 其他人一抱就哭 我就说你怎么突然送我东西 原来是想当我妈 我就知道你没安好心 朕暂时不打算给公主找养我 爱妃不必再求了 要找也不会是你 我还记得小家伙说的疏扫文学呢 臣妾只是想陛下有想法的时候 先考虑臣妾罢了 将皇帝开始不耐烦 贵妃打住话头 改口道 那臣妾带小公主出去玩玩好吗 我要去看 我要去看热闹 在贵妃宫里说不定能看到 他和鲁王约会的八卦呢 皇帝本想拒绝 听到这话便默许了 贝敬初被贵妃抱回书井殿 提笔写些什么 贝敬初没想到自己运气这么好 有一个男人从外头走了进来 这什么东西 你才是东西 哎呀 你怎么来了 秦王也不得私自入后宫 你来干什么 你快走 妙儿 我实在想你 一日不见私之如狂 我真的忍不住了 你难道不想我吗 这个孩子是怎么回事 这个呀 是陛下新出生的小公主 鲁王诡异一笑 呵呵 皇上的孩子又不止一个 生下来算什么 养得大才算本事 贝敬和暴君的弟弟上演书嫂文学 得知真相的皇帝却只能忍 只因他为了偷听小公主 更多狗血喷头的心声 什么傻缺 贵妃才死了的皇子 你对着人家贴脸太大 还奇怪人家为什么选皇帝不选你 我真的 这已经不是直男了 这是傻缺吧 鲁王见贵妃阴沉沉的看着他 也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了 妙儿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我只是不喜欢那暴君的孩子 不是针对你的孩子 说完他瞪了一眼贝敬初 你想要孩子 我们以后还会有很多孩子的 我是你们play的一环吗 但是在场的人 没人能听见他的心声 贵敬初只能睁着自己的太和金狗眼 看眼前的一场大戏 没有手机的日子好无聊啊 何以解忧 唯有吃瓜 此刻他就是瓜田里的茶 我找了一批会练丹的方式 你找机会把他们献给皇兄 你想做什么 好家伙 练丹 多么熟悉的剧情 历史上各种皇帝 多少明君暴君都卖不过的一关 他们自以为那些倒是线上的仙丹 可以让他们长生不老 实际上都是掏空身体的东西 当然是要加速他身子衰败 贝安尼 有没有良心啊 你是要让我去给你送死吗 妙儿可是我的小心肝 我怎么会舍得让你死呢 这倒是练的丹药 我早就找人试过了 一开始吃了以后 会让人更兴奋体力更好 到时候你作为县丹的功臣 皇上还会更宠你 此刻贝敬初正在一旁光明正大的 偷听着他们大声密谋 但只是短暂的让人经历更好 是以掏空身体为代价的 长此以往他就短受了 待本王登上皇位 定许你做皇后 如果我做了皇后 那鲁王妃如何自处 给他封个贵妃就是了 这个男人风流多情 很会哄女人开心 拿来做个情人 排浅寂寞到很好 连发气都说扁就扁 以后他要是喜欢上了别人 我的皇后之位 还不是说废就废 这件事情太过冒险 我看不可 本王是看你在后宫不得宠可怜 才想给你一个表现的机会 你竟然还不知好歹 那本王自己去 说把他甩手离开 走到一半 见贵妃毫无挽留之意 他更大幅度的甩了甩袖子才走 贵妃目送他离开后 也没了再多孩子的心思 就把贝靖出抱回了御书房 正好撞上鲁王觐见 来了来了 鲁王过来一定是来献丹的 然后大吹特吹 仙丹可以长生 皇帝就是这样被搞垮身体的 又是造作 又是丹药 又是叶明珠 还硬生生撑到了男主长大 我爹这身体底子是真抗躁啊 呵呵 鲁王这步骑走得还真不错 如果没有小家伙的提醒 我恐怕真会着了他的道 臣妾先告退了 那你先退下吧 阿兄陈帝最近拜访了一位道长 可炼制仙丹 那丹药陈帝吃过 一颗下去令人荣光焕发 精力充沛和仙丹无益 因为月朝国师的存在 整个国家对佛道之事 还是很推崇的 对道士僧人更是尊重 说着鲁王拿出一枚鲜红色的丹药 仙丹的颜色红得鲜艳欲滴 都和普通的黑漆漆的药丸不同 看起来都更嫌弃 哇塞这仙丹看起来好好吃 连公主的心声和一言知识都有了 那真的有让人飞声呈现的丹药也不奇怪吧 怎么就能证明 这丹药一定是损害人身体的呢 万一是真的仙丹呢 好家伙 比挨了巴掌的脸还红 这得添了致死量的珠沙和重金属吧 果然越漂亮的东西越危险 好吧 这仙丹不要业吧 陈帝想着 阿兄乃真龙天子 如此仙丹 当然要您享有了 这不 陈帝就去劝说道长为阿兄效力 可道长是方外之人 说要新城才愿意出山 除非皇上亲自去请 不出山就算了吧 朕也不强人所拦 不是吧 皇兄 人在的话可以天天吃仙丹 但人不在的话 只有陈帝求的这一颗了 一颗就一颗吧 证明朕和长生五元 牛逼 竟然能抵抗仙丹的诱惑 果然我阿爷不是一般的皇帝 我是不是穿的是同人文啊 这剧情怎么越崩越离谱了呢 这下鲁王不淡定了 一颗怎么行 一颗最多能堵死皇帝身边的那个婴儿 都还不一定 行了 你去想想办法吧 紧妙把人找来 嗨 要是把路全给人堵死了 我的好弟弟还怎么把戏唱下去 哎 果然练丹是皇帝都逃不过的宿命啊 这小家伙上查的时候还聪明着呢 怎么现在就看不懂我是在将棋就进来呢 鲁王松了口气 虽然和预想中有偏差 好歹是把人安插进来了 这怎么和说好的不一样呢 鲁王不是说 我会被陛下重用 然后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吗 哎 公公 不知陛下何时召见我 陛下日理弯机 哪里是你这等无名校族 想见就见的 等着吧 你自己每天把丹药绞上去就行了 陛下哪天吃着开心了 说不定就招见你了 但是一连好几天 皇帝都没有理他的迹象 倒是对自己丹药的效果产生了怀疑 不对呀 我练出来的丹 正常人吃下去都会精神亢奋 快乐的仿佛进了仙境 皇帝吃了好几天 肯定会想见我的 陛下 今天的丹药松上来了 以后不用睁过目了 直接送到沈太医那里去吧 这剧情绷得好离谱 皇帝不是该是丹药如命 一刻也离不开吗 怎么没有上当 竟然第一时间就识破了 皇帝有些得意 让他家小混蛋看看 自己的阿耶是个多英明神武 明察秋毫 洞悉一切的帝王 沈太医听说有让人短期精神焕发 却不断掏空身体的肝药 医学狂魔的尹当时就上来了 对着倒是送来的药丸 连续好几天剖析成分 终于解了出来 陛下 这确实大部分都是损害人体之物 臣已经把所用药材都记录上来了 很好 届时至罪鲁王又多了一个罪证 只是这如果真的是仙丹庙就好了 果然小家伙的预言不会有错 日子过得平静 贝靖初快满月了 因为贝靖初一直吵着要看女主 所以皇帝给雷宁交代了一件 陛下特意交代 让我把念儿带上来 参加公主的满月样 真的假的 我这就去从香底里 找件好些的料子出来 才件好点的衣服 让念儿漂漂亮的去敷衍 就这身衣服有什么问题吗 念儿身上的料子颜色不够鲜艳 都不像他这个年纪穿的 还有料子也是次等的 要是让别人家看到 还以为将军养不起闺女呢 那你怎么不知道 拿好的衣服给你闺女幻想 是妾身也要拿得到好的衣料才行啊 你的意思是说 既前夫人管家的时候 各够了你们的衣料吗 在一边缩小 自己存在感的雷宁儿 都忍不住感叹一句 阿爷好笨 我都知道阿娘是什么意思 阿爷竟然不明白 哎呀 一定要问得这么直白吗 这让我怎么接 说是就显得我居心不良 开扯瞩目 说不是万一这蠢驴直接就信了 不管了怎么办 不应该你自己悟到了以后 就直接勃然大怒 然后惩治那些中宝四囊的下人 再问责雷夫人 最后给我们母女补上 被克扣的物资吗 怎么不按套路出牌呢 哎 小说嘛 这么拐弯抹角的 本将军那里一堆好料子 待会有个给你送过来 说完以后 他眼巴巴的看着贵姨娘 像是在等着夸她的样子 半少没听见声音 见贵姨娘看傻子似的看着她 还有什么事吗 当然有事了 料子是重要 但她是想用这个事情 去引出下人看人下菜碟 克扣他们母女的事 正好将军在这里 可以帮他们母女立威 结果这傻不愣登的直肠子 说是衣料 就只管衣料的事 这段时间借着将军来看女儿 贵姨娘和她相处的多了些 她算是看出来了 和这个男人说话 不能拐弯抹角的提醒 必须直来直去的直接讲出来 否则她听不懂 但是她犹犹豫豫的不敢说出 阿娘的意思是 那些下人总是欺负阿娘和我 今天阿爷在这里 她想让阿爷惩罚他们 哎呀 你真急使了 姐姐说呀 还要本将军来拆你的心事吗 贵姨娘笑着硬生 欣慰地看了看雷妮 很快管事来了 你扣下了贵姨娘和大小姐多少东西 管事一听 直呼不好 在心里把自己的蠢儿子 骂得死了八百遍 都怪那臭小子出的馊主意 说不要为了大小姐得罪夫人 这下好了 将军竟真的问责了 一个时辰后 正院里 小丫鬟向雷夫人 禀报自己打听到的消息 夫人 管事因为客扣大小姐的衣料被罚了 怎么早不追究 晚不追究 偏偏现在来追究 听说是为了参加大公主的满月宴 然后发现大小姐的衣料不行 大公主的满月宴吗 这可是结实显贵的好机会啊 快去把雷男儿叫来 让人给他两尺寸 也才一身新衣裳 娘你叫我有什么事 那杀千刀的阿爷把阿娘关着 这次就是他带你去了 公主的满月宴 参加的人都是达官显贵 皇亲国妻 我们男儿一定要穿最好的衣裳 让他们都看看我们将军府的二小姐 是多么的金贵 到了被进出满月的这天 雷将军带着雷妮出门 只见门外的雷男大声嚷嚷 阿爷好慢 我都等了好一会儿了 不信你 你家这里干什么 参加大公主的满月宴啊 可惜我没准备带你去啊 他一个树出都有资格去 我为什么不行 被冒犯的雷妮也不生气 从妹妹生下来就一直这样 生气根本生不过来 倒是雷将军头大 皇家宴会不是寻常官员之间走动用的 谁家会带小孩子 要是不懂事冲撞了宫里的贵人 直接一家都遭殃 只是大女儿是皇上亲点要去的 他才带着 这边雷男不依不饶的 撒泼打滚一定要跟着走 雷妮无奈 只能把他也带上 在完宫不比家里 万事都要小心谨慎 不要照忍了贵人 雷妮竟然能够偷听小公主心声 为了听到更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阻止头顶掌上青青草原 她每天带着小公主上朝听证 知道了阿爷 阿娘和我交代过的 还有你雷男儿 我说的你听到没有 知道了知道了 有什么大不了的 贝靖出的满月宴上 哎对不要害羨 不与据 感谢观看 好啊你 把我一个人丢在两一殿 你自己到后面玩来了 哎 这是哪里来的野孩子 你放尊重点 这是公主殿下 好啊雷妮儿 你竟然敢顶嘴 我要回去告诉阿娘 让他打你 贝靖初看见雷妮儿明显害怕的一抖 直接对着雷妮儿哩压压的开骂 那小表情生动的 比起是因为人小说不出话 更像是因为骂得太脏被笑音了 雷念见到贝靖初趴着小小的身躯帮他骂人 不由心里意软 然后耳朵里传来一阵稚嫩的小奶音 你这嘴咽了几年啊 这么入味 人类进化的时候你是躲起来了吗 说话都不过脑子 长这么丑还来我面前烂我眼睛 乍一看挺丑 仔细一看更丑 长个脑袋是为了显高吗 一连串不停歇的骂人声 朝着雷妮儿砸来 他忍不住捂住了耳朵 发现没用 而且除了正在激情骂人的小公主 没有人说话 雷妮儿仔细辨别 发现的声音是从小公主的方向传来的 刚刚的声音 不会是小公主的心声吧 小孩子本就对质怪神仙一类的事情感兴趣 当下就暗戳戳的兴奋起来 但是更让他惊叹的 是小公主骂到现在还没重复的丰富词汇 这让从不会骂人的雷妮儿恨不得当场败事 被静出虽然不会说话 但那个语气神态 一看就知道说的英语不是些好话 雷妮儿非常清晰的感觉到 这个婴儿在骂他 从出生到现在都没被别人骂过的雷妮儿立刻就炸了 父亲在进宫前交代的全都忘了 更准确的说 是就没听见耳朵里 好你个小东西 你也敢骂我 看我不给你点颜色瞧瞧 哈哈哈哈笑死 狂了 怎么不狂了 只见刚才还凶神恶煞的雷男 被旁边的婴婴擦住了按在地上 小婴儿发出咯咯咯的笑 只是雷妮儿看着 觉得有些小人得志 不行不行 我怎么能这么想小公主 小公主可是为了帮我才开骂的 雕奴 你们干什么 还不放开本小姐 等我阿爷来了 把你们统统都砍了 但是皇宫不是他的家 任他怎么喊 婴婴们都不敢放开妄图 伤害小公主的人 只是这喊声 直接把皇帝和雷将军引了过来 老爹老爹 你终于来了 有人欺负你的宝宝 这是怎么一回事 陛下 这位小姐一进来 就想冒犯公主 被雷大小姐拦下了 之后更是发了疯似的 想要打公主 奴婢只好将人制服住 你放屁 见逼你敢胡言乱语 明明就是这个小崽子 先骂我的 业障 你还不闭嘴 你也不觉得自己说话离谱 就不是我的错 阿爷你竟然吼我 我再也不要理你了 哈哈哈哈 从来没有人敢在皇帝面前撒扑吧 哈哈哈哈 让我阿爷见识一下社会的险恶 笑吧 谁笑得过你啊 都是陈教导无方 让他遇见习 只不叫父亲过 请陛下去吧 就陛下看在小女年幼的份上 让陈带回去亲自管教吧 刚才恐吓吼骂都不听的 雷男突然就安静了 刚才雷男也没觉得皇上有什么大不了的 他觉得最厉害的男就是阿爷 皇上再厉害 能有阿爷厉害吗 他的阿爷是大将军大英雄 可是现在 一只高大伟岸的父亲 跪在另一个人面前磕头 雷男傻愣愣的趴在那里 没人知道他在想什么 雷男听到小公主的心声 不禁心里一暖 但是没有发出异议 而是请求雷男关心 被禁出一个娃在自己的摇篮上 无聊的又打开了系统见面 发现又多了一个人 雷男啊 身份月朝金屋外大将军长女 年龄五岁 好感度四十三 原来女主都五岁了呀 瘦瘦小小的 还真看不出来 今天看来 雷将军对他也不是很好 看那个雷男对他的态度就知道 小孩子都是很懂大人心思的 要是父母对姐姐上心 做弟弟妹妹的只会敬畏姐姐 对了 那女主为什么要黑化 记得就了吗 雷男回过神 轻轻地点头 难得看到他如此乖巧 雷将军也心乱了 皇上是天子 至高无上 他的女儿是公主 是君 我们市政 居要前世 成不得不死 你今天的行为 就是杀了你 也没问题 哎 回你娘那儿去吧 想想今天坐在哪儿了 哎 男儿怎么了这是 一点活力都看不见了 阿爷说我御前失忆 然后他被皇上打了 阿娘 御前失忆是什么意思 啊 那你怎么样 你被打了吗 雷男儿小小的脑海里 第一次有了皇权的概念 那是可以令他无所不能的父母谈之色变的东西 令人惧怕 又令人向往 阿爷 你还好吗 痛不痛啊 走了一个漏风小棉袄 还有一个贴心小棉袄 阿爷没事 不用担心 雷男儿倒也不担心 他的如沐之情早就在这男人一次次的偏心里消耗完了 只是姨娘交代过 让他多关心一下父亲 孝顺会让他更好过 我的娘儿才多大 都是姨娘没用 要你小小年纪就学会赠宠 而看到人被冻刑 雷男儿还有些幸灾乐祸 把出生五年以来悲伤的事都想了一遍才堪堪压下嘴角 从小公主刚出生 便被亲娘当作猎胎要击毙 还好暴君父皇能够偷听小公主心声 上屎姑娘 今天有什么好事吗 骑士叫的恭敬 她现在已经被废为没有品级的庶人了 就是最低等的宫女 也是从酒品烧食 连自己女儿满月的日子都记不清楚 你这也太 骑士才想起来 自己进冷宫已经一个月了 如果没有做出换掉孩子的事 她现在应该刚出月子 抱着自己生下的小公主想天伦之乐 哼 如果重来一次 我会更用心的布局 直接让那个小妮子胎死腹中 一把火烧了干净 不让皇上发现一丝异常 公主能有什么用 长大了只能嫁出去 换个皇子来 我才能做皇后 做太后 临近偷袭 皇帝去了两一殿 鲁王一点没察觉出自己的酒水有什么不对 喝了几杯之后就感觉头晕乎乎的 以为是今天的酒裂 哈哈臣弟喝陛下弄瓦之喜 本来以为去年就能吃到小侄子的满月酒的 隔了一年终于吃到了 此话一出 店内瞬间安静 其他人大气都不敢出 去年没吃到满月酒 是因为陛下的皇子两个都夭折了 鲁王简直是在老虎嘴里拔牙 呵呵 所以感谢上苍有眼 还留给这一个公主 哈哈哈哈 不是上苍心莲 而是一个小丫头 骗子挡不了路 本王才没下手而已 她得意的又喝了一口美酒 十分豪迈的醉汉名量 贵妃此时整个人软倒了 根本扶不住 一双妙目却脆了毒 死死地盯着鲁王 像是要把人盯穿 金军何栽 苏苏拿下鲁王 改甲战靴踩在地板上发出金歌之响 两一殿外职守的金军 进来把鲁王擒住 大胆 本王是月朝亲王 而等苏苏放开你们的脏手 等人被押走后 钟书令对着夫人悄悄言语 陛下应该没心情再继续宴会了 等会儿我们可以回去偷袭 看孩子们有没有认真做客业 今日公主满月大喜 钟义轻不要被无耻小人扫了信 来 接着奏乐你接着我 啊 这你还吃得下 小公主真是聪慧呢 才一丁点大就能听懂好东西了 那可不 我最聪明了 诶 谁在说话 你发什么呆呢 继续念呀 我还要听我的礼品还有哪些 萝卜发现她能听到小公主的心声 这是皇帝走了进来 她控制着自己不露出异样 他们村里有一个孩子 就是因为古怪被烧死了 要是其他人知道了小公主身上的神意之处 不知是福是祸 她不敢赌 只能尽力瞒住 国师送平安扣一枚 国师送的吗 国师送的东西可不是凡人 真的能保处处平安也说不定 国师 他在原住里的存在感太弱了 除了皇帝吃丹药的时候劝阻了一次 之后就没出过场 国师是什么厉害人物吗 那月查王国的时候 咋一点用都没有呢 别没得懂 不提王国的事 我们还是好妇女 嬷嬷听到小公主心声后 表情都要维持不住了 王国 那他今天起不能把银子全寄回家了 要给自己留点路费 到时候带小公主跑路 小鱼 身份 月朝大公主父母 六品 好感度自灵 好家伙 不愧是皇宫 连奶妈都是个官 难怪古话有言 在厢门前七品官呢 每个人出现在系统页面上 都是好感度四十以上 是不是别人对我的好感度达到了四十 就能出现在这里 二军生了108个儿子 却全被夭折 背后的始作俑者 竟是他的亲弟弟 阿兄 兄长 我之前都是胡言乱语的 我是你唯一的弟弟啊 来人 把他捧上 只是简单两个字 就让鲁王被五花大绑在柱子上 毫无动弹之力 他再次无比深刻的体会到 他向往的皇权是什么 好帅好帅 不愧是我爹 大反派还没发力呢 就被抓了 简直是量得最快的反派了 阿兄 我刚才是中邪了才会胡言乱语 请您原谅陈弟知情不报 其实两个小侄子都是丽妃杀的 我是害怕卷入宫廷纷争 才视而不见 丽妃所用的毒来自西域 而你的破灭卖过西域的奇货 他早已招过 有一神秘人给他提供的毒药 想来就是你吧 那我之前肚子痛也是这个王八蛋搞的鬼了 阿爷 削他 鲁王一下子慌了 什么 丽妃不是暴毙的吗 难怪突然就急症死了 原来是被查出了谋害皇子 你知道朕是怎么查出来的吗 因为他想要害小公主 朕才顺堂摸瓜查到 什么 这个蠢父 真是猪队友 我这次没有给他送药 一定是那蠢女人自己之前偷偷藏了 哈哈哈哈 没想到我担惊结律 步步绸缪 竟败在一个女人的嫉妒心上 那酒里是你下了药吧 本王酒量谦卑不醉 怎么可能这点酒就胡言乱语 除了丽妃之事 金吴卫将军的夫人也是你的人吧 本王猛地抬头 不敢相信皇帝挖出了他埋得最深的线 很难接受吗 你的小手段实在太幼稚 连一个月的志同都能看出来 皇帝这句话说得理直气壮 虽然他没看出来 但他怀里才满月的志同看出来了呀 但是志同不满意了 在心里着急 在这儿还巴巴傻呢 磨磨叽叽的 直接结果了他呀 反派死于话多知不知道 哈哈哈哈我是难逃一死了 但你以为你能活多久 你知道吗 你被保护的无孔不入的膳食 已经被我加了东西 你活不了多久了 你是说可以长生的仙丹吗 你怎么知道的 笑死 多明显的局 傻子才发现不了吧 你很聪明 以长生来入镇 当用货足够大的时候 确实会让人去忽略他的风险独一把 当年朕夺底 就是如此 失败了就丧命 成功了 就坐在龙椅上 轻易掌握你的生死 对了 还娶到你心心念念的女人 鲁王被一步步逼的崩溃 没想到连贵妃的事情他都知道了 你到底都知道了什么 你不是一直和贵妃他互通有无吗 牛逼我的爹 你竟然知道 原来你才是吃瓜第一人呀 皇帝无语 这小脑袋怎么一天天的就想着吃瓜呢 明明都是大事 我只是晚生了几年 就连争夺皇位的资格都没有 为什么你的每次运气都可以这么好 坐上了这至高无上的宝座 还随随便便就娶了我喜欢的女人 运气运气 也就你这种人才把别人的成功都归为运气 我阿爷明明是靠睿智过人 明察秋毫 英明神武的智商 这种小计谋不是一眼就看穿 哈哈哈哈别夸了 不过鲁王说的不错 我运气确实好得令人嫉妒 在天欲往我之前 送来我的初初 我的小福星 你懂什么 你就知道笑 我就是个孩子 我需要懂什么 我能懂吃了睡 睡了吃就不错了 从今天开始 朕一个兄弟也没有了 以后朕的孩子争夺地位 会不会也是除了胜利者 其余子嗣死绝的结局 不是还有姐妹吗 人家存在感地 但是你不能忘了吧 哦 你说的有道理 树岛湖分散 雷夫人也收到了来自娘家的信 鲁王已死 计划终止 今后笼络住雷将军 也能保一世富贵 将军 妾身知道错了 以后一定善待将军的儿女 可我觉得 你这句话 细乎并不是出自真心 雷宁 我都已经和你道歉了 你还要我怎样 以后我不针对雷宁儿 已经不错了 你还要我把他当亲生的对待吗 当初是你说不会有长子 长女生在妾室肚子里的 是你先违背信用的 所以你就要我死吗 将 将军 这是在说什么 妾身怎么听不明白 真不明白 还是装不明白 我们夫妻六宅 我做梦也没想过 整片人会想我死 将军 无凭无据 你为什么要如此冤枉妾身 你明知道身为武将修拢严心事大忌 却一直劝我 寄行补贴军中兄弟 你明知道陛下忌惮结党迎戏 却一直以我的名义 拉拢步枪 你现在在我的书房里 放了伪教的谋反证据 谋反是什么下长 临时初始 九州进出 你们一家真是被鲁王忽悠了 真到了那天 他会为保你们暴露积极吗 你懂什么 你答应过长子长女必须我所生 但雷宁儿出生的时候 我就知道 你不是我能依靠的人 你的承诺 都是会因为你的感情和利益而变化的 你怎么就知道鲁王不会救我们 不过是你在意测而已 我娘说的是对的 只要我阿爷能升官 到时候我要什么样的夫婿找不到 为此 你就不惜协助反贼 救我于死地吗 看在夫妻情分上 我就陛下免了你的斩首 改一个蠢心 神 什么 反叛之罪啊你这是 你以为事后宅 征锋七处 小打小闹吗 将军 将军我错的 我真的知道错了 我以后一定洗心革面 我什么都不想了 我下半辈子进佛堂 忏悔一声 信佛堂 你想的也太美了吧 偶返之人 扎卷中免于死刑的 也要流放苦寒基地 你知道吗 如果不是陛下信任我 给我将功补货的机会 我身上的肉 会被一片片的刮下来 活寡三千刀而死 而我死后 恋儿 男儿都会被冲击 越说越恨 雷宁直接对仆人下令动手 而没有人注意到 屏风的缝隙里 露出了一只惊恐的眼睛 雷男儿死死捂住自己的嘴 不让自己泄露出一点声音 另一边雷妮儿看 姨娘伤心 就想着聊天 去转移她的注意力 姨娘 我上次看到大公主 好可爱呀 知道了 大公主可爱 你已经说过很多遍了 那我下次什么时候 可以见到大公主呀 好神奇 她可以听到大公主的心声音 到时候她就能知道 公主喜欢些什么 就可以和公主拉近关系 如果她能成为 公主殿下的朋友 她和姨娘在将军府的日子 就会好过许多 这 或许得等到公主终穷宴的时候吧 但是也不知道 我们还能不能去 就没有能经常 见到公主的办法吗 公主们长大了 都要选半读的 你要是学识优秀 就可能成为公主的半读 所以你要好好 做先生不知的课业哦 啊 其实也并没有 那么想见公主的啦 突然一阵急匆匆的 脚步声响起 伴随着的是丫鬟的声音 贵姨娘 大小姐 大事不好了 哎呀妈呀 姨娘 大事不好了 可是也不能打扰 大小姐学习啊 夫人被处死了 怎么回事 夫人的娘家 牵扯进了谋法案 株连九族 这上门心 我可怜的娘儿 那老妖婆活着没一点好处 死了还要拉着咱们母女一道 说完 她猛地站起来扒拉抽屉 找出自己为数不多的值钱东西 你们也快收拾 我们要赶在朝廷的官兵 来捉人之前逃出去 那将军会不会很生气 谁还管他生不生气 失不失望的 都要死了谁还管他 这时 雷娘儿按住了贵姨娘 因为她突然想起来 之前听到的大公主新生里的一句 幸好皇帝信了雷将军 没让他中计 或许 将军府并不会被连累 现在将军府里乱成一团 得到消息的下人仆从 都在收拾行李想要走 雷宁冷眼看着乱成一锅粥的样子 只有几个人不慌 反而走到他面前侍候着 你怎么不忙 奴才是将军从战场上就回来的 这条命就是将军的 奴婢是饥荒的时候逃进京城的 是将军收留我们 给了我们一口饭吃 一间屋子住 小人不能弃将军而逃 雷宁却怎么也想不起 因为他就过的人太多了 但是真的 却只有身边的这几人 很好 借着这个机会 谁是忠仆一目了然 这时 贵姨娘的身影出现在门口 旁边还牵了个雷宁 她又惊又喜 雷宁知道 燕儿不会抛下父亲独自逃命 但没想到贵姨娘也留了下来 你们怎么来了 阿娘说出事了 然后说一家人 就算死也要死在一起 好好好 有机如此 不复何求 雷宁看着女儿 尤其想到公主说 燕儿在她死后 还会想方设法给她报仇 更是感动得一塌糊涂 这是雷南儿带着哭枪的声音传过来 那你怎么了 阿娘没了 我只有阿爷了 蓝儿乖 还有阿爷在 阿爷会永远保护你的 那我呢 我被欺负的时候 你这个做父亲的又在干什么 背景初睡的正香呢 飞声巨大的系统提示音吵醒 任务完成 您的积分已经到账 嗯 什么东西 这就好了 呜呜躺平 就能拿积分的生活 也太快乐了吧 背景初兴奋的偏过头 突然看到贵妃正跪在下面 陛下已经查到妾身和鲁王司偷 妾身无可辩解 但求一死 只求陛下看在过去的小皇子的份上 不要牵连妾身的母家 真准了 这时蒋公公一脸洗色的进来 堆出了一张笑脸 恭喜皇上 天大的好事 当他一整麦 淑妃娘娘游戏了 好爱好爱 终于有二胎了 皇帝不再咳着我一个小孩祸祸了 小没良心的 还嫌弃朕这个当地的祸祸宰子呢 要不是我时刻关照着 你的小日子能这么滋润吗 淑妃的寝宫里一片喜气洋洋 也不知道这个孩子会不会和大公主一样得宠 主子这胎说不定是个皇子 大公主再受宠也只是公主 皇上当然会更偏心咱们 可是大公主都被陛下亲自带在身边养着了 其他孩子在得宠 还能越过她去 大公主被陛下亲自抚养 是因为年纪小没有了生母 她生母只是个被陛下厌恶的冷宫庶人 连最低等的宫女都不如 哪像咱们小主子 是宁肚子里出来的 皇上爱屋及乌 当然会更疼爱咱们小主子 这是我的孩子 男孩女孩我都喜欢 我只想她平平安安长大 主子宣誓殿那边派人传话 陛下一会儿就来 让咱们准备接驾 还不快去备好茶水果子 陛下大半个月没来了 这次可要好好珍惜 看看陛下多关心咱们小主子 一听说有了就抽空过来 主子还怕比不过大公主吗 只是现在只她一个皇嗣而已 到时孩子多了 她算什么 主子现在又怀了龙嗣 还怕不能常见到陛下吗 算着时间 书妃站在回浪下去等 一道悬色的身影游远极近 她微弯膝盖行李 切身给陛下请安 你为什么来看我还要抱着孩子来啊 陛下 公主才满月 虽然抢宝够后 但天气渐冷 陛下就这么带着公主出来 也不怕孩子生病着凉吗 皇帝真是好福气啊 后宫家里都这么漂亮 看书妃的眼神都要拉丝了 这不得亲一个先 我勒个逗 小小年纪的思想怎么这么邪恶 你是从哪里学的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等人走后 点是宫女扶着宋皇帝走的淑妃回去 便安慰道 陛下是好不容易得了个健康的孩子 才如此宠爱 等咱们小主子出生后 一定不比大公主差 自从上次淑妃怀孕的消息传来之后 一切都很平静 只除了背径出的奶嬷嬷们 奶水越来越少了 她渐渐的都不够吃了 或许是用了五粒符的原因 她的力气比一般的婴儿大 同时吃的也很多 今日又没领到吗 没有 那太监说 淑妃现在腹中怀着黄寺 他们要小心伺候 说是每日累得很要多吃点 把好肉好菜都拿走了 好家伙 淑妃怀个孕也能影响到我们 若大一个皇宫就缺她这两口了 吃个东西也要巧 她肚子里揣着黄寺 咱们小公主就不是黄寺了吗 出奶的食物不够 现在我们的奶量都不够小公主吃了 等陛下来接公主的时候 咱们把这件事告诉蒋公公吧 不行 我们回奶了 就不能再不如小公主了 然后被送出宫去 没有月盈记回家 家里都怎么办 可是小公主要是饿坏了 更是大罪 到时候追究起来 不会的 她每顿还不是都吃了的 只是没吃够 最多小时候没养好身子 长大了身子骨弱 就是查也查不出是我们的问题 只要不说 谁知道孩子小时候吃不饱呢 啊这 其实我自己知道 余嬷嬷听见小公主的心声 恨恨地看了这几个没良心的 公主可聪明着呢 只是没到算账的时候 她表面上装着同意他们 准备等到一个没人的时候 单独告诉蒋公公 然后今天背进出 在御书房时的心声 就围绕着一个字 饿呀 好饿呀 真的好饿呀 好饿好饿好饿 我真的好饿 咦 小家伙最近一直喊饿 就算饭量变大了 一个小婴儿又能吃多少 几个奶膜膜还不够胃的吗 这时蒋公公进来 在他耳边说了几句话 皇帝勃然大怒 就此理 之前不是吩咐你去找品性好的奶娘吗 这就是你找的 奴才师子 那几个雕奴 你自己处置吧 怎么回事 这就发现了 有人告密吗 难道是余嬷嬷嬷 我就知道 好歹能上好感度表的人 不是白瞎的 皇帝欣慰 确实是余嬷嬷 还好几个人里 还是有一个忠心的 哎 以前后宫都是贵妃管的 贵妃才死多久 这些人就散漫无几了 是时候要再找个 给我管事的人了 可现在高伟妃 贫死的只剩贤妃和淑妃了 也不可能把事情丢给一个孕妇 但贤妃每天练功忙得很 没时间搞这些 到底该把后宫的事交给谁呢 方昭仪啊 那可是管理型人才 偏偏被放进宫买没了 我看着都觉得可惜 皇帝在脑子里翻了一圈 终于想起方昭仪这个人 但是印象不深 平时都想不起来 原来是管理型人才吗 淑妃的工人被罚之后 又接到方昭仪晋升方妃 还接管了她心心念念的 协理六宫之全的消息 书妃气得直锤椅子 陛下这是给我下马威呢 不就是上宫局的见本宫 生怀龙寺多孝敬了些 又怎么了 小孩子饿上几顿 又不会死 都是那个死丫头骗子 害得陛下宁愿把协理六宫之全 给一个招仪都不给本宫 本宫这个书妃做的有什么用 主子别气坏了身子 要是伤到小主子就不好了 陛下可是说了 谁生了大皇子就做皇后 您只要诞下皇子 到时候登上凤位 别说协理之全 该是别人协理您 当武之急 还是要养胎 是了 太医说本宫这次胎弱 不能动气 而等到皇帝再次抱着背镜 出来看他的时候 他皱着眉忧心忡忡 妾身和陛下都是身子康健的人 上次怀孕的时候 还是强壮的孩子 怎么这次就胎弱了呢 就是概率问题呀 又不是所有健康的父母 都能生下健康的孩子 太医都说了是正常的 但是当母亲的是听不进去的 哎 也能理解 皇帝也听过太医说是正常的 但是他只能安慰淑妃的情绪 顺着他来 陛下 我想让母亲杨夫人去四里求福 送进宫来 小事情 就特训你母亲杨夫人进宫来陪你代产吧 杨夫人第二天进宫了 还带来了一个消息 我去找大师算过了 说是那大公主磕你肚子里的孩子 果真 错不了 那大师问我 你丈夫是不是还有其他机械生的子女 说是最大的那个磕你的孩子 小军竟然能够听到小公主心声 为了听到更多狗血喷头的秘密 他每天抱着刚出生的小奶娃上朝听证 我就说 本宫和陛下身子都好 怎么会怀上缠入的胎儿 原来是有个扫把心 阿娘你知道吗 就因为那小丫头 事后我的宫人 昨天才被罚了 真要让他再继续刻下去 我的孩子还有降生的机会吗 后宫女人能怀黄色的机会不多 陛下现在子嗣少 这个孩子一定要生下来 万一是个皇子呢 怎么办啊阿娘 富贵险中求 既然他的存在妨碍到了我们 那我们就让他不要存在 叶儿生活太无聊了 贝静初只能看别家的八卦 哦不 情报什么的 最好玩了 但是他看完以后 入火中烧 什么东西啊 这件事情竟然还和贤妃有关系 他的兄长一直是图不顺 就算有一个正义品贤妃的妹妹 但贤妃和孔家感情不好 不会主动帮他们 然后孔大公子到现在还没有儿子 所以他的母亲孔夫人就着急坏了 一点都没怀疑过是自己儿子的问题 只以为时运不济 各种求神拜佛 但都没用 当然没用了 我佛不度傻逼 皇帝听着小家伙 叭叭叭不停的心声 本来就当了消遣了 虽然这家人有点不做人 但不做人的是太多了 他不可能一件件去管 但现在一听竟然是中书令的妹妹吗 那和尚说他儿媳妇是克夫克子的命 然后那老婆子真信了所谓的大师 回去之后逼着人家喝乱七八糟的浮水 他骂的那画幅的朱砂是有毒的好不好 这是要杀人吧 然后把人关起来做法 现在关了已经大半个月了 每天都不见光 现在都疯疯癫癫的了 我特么的 你嫌弃人家直接合理了也好啊 月巢风气不错的 离婚了也不影响改嫁 但这一对母子就是不放人 偏偏傻逼就把人弄起来折腾 也对 他们才舍不得合理呢 许小姐是他们答应了一生 不纳妾采取回去的高门贵女 是中书令的妹妹 有一个可以在官场上提携他们的哥哥 他们怎么舍得合理呢 笑死 人都快被官死了 还想着结亲呢 这是结仇吧 于是皇上就让蒋公公去传照 过一会儿中书令就来了 爱卿是否有一个妹妹下家 中书令迟疑 皇上怎么一来就问他妹妹的事 难道是看上他妹妹了 确实有一个妹妹 因为性子不好 假如高门容易得罪人 臣就将她下架了 有臣庇护也能好些 好不了一点 好不了一点 啊 陛下你说啥 爱卿尽快去探望一下令妹吧 她现在状况不太好 对了 这是朕手下的人查到的 中书令心里一惊 皇上会派人暗中监察朝臣动向是正常的 十几年了 他以为自己已经足够了解他 现在发现竟还是看不透 谢陛下提醒 等等 记得带上打手 中书令夫人见中书令还没下职就急急忙忙的回来 忙问他出了什么事 收到了妹妹的信 说他出了要命的急事 也没和我说是什么 对了 要不你和我一起上门拜访 这样还能说是串亲戚 我一个人去到巷市去砸门的 妹妹好好的在自己家能出什么事 妹夫是个温良的男子 对他也好 有事不会找自己的夫君吗 都出嫁了还找自己兄长 能有什么天大的事是要命的 就是生了病也有大夫 还值得你特意告假回来一趟 我们儿子生辰的时候你都没告假回来 大君竟然能够偷听小公主心声 为了听到更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他每天带着小公主上朝听证 主家没有吩咐过今夜有客 二位下拜帖了吗 劳烦你为我们通报一下 而此时 孔二少夫人却行色匆忙的赶过来 中书令大人来访 竟然还敢把人晾在门外 这个月的月银你别想要了 实在抱歉 下人不懂规矩 慢待了二位 我待公婆给二位赔不试了 你二位突然来访 有什么事吗 咱们去正厅说话吧 叨扰了 我们是来看小妹的 我夫君接到 哈 我今日路过贵府 顺道来看看小妹 敢问二少夫人 小妹在何处 这 大嫂今日外出不在家里 在何处我也不知道 再问一句 我妹妹在何处 许夫人也终于意识到 事情有些不对 难道真出了什么要命的事 这我是不会说 大嫂被关在自己的屋子里的 您可千万不要硬场 于是 中书令拉着许夫人 带着自己带来的四五个仆从 一行人浩浩荡荡的 往她妹妹住的院子冲过去 二少夫人和她的那两个婢女 根本拦不住 反正我瞒也瞒了 拦也拦了 也怪不到我头上了 其实见到大嫂的惨状 同为孔家的媳妇 她又怎么不会感到唇亡齿寒 能帮一把是一把吧 但是一道尖利的声音 从后面传来 你们都瞎了吗 还不赶快拦住他们 孔夫人 你这是做什么 许大人 许夫人 我那二媳妇不懂事 都不知道把人往正厅引 让您二位都找不到路 那有客人在主人家 乱窜的道理是不是 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拦着 许夫人也知道 孔家绝对有鬼 我和夫君事情急 时间紧 只是路过来看看妹妹 看完就走 明日有空了 再来好生拜访贵妇 既然时间紧 就不耽误二位时间了 你们先去忙 人在这还能跑了不成 明日我带着老大家的 来见娘家人可好 当然不行 今天打草惊蛇了 明天还能看到真相吗 不过终究是在别人府上 他们也只带了几号人 根本打不过 夫君 这人太多了 我们改日再来吧 然而中书令扫一眼 自己带来的一个个 不起眼的仆从 动手吧 而此时 许新书被绑在床上 四周贴满了符纸 屋里的窗户被封住 就是大白天 也透不出一丝光来 他已经分不清白天黑夜了 反正都是一样的黑暗 就连那餐食里 也是半入了酸涩的浮水的 但是他必须吃 哪怕吃了以后腹痛男人 因为这是他唯一的食物了 我好想家 好想兄长 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一定不会再信男人 会一生一世爱护我的鬼话了 也不再不听嫂嫂的劝告 傻傻的相信 下嫁就能幸福一辈子 有没有人来救救我啊 鼠儿 怎么会是兄长的声音 是我已经被关封了 出现幻觉了吗 其实你该感谢大公主 什么 中书令看了一眼旁边的背景初 被Q到的背景初也有点懵 因为最近小公主喜欢听八卦 正是为了大公主开心才搜集的 谢谢你哦 我的阿爷 你真是太贴心了 许兰七被这个解释震撼到了 但也接受了 于是对着摇篮之上的背景初也磕了个头 妖兽啦 你做什么 我不会折兽吧阿娅 因完成隐藏任务 成功解救农学天才许新书 奖励积翻一百 什么 还有隐藏任务 哎 幸恐的一家也太不作人了 一个不知道什么时候 就能大放一彩的天才少女 就无声无息的死在了后宅 死在了一个骗子的湖边乱造里 还好被解救了出来 皇帝敏锐的捕捉到了天才两个字 农学天才呀 可以培育粮食 让全国人民吃饱饭的农学天才呀 差点就没了 他们一家人的命加起来 也没有一个许新书值钱啊 你说什么 让天下百姓吃饱饭是什么概念 就算小家伙用词夸张了点 只是提升了粮食的母产 对于国家对百姓来说都是极大的福祉 尤其越潮是农业大国 农田税收才是国家收入的主要来源 这种人才竟然差点死在了孔家那些人的愚昧和偏见里 孔家是吗 给也死 回去之后许兰七和妹妹商量怎么整孔家 你现在对她还有感情吗 没有 我现在想到她就觉得恶心 只想与她合离 很好 那就让孔家签合离书 如果孔家不干 那就只能强来了 于是没过几天 就有预示弹劾孔家贪污受贿 等孔郎中入狱调查后 孔家府上下才终于慌了 大不了我去给老大家的道个歉 让他把你们父亲放出来 仿佛去给人家道个歉 试下了他多大的面子一样 二少夫人忍不住呛声 您之前都把人家折腾成什么样了 以为是道个歉就能解决的吗 那又怎样 我是他婆婆 是他长辈 我都去给他道歉了 他还不原谅 就是他不笑了 不笑就不笑了 还能有命重要不成 你还顶嘴 你想被下堂是不是 下堂就下堂 当你们家的媳妇还能把命丢了 这婚离了也罢 孔夫人被气得直五心脏 许兴书前夫孔老大健壮着急道 要不我去道歉吧 那女人很好哄的 当务之急 还是就父亲出来 委屈你了我的儿 在他心里 自己儿子是男子 竟还要低下头给自己的娘子道歉 简直到反天罡 然后孔家大少就在许家门前 被门卫打得抱头鼠窜 许兴书 你完了 你知道你你在玩火吗 如果你激怒我 那么你成功了 许家下人无语了 看来是他们打得还不够狠 此时贤妃正在御出房 向皇帝求情 不过不是在为孔郎中求情 而是为自己的姨娘孔二少奶奶 届时抄家株连 希望陛下赦免妾身的姨娘 国有国法 但定罪之前 你可以去大理寺 让你父亲写一份放窃书 谢陛下 这孔家也真强啊 一个中书令 一个贤妃 哪个不是好大腿 这家人偏偏都能得罪透了 也是别人学不来的本事 贤妃走后 被皇帝传召的中书令和许心书来了 许心书也听兄长说了 是因为大公主爱听八卦 陛下才为了搜集八卦监视到了孔家 虽然听起来很离谱且不道德 但许心书还是对摇篮里小小的婴孩产生了好感 哈哈又来钱了 许小姐可真是的好人 哎 婴儿竟会讲话 难道我能听到公主的心声 该怎么让许小姐知道她自己是个农学天才呢 皇帝也在思考这个问题 什么 公主是在说我是农学天才吗 哈哈 许小姐有什么爱好吗 许兰妻看着皇上笑得不明所以 陛下不会是真看上她妹妹了吧 陛下 贾妹就擅长些琴棋之类的 陶冶情操的东西 就没别的了吗 陛下 陈女还擅长培育职务 既然公主都说了自己是农学天才 她为什么不勇敢一次 她从小就想研究稻苗一类的东西时 却被父母训斥 说不够高雅 好 那朕有事交代给你 宫中也有培育花草的女官 你便进宫来吧 陛下 小妹性格软弱 意志不坚 不适合在宫里当差 太极宫里能人辈出 设妹在宫里只会给陛下添麻烦 你是害怕许小姐在宫里受委屈吧 你一来就擅自替她拒绝了 那你问过你妹妹自己的心愿吗 哎 陛下简直糊涂了 我妹妹能有什么心愿 谁家好人想放着家里养尊处优的大小姐不做 要进宫干活呀 姝儿 你愿意吗 快拒绝了吧 看陛下这不死心的 非要我妹妹拒绝才肯放过 真是的 一定要走这个行事 陛下 臣女愿意 许岚清一脸猛逼 她很疑惑 她想反对 但是两个人都不理她 好好好 朕给你三天时间 记得来认知 钟书令恍惚的出门 本来是去感谢公主殿下了 结果来这一趟 她妹妹被陛下授予了职务 要说看上人的话 不应该直接封飞吗 姝儿 你为什么要答应 难道你是想做女官 从而成为陛下的妃子吗 兄长 女人这一辈子的追求 难道就一定是要成为谁的妻妾吗 我难道就不能做我喜欢的事情 有我自己的追求吗 许岚七愣住了 她并没有想过妹妹以后 一定要再嫁给谁 但心里也是把她当作 要养一辈子的责任 但是妹妹也是个人啊 世人就会有自己的思想 自己却下意识地 把她当成了只想吃喝玩乐 谈情说爱的娇小姐 这一刻许岚七进行了反思 眼看时间越来越紧 孔家终于答应了和离 签下和离书 好了 我们签字了 你该把我父亲放出来了 我什么时候答应过你 要放你父亲出来 你把我们家姑娘 昨见成这副模样 还想我帮忙 现在是白天 不适合做梦 不是你说和离了 就放过我父亲吗 我当然会放过 可是律法不放过 贪污受贿 你们就等着抄家吧 孔老大猛地起身 就想朝许岚七抓过去 要抢夺签好的和离书 但是他身后的侍卫 上前把他拦住 很好 殴打朝廷命官 最佳一等 进宫后 许心书被分配了 一大块院子培育植物 唯一意外的是 大公主经常被抱来这边玩 好漂亮的小姐姐呀 孔家真不是东西 要是我老婆这么漂亮 我肯定每天 嘶哈嘶哈地缠她脸 爱都来不及 竟然敢虐待 果然男人没一个好东西 美女姐姐贴贴 一连串的夸赞 把许心书都夸羞涩了 公主喜欢这个吗 陈送给您吧 不了不了 放在我那里 没几天我就看烦了 还是别人的东西看着香 听到新生的许心书 忍不住露出慈爱的笑 但是接下来 他又听到了背静出的新生 哎呀妈呀 感觉头好晕啊 睡了睡了 公主到底怎么了 又中毒了 皇帝已经麻了 怎么先皇生的这一代 皇子公主都好好地长大了 轮到她自己的宰 就都多灾多难 难不成真是 她是复杀凶糟的报应 我弟亲娘呀 这才几天啊 又又又中毒了 该说不说这公主命真应 不是说皇子才是高危职业吗 怎么现在公主也变高危职业了 宣誓殿内 公主都能再次中毒 要是下次歹人想要迫害朕 你们是不是也防不住 一屋子人直接跪下 皇帝先是平复 想要砍人的心 如果找不出毒员 就别怪朕来一遍大清醒 这时许心书都有点后悔进宫了 半君如半虎不是说着玩的 但是要是不进宫 她也不能经常找小公主玩了 诶 等等 陛下 臣有揍 说 说不定问题不在宣誓殿 而是在臣这里 公主经常去臣那里玩 虽然公主没有在臣这里吃过东西 但中毒 也不是只有进食那一条路 陛下的宣誓殿重重防护 可臣的寝居里却毫不设防 要是有心加害公主 臣那里确实是最好的选择 虽然说了这些 说不定会给她带来大麻烦 可是许心书更怕背后要害公主的人没被找到 去 排查许姑娘的秦居 是不得已 让人搜查了你的闺房 你还怪有礼貌的嘞 沈太医过去一起找 最后拿起那一束山丹花 连着花瓶一起端回御书房交给皇帝 陛下 就是这只水仙花 水仙 这不是山丹吗 山丹和水仙长得相似 但水仙气味有毒 更别说屋内放满了水仙 就是对大人来说 也对身体有损 刺花毒性甚大恐怕是特意培育的 我当时布置房间的时候 不想太麻烦 只问了一句花瓶里放的是什么花 然后上寝局的人说是山丹 金牌查 最后查出来是方妃所为 陛下 臣妾冤枉了 虽然所有查出来的从犯都指认是她安排的 再加上方妃有协力六宫之权 事情看起来已经明了 但皇帝总觉得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先会你宫里好好待着 等事情查清了 再出来 回宫后 被禁足的方妃越想越慌 陛下对大公主如此宠爱 要是最后真栽赃到了我的身上 岂不是死路一条 不行 我要写一封信交给宫女 让她一定送到正在清修的太后手上 现在只有太后能救得了我了 被禁出睡饱了舒舒服服的醒来 猛的对上两个放大版的黑眼圈 吓得飙了一声尖叫 蛾滴养啊 有鬼啊 救命 救命救命救命 蛾 你这小没良心的 被禁出叫完之后才发现 那个大大的黑眼圈是他爹的 呵呵呵 你就睡吧 谁睡得过你啊 好嘲讽 好委屈 宝宝是哪里惹你了吗 你知道你又中毒了吗 好家伙 我就说怎么睡这么舒服 醒不了一点 还以为是睡了得好觉呢 原来是又中毒了 是谁是谁 是哪的刁民要害本公主 皇帝哭笑不得 这时蒋公公来报 陛下 胜出来了 那些人确实是受人指使仙害防飞 但并不知道指使他们的母后子人是谁 看来事情到这里 最后可能就是一桩悬案了 但是被禁出好气 不查到是谁 他喝奶都不安心 对了 我不是还有个八卦系统吗 什么 是舒飞 这人有病吧 本宝宝哪里招他惹他了呀 舒飞吗 但是有了答案 也不代表能作题了 答题步骤还是得卸对 最多就是能检查做错了没 蒋公公 帮我传舒飞来御书房 垒个斗 英明神武啊 我的老爹 这也能查出来是舒飞干的好事 真的密他已经查出是你干的好事 还有什么好狡辩的吗 舒飞 知道事情败露 舒飞楚楚可怜的捂着还一点幅度都没有的肚子 陛下 妾身和公主无冤无仇 若不是有原因 怎么会对公主下手呢 皇帝只觉得厌烦 嫔妃之间争风吃醋 哪怕是下死手 她都不在意 但是不能害到她的孩子身上 没看见她龙共就剩这一个宅子了吗 甚至现在这女人害的是她的小公主 哼你说你说 为什么要害本公主 我倒是想看看 我每天就待在自己床上喝奶 还怎么能惹到你 总不能是我的存在惹到你了吧 搞笑 陛下和妾身身子都强健 胎儿却弱 妾身觉得不对 于是问了高僧 高僧说 是大公主嗑了妾身的孩子 卧槽 他爷爷的封肩迷信不可取之不知道 啊啊啊啊啊 我真的 你自己不觉得荒谬吗 妾身只是一片慈母之心 害怕孩子生不下来 陛下 妾身肚子里的 有一半可能是个皇子啊 您真的要为了一个公主 治我们的小皇子于苦境吗 背静出气地试图攻击舒飞 但是只能在摇篮里无能狂怒 什么意思 我就问你什么意思 你不会是想让暴君亲自处决我 来保你肚子里的那个胚胎吧 真是狗咬吕洞宾 亏我之前还高兴有二胎了呢 瞧瞧 这就有暴君了 我还什么都没干了 见皇帝不说话 背静出慌了 妈呀妈呀妈妈呀 狗暴君不会真的想嘎了我吧 呜呜呜 这年头亲爹也靠不住 我真是的小可怜呜呜呜 谁能比我更可怜呀 不就一会没说话了 怎么就升级成狗暴君了 是谁告诉你 大公主客你的孩子的 是宫外的一位高僧 是哪位高僧 对 是哪个兔鱼 竟敢在那里乱逼逼陷害本公主 是 是妾身的母亲去问的 妾身也不是很清楚 蒋公公 传杨夫人 你先坐吧 别伤着孩子 淑妃以为陛下这是心疼她 露出了一个羞涩的甜笑 皇帝觉得眼睛疼 转过头看闺女洗洗眼睛 老灯 一天天的迷信 还把主意打到本公主身上了 我老爹一定要给我找回场子 你要是偏心不帮我 我长大了自己去打死那老灯 不仅打死那老灯 还要把你的氧气管 皇帝很想说一句 小孩子不要说乌言惠语 但是想想 人家只是在心里想 没说出来 是你自己要去听人家的心声 皇帝只能任命地 接受脏话的洗礼 氧气管是何物 小家伙说的感觉 对我很有威胁的样子 算了 惹不起惹不起 淑妃听不到背静出的 骂骂咧咧 只觉得御书房安静地压抑 等会儿我母亲来了 我们也是仗义的一方吧 克兄弟姐妹的灾星呢 谁不害怕呀 臣妇叩见皇上 好呀老灯你来了 你给老娘说 特么的是哪个贵儿子 说的本公主 克着克那克天克地的 真问你 你们说的大公主有爱胎儿 是哪个高僧所言 杨夫人不敢欺君 以五一十的到来 说到是天玉寺的高僧时 背静出觉得有点熟悉 天玉寺 这花里胡哨的名字 在哪里听过呢 啊对了 之前许心叔姐姐被孔家倒 背后就是那个什么 天玉寺的和尚在那里嗶嗶的 也就是许姐姐不在这里 我该怎么提醒他们啊 去请天玉寺的住持 陛下 天玉寺的僧人不问红尘 是不出伺的 不问红尘 只要还活在这个世界上一天 就得听朕的 去请 过来救保 请不来高僧超凡的灵魂 就请来他世俗的躯体 除非他给朕当场人计 哈哈哈哈 我阿爷好帅 爱你比心心 杨夫人跪在地上 冰凉的冷意传到膝盖上 可是皇上没有说让他起身 杨夫人也不敢自己起来 只好给淑妃使了个眼色 淑妃平时也不敢贸然开口的 但是肚子里尚未出生的孩子 给了他勇气 陛下 妾身的母亲还没起来呢 朕知道 淑妃知道皇上是故意针对他的母亲 一下子泄了气 觉得有些委屈 不就是觉得我阿娘说的 对大公主不利吗 明明是大公主 掀客我的孩子的 两人度日如年 叛星星叛月亮 终于盼来了他们说的高僧 草民 草民参 参见陛下 哦哦草民 你这和尚不专业呀 怎么背下的毫无得到高人的风度 听你说 朕的大公主会科朕为出生的皇子 这 贫僧 而不是 草民 草民看这夫人穿着富贵 一看的女儿也是嫁得有钱人家 有钱人家谁没有两个机械生的儿女 就随便说了一个 草民只是想骗点钱 以为他们会拿着钱来找草民做法的 谁知道这两疯子 而不是 谁知道两个贵人会想着杀人啊 听到这句话 杨夫人两眼一番 差点绝了过去 笑死了真是 人家只是想骗钱 这俩蠢货却第一时间想害命 果然人要做死拦都拦不住 也就本宝宝服大命大 换个人现在尸体都凉透了 皇帝觉得很对 换个孩子尸体都凉透了 对孩子出手 他是绝不能忍的 你个妖僧 你把我们害苦了 我只是想骗钱 又不是想杀人 但凡有点人性的都是来问我做法 谁会直接拿小孩子开刀 这时被皇帝传召的许心书也到了 之前说 你客夫客子的寺庙是哪一座 天玉寺 和尚一开始还有些懵 他们天玉寺行骗也不止一个和尚 所以不知道许心书的事 但一听到天玉寺三个字就知道 他们又得罪了一个贵人 他妈的怎么就这么倒霉 得罪的全是贵人 那从今天起 这种骗人不浅的东西就不必存在了 把这个骗人的和尚拖下去 砍了 如果说初出客胎儿这句话 不是出自这个神棍之口 而是国师批命 那我会不会放弃这个孩子 来保护其他的孩子呢 哎 自己养的孩子 终究是不一样的 淑妃肚子里还揣着一个 只要他儿还在 老爹应该不会处罚他 但要是连羊夫人都放过了 我长大后肯定会去拔混蛋老爹的氧气管 不对 古代没有氧气管 那就给他下老鼠药 陛下 阿娘也是户外孙心气 以后肯定不再犯了 他若是受罚 妾身伤心之下 也会伤到孩子 求陛下开恩 放过阿娘一次 或许可以等淑妃生产之后 正在处置他 哎呀呀好气 好大的脸 你以为肚子里是怀了个免死金牌呢 免死金牌都还有次数限制呢 这胎儿还是无限次的事吧 放过孕妇就算了 还要放过你妈 那我是个小丑吗 我就白中毒了 确实 就算投鼠忌器不能将淑妃怎样 另一个罪魁祸首也要放过吗 淑妃 你回宫去吧 那陛下要答应妾身 不能惩罚阿娘 学到了学到了 这就叫得寸进尺吗 法律在你这里就是摆上 来人 把淑妃请回宫里 没到生产 不得出请宫 淑妃当然不愿意 但是工人直接上前绑人 避开腹部把人架回去 你们这些贱婢干什么 小心点 别伤着淑妃肚子里的黄四 住手 随着一声大贺 门外走进一个衣着滑贵的老妇人 哎呦 我的便宜爹要生气了 袁助理这个暴君 对权利益有一种变态的掌控欲 具体就表现在 就算是他的亲妈太后 也不能随便进玉书房 太后不是在佛堂清修吗 为何突然回宫 还连通报都没有一声就进来 哀家日日祈福宋经是为了什么 还不是为了求皇帝子四兴旺 哀家要是不直接进来 你还想对怀着哀家孙儿的孕妇做什么 太后 您一定要帮帮切身 我们知错了 再也不敢谋杀大公主了 求您让皇上放我阿娘一次吧 不是说方妃害的公主吗 您消息滞后了 是淑妃干的 就是如此 也得等孩子出生了再做处理才是 否则影响了皇寺的身体啊 您的大孙女被投毒 也影响身体 淑妃怀胎还不足两个月就能闹这般大事 还有七个月 不做处理助长野心 朕实在不敢想 以后还会闹出什么疯了 人的欲望若不加以限制 只会越来越大 欲和难填 这些都是您教我的 母亲 您忘了吗 太后一愣 似乎陷入了某种回忆 不会的 妾身不敢了陛下 朕只信自己 把你关起来 没有兴风作浪的能力 朕才放心 公主年幼 身体尚弱 真不想再经历丧子之痛 淑妃腹中的胎儿 要是有个万一 陛下就没有丧子之痛了吗 皇帝很想说程度没那么重 素未谋面的胚胎 和精心照料了两个月的女儿 是不一样的 今天哀家在这里 看谁敢动淑妃 太后直接硬刚 但皇帝也不怕 平时两人意见一致的时候 就听太后的 意见不一致的时候就听她的 正准备让人把太后 赶到一边去食 好饿呀 你们吵完了没有啊 不知道本宝宝该喝奶了吗 婴儿是不能饿肚子的懂吗 蒋公公 你先带公主下去喝奶 太后第一次有孙女 看见小婴儿白白胖胖 可爱的脸蛋 被蒙了一脸血 她心里的血脉 亲情一下子就燃起来了 再看淑妃他们的样子 顿时面目可增了起来 啊 好可爱 但是还怀着的孩子 也不能不管吧 毕竟有一半的概率 是个皇子呢 皇帝若冠两年了 都还没个继承人 太后又看了眼贝靖出 可是孙女真的好可爱 谋害公主确实可恶 皇帝自己处理吧 哎呦我的小乖乖 爱家是你大母 你认得大母吗 局势瞬间反转 皇帝苏妃一脸懵逼 大母是什么东西 是祖母的意思吗 一道心声穿进太后耳中 她愣了一瞬 以为自己出现了幻觉 还愣着干嘛呀 本宝宝饿呀 快帮我去喝奶呀 大母你要饿着你大孙女了 太后对这个世界产生了怀疑 她竟然能听到自己大孙女的心声 这孩子跟她也太有缘了吧 来人 把淑妃关回自己寝宫 将杨夫人押进大历寺 吃饱喝足回来的贝敬初 对于两人只是被关起来 很不满意 奶奶道 我差点尬掉了 这两个人就只是被关上 还免费吃喝包吃包住 因为骂得太脏被和谐掉了 中间穿插的一些清晰明了的暴君 昏君狗皇帝 可以听出来 小家伙是气狠了 但是皇帝很委屈 蒋公公 帮我代谢圣旨 是皇上 淑妃 便为财女 产后执行 杨氏 朱一族 贝敬初听完后 发现是自己误会便宜爹了 但是吧 朱一族也太狠了吧 事情只是淑妃和杨夫人干的 他们家其他人很冤的爱 人在家中坐 醉从天上来 小孩子童真善良是好事 可等你长大了就会明白 杨夫人和淑妃的做事的动机 是保住皇子 一旦生下的是个皇子 就是皇长子 且淑妃会被利好 那孩子长大后成功继位 杨家一家就会拥有满门荣耀 那些被牵连的人 是被连累的 平静了几天 到了孔家被流放的出发日子 许新书向皇上请旨 今日是孔家人上路的日子 臣想去送行 我也要去 我也要去 天天在宫里待着无聊死了 我也要去看 许新书听到小公主的想法 倒是想满足她的心愿 但是她请求出宫已经是魄力了 可以带公主也一起出去吗 许姑娘 带上初儿一起吧 她很喜欢你 是 严重 突然一个人影跳出来 吓了贝敬初一跳 不是吧大哥 你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这就是传说中的皇家暗卫吗 跟着公主 直到安全回宫 是 陛下 许新书抱着贝敬初出宫 宫门外中书令看见了他们 急匆匆的迎上来 你怎么把公主也带出来了 是陛下要我带公主出宫玩的 小婴儿需要出宫玩什么 别是那心脏的家伙 又想了什么计谋 你还傻傻的以为 只是带他女儿出宫玩一趟 被卖了都不知道怎么一回事 兄长 公主还听着呢 听就听我 一个小屁孩还能听懂 我是在骂他父亲吗 没想到吧 我不仅能听懂 我还听得懂懂的 还有 就算他能听懂 他还能告我状不成 哎呀 好像确实不能 嘿嘿嘿 还是小婴儿的脸软乎 我们家那个臭小子都长皮实了 兄长 公主是没法告状 但是暗卫可以 什么 有暗卫 你不早说 哈哈哈哈 你完了 两位贵人 人就在那 要说什么就说吧 不过最多等两课钟 我们就必须出发了 想出气就用鞭子 贴心的嘞 而且还能收拾他们半个小时呢 徐姐姐 冲呀 夫人 夫人 我在这里 你是来救我的吗 谁是你夫人 不是早合理了吗 真不要脸 你还指望着他救你呢 他不来害 咱们就不错了 阿娘 你别惹书儿 书儿和我的感情多好 怎么可能不救我 像是怕许心书反驳一样 她急忙地插话 想要抓住最后一根稻草 娘你等着 到时候我回去了 也会想办法救你们的 呵呵 现在已经来不及了 早去干什么了呢 许心书养起鞭子 就往坑老大脸上抽 他只恨自己力气不够 突然一鞭子 就能抽得他皮开肉绽 二位贵人 时间到了 我们要上路了 来 给官大人拿一百两银子 流放路途凶险艰难 囚犯不能过得太好对吧 明白明白 小的做事您放心 我雷个逗 估计这两人是活不到流放地了 许心书有点手抖 从小天真烂漫的大小姐 估计是第一次做这种事 徐姐姐好清醒 懂得反抗 以前我可是遇到过 无论被怎么虐待都不反抗 甚至深深爱着渣男的女生 回到府上后 许心书的脸上却并没有笑容 兄长 你说女人为什么成亲后 就要低丈夫一等呢 因为自古世道如此 放屁 因为你结婚之后就住他家了 周围都是他的家人 他的仆从 但凡让他住你家世事 还不是任你拿捏 公主说的很有道理 但是许家是不会让我招赘的 幸好我以后就是宫廷女官了 可以一辈子不用嫁人 也不知道将来哪个混小子 有着好福气 能娶到咱们公主 哎 叔叔 你看我家那小子怎么样 不是吧兄弟 我还是个孩子 你都能想到这么远去了 回御书房之后 严重给皇帝汇报今日的见闻 听到暗卫的汇报 皇帝并没有对中书令 吐槽他心脏有什么看法 但是 真的刀呢 这狗贼打的什么小算盘 我还不知道吗 就他那留着鼻涕 光着屁股担子 满院子撒鸭子 跑的小乌龟王八高子 也配得上我美丽可爱 聪慧机灵善良大方 开朗活泼文静纯洁 天真温柔灵力动人的出出 做梦去了 雷豆 谁在背后卖本宝宝呢 打了好几个喷嚏了 公主别是凉着吧 这大冬天还挺冷的 我的好嬷嬷 屋里的炭烧的 我都快出汗了 我就是中暑都比着凉靠谱 这就是投胎成公主的好处了 冬天再冷 屋子里永远轰着红彤彤的炭 陛下 这是妾身父亲 在妾身满月时埋下的女儿红 一饮一滴 皆是父亲全权爱女之心 埋着等妾身嫁人之时 娶出来喝 没想到事事无常 妾身竟有幸入宫为妃 这女儿红无法在婚宴上喝到 却有幸摆到陛下面前 让陛下品尝 酒过三旬 皇帝还在醉酒中 毫不在意 大公主才满月不久呢 陛下也可以现在埋一坛 待公主嫁人时 就是酒精岁月的陈年佳酿了 此时 皇帝立刻就清醒了 埋女儿红 埋个屁 女儿才满月就提醒着她将来要嫁人 要不把士林的男孩都杀了吧 不行 这太荒唐了 那就不让闺女嫁人吗 但是清汤寡水一辈子也太委屈我的小公主了 要不着坠呢 方妃见着皇帝突然面色沉沉 甚至咬牙切齿 带着杀意 被吓得又是惊惧又是疑惑 害怕自己是不是哪里惹到了她 连呼吸都清了 有了 等初而成年就每年送她十二个念兽 一个月换一个 一月是枝栏玉树的翩翩君子星 二月就来一身剑子肉的肌肉猛男性 三月先一怒马少年郎 四月成为睿智老狐狸 我不信还能有大尾巴郎 把我养大的小点心叼走 既不用嫁人 也不会寂寞 朕不愧是朕 皇帝想通之后终于开心了 面色由音转情 哎 艾飞刚才说到什么了 继续说 朕听着呢 你有病啊 吓死我了 某天还是皇帝老爹 奋笔疾书的披折子 被静出安逸的 在自己的摇篮里 当一个吃了就睡的小米虫 糟了 瘟疫要来了 不过原书里没有提示在哪里爆发的 只说是在京郊 让我看看是什么原因爆发的来着 幸好我想起来了 不然就错过了 不对 我想起来也没用啊 我又不能通知他们 完了完了完了 怎么办怎么办 真是仇人呐 你说你说 快说我听得到 真是急死个人了 生生脸色怎么看上去这么差 完了完了 陛下争反着的时候 可不能打扰他 哎呀不要直接告诉小家伙 我能听到他的心声 文艺可不是件小事啊 算了算了 我先看看情报再说 看小家伙还没有打算摆烂放弃 皇帝松了一口气 完了完了 这没办法呀 天气一长 连连暴雨 山红爆发 是死的人太多来不及买引发的疫病 这里面哪一环都不是人能阻止的 大灾之后必有大意 同理 瘟疫的传播前面也多半有灾难 什么 大灾之后必有大意 还是第一次听见这种说法 史书上好像确实如此 黑真是阿耶的小福星 以后疫病的防止就有多一个规律了 想到这里 皇帝盯着背进出 不禁露出老父亲般的笑 那你干嘛 本宝宝知道我自己很可爱 但老东西你干嘛 一直盯着我傻笑 啊 你这小没良心的 不过既然知道是山红爆发引起的 趁着现在还没有暴雨 可以提前加工防水的河堤 朝廷每年都有拨款去修 只是多在下训之前 冬天没有准备 才打了个措手不及 如果伤亡后发现死人立刻清理 不让那些人搞个停尸 三天几百破研使经 只是这样一来不讲人情 我暴君的帽子就更摘不掉了 爱生活不易 暴君叹气 如果再知道一病源头的地点就好了 小家伙也不负他所望 哎 是西郊的村子先爆发的 然后迅速感染 之后牵连到京城 最后皇宫都受了殃及 太后也被传染之后死掉了 皇帝猛然一经站了起来 虽然她和太后关系生疏 但到底是生母 再怨再恨 也不愿意看她死的 而一旁的蒋公公立刻跪下请罪 我的妈呀 我是不是惹彼下生气了 虽然不清楚怎么一回事 但人说总没错的 哎 就是因为这个事儿吧 我的倒霉阿爷还被讨伐了 本来夏季才是雷雨季节 发个洪水什么的也不奇怪 但现在都冬天了 于是有人说是皇帝行事残暴 得不配位 出怒了上天才降下天罚 一定要他下最己诏 呵呵 很符合我对那些算如学究的刻板印象 但是最己诏这东西是不可能的 这辈子都不可能的 封建迷信要不得知不知道 自然灾害就是自然灾害 还出怒上天 你以为你们算哪根葱 皇帝又算哪根葱 上天根本就懒得搭理你 懒得搭理人类 人对蚂蚁来说也是上天 人会在意蚂蚁里面谁当王了 谁杀了兄弟又被蚂蚁轮了 太残暴了吗 不 你只会淡定的路过或者尖叫着路过 虽然闺女的话都是向着他的 但封建王朝的皇帝觉得自己听着 怎么就这么不得劲呢 但是他的一席话让皇帝豁然开朗 哎 我也活了半辈子了 一路披荆斩棘登上皇座 还没有一个小孩子来的清醒 出而说的有道理 上天可能懒得搭理我们 否则我这样每天都在扣功德的人 早就该下去见阎王了 人寿殿里 太后身边的会姑姑一脸喜色的给太后打报告 多大岁数的人了 还这么喜行余色 是捡到金子了这么高兴 太后您就别打去奴婢了 是陛下要来给您请安了 这会儿御驾已经在路上了 好端端的 怎么想起来看哀家了 陛下孝顺呢 也就是朝中是盲 线下可能得空了 就来给您请安了 背景初也被报到了人寿殿 太后一见她 笑得更灿烂了 初儿才多大 这大冷天的你就把她带出来 也不怕凉着孩子 话一出口 太后就晋升了 她和儿子的关系本来就僵 不好好关心 进一番拉近母子关系也就罢了 还一出生就是责怪 太后多虑了 朕自然是坐暖觉来的 不会让公主顶着寒风 安安 好 背景初低溜溜的大眼睛转着 看着这尴尬的气氛 其实阿爷是怪太后当年忙着争宠 不管孩子 她都发烧在床上说不出话了 太后还在想着怎么讨好先皇 太后和皇帝同时一僵 皇帝是被说中了心思的不自在 太后却是惊讶这孩子怎么知道 哎 我这阿爷孩子少 个个都疼爱 所以不知道不受宠的皇子是什么待遇 皇子受宠无非是自己有出息 或者亲妈是宠妃 太后就是考虑到这一层 才卯足了借争宠的 才让皇帝有蛰伏的机会 原来阿娘并不是只在意父亲的宠爱 不在意我这个儿子 不是把我当争宠的工具 获得权势 获得尊贵地位的踏脚石 而是为了我能得到更好的资源 才去争宠 都是很简单的道理 只是这母子俩当局者迷 没看明白 而我这傻爹呢 当时年龄小又受了人的误导 以为太后只是把她当工具 就更恨了 又都不长嘴 一个怪当妈的不关心自己 一个闲做儿子的又闷又硬 整天丧着个脸跟个石头一样 直到太后得了瘟疫 将死之计才说开 来个字欲养而亲不待 这不是闹的吗 我记得这孩子小时候是很乖巧的 虽然不活泼 是个腼腆的性子 我最喜欢逗他了 一逗就害羞 惹极了还哭 特别好玩 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越来越生疏了 还有 我会死于瘟疫吗 背景初不知道两个人在偷听 继续想着 其实太后也算是求人得人了 颜太妃就是一心扑在儿子身上 母子俩感情多好啊 但是没给孩子带来任何帮助 夺敌的时候其差一招输了 再好的感情也只能一起到地下团聚去了 比起孩子和她感情精进 她应该是更希望孩子能好好地活着 荣耀加身 所以这么多年 倒是没后悔 只能说是遗憾 但是我阿姨后悔呀 悔死了呀 则真可怜 背景初看着他俩相顾无言干着急 急得都要回说话了 太后古怪地看了皇帝一眼 实在想象不出来 这没心没肺的小子伤心后悔的样子 初初啊 有没有想大母啊 大母还想把你带过来人寿电柱呢 就是想着外边太冷了 怕你路上风寒放弃了 结果 你那不靠谱的阿爷 直接就带你出来 这次皇帝没有再反驳 只是微微低头听讯 竟有种难得的乖顺之感 我们小宝贝有没有被冷到啊 背景初笑得甜甜的 简直是个活泼可爱的一个小肉团 还是孙女好啊 比我生的臭小子好多了 哎 孙女留在这里就好了 但是小家伙刚说 我是因瘟疫而死的 到时候传染了它可怎么办 阿娘既然这么喜欢小家伙 不如把小家伙留在这里吧 可太后或许会感染瘟疫 失去母亲已经是悲痛之事 我不能让女儿也染病离世 这以后每日都来给太后请安 我们先走了 大师补好了陛下 苏菲闹着腰绝死 之后智商上线了呀 直到被发现了肯定下场凄惨 当时读我的时候怎么就不怕呢 陛下 咱们虽然封锁了书警店的消息 说杨夫人只是被赤夺了官聘 但苏菲不信 闹着腰一定要见杨夫人一面 否则就绝死 不吃就饮灌 灌不下去就随她 只要杨家被灭的消息 没有传到她耳朵里 苏菲暂时怀疑 也不敢对孩子做些什么 告诉苏菲 如果黄四出了什么问题 朕诛她三族 不愧是暴君啊 人家三族又是啥都没干无缘无故受牵连的 万恶的封建社会 暴君本人并不理她的吐槽 月巢有月巢的规矩 黄四和嫔妃都属于帝王 是帝王的附属物 不属于他们自己 伤害黄四和嫔妃自残 本就该获及家人 她欣慰于女儿的善良 但这些善良不该泛滥 一连好多天的暴雨 皇帝根据贝敬初的预言 暗中安排沈太医去西郊候着 如果有疑病出现的征兆立刻遏制 这天消息传到御书房 惊呆了贝敬初 啊 不是说西郊爆发的瘟疫吗 为什么要是东郊啊 看来是因为这次西郊防治的好 还以为瘟疫能躲过去 没想到还是来了 系统啊 你这个消息不准确 我要给你插评 亲 这只是原著剧情 但是您的到来会引起蝴蝶效应呢 有变化是很正常的 关于原著的情报只能作为参考 不能完全依赖我亲 我只是一个只会喝奶的婴儿 能引起什么蝴蝶效应 亲 你要相信自己 一只蝴蝶在大西洋 彼岸生动的翅膀 可能引起一场龙卷风 喂你 我的宿主 你不是普通的蝴蝶 你是大铺龙儿子 蒋公公 快速速召集沈太医去东郊 封锁城门并运送物资 本来沈太医一直是个 在太医院被忽视的底层小可怜 所以研究出了药方 也找不到上奏给皇帝的机会 他真的 我哭死 他都不求这妖宫了 直接把药方拿出来 但是资历不够 没人信他 白白耽搁了好长时间 一病都泛滥了 直到皇帝发火要砍人了 太医院的人实在想不出办法了 才死马当作活马医 最后成功了 却被人抢了功 那些人为了防止败露 还把他灭口了 妈蛋 知不知道一个沈太医 比他们这些操弹玩意儿值钱多了 他的天赋是能成为下一个要胜的 说不定他要是在 暴君以后就不会死这么早 很好 现在我又被打回成暴君了 真的 没强惨啊 幸好现在的发展是不一样的 要不然绝对气得我晚上都睡不着 哎 这次我不会再早死了吧 小家伙提醒了我那么多 避开了一个又一个陷阱 不说千秋万岁吧 多活个十几年还是能做到的 我还不想死 不要抱我过去呀 怎么了 怎么了 哎呀 我的小宝贝怎么还掉筋斗斗了呢 床脚那里有病毒 大母你也不要去 会感染瘟疫的 我就说皇宫防范的这么严密 怎么还会让你染上瘟疫 结果是有人故意的 但是这是你要睡的地方 迟早会感染的吧 哎呀 怎么办啊 太后精一不定的看向床榻的方向 后退了好几步 太后 臣已厌明 是您床上的香带有问题 太后后怕的看着旁边已经睡着的背静初 真是幸好 幸好有初儿啊 如果此时背静初点开系统页面 就会发现太后的好感度已经涨到50了 而且防止瘟疫爆发和避免太后死亡的支线任务也已经完成 就等他进去领积分了 毕竟初一觉睡醒的时候已经回宣誓殿了 皇帝连夜审了一干人等 但还是断了线索 皇帝一路杀上位 得罪了太多人 登基以后为了推行政策也阻挡了很多人的利益 那些人杀不了皇帝 就通过太后让皇帝也染病 但结果人家就是运气好 原助理太后嘎掉了也没被传染上 小家伙说的没错 宣誓殿是戒严等级最高的地方 一只蚊子都飞不进来 要直接害朕难入登天 只有太后还有可能在感染瘟疫以后 临死之际可以见一见这 因为这些皇权斗争 勾心斗角害得连母亲都被连累 皇帝突然觉得有一次心泪 见皇帝没有查出幕后之人 背静初偷偷摸摸的摸进情报商城里找 好吗 是我想多了 人家就是冲着太后去的 他们还知道精准定位 不伤及无辜 人还怪好嘞 我还以为是冲着暴君去的呢 结果是方飞的对家呀 方飞的母亲和太后是闺蜜 所以她所在的张家借着太后的硬币 在经中也是排得上名号的人家 起因是张家有个子弟 在学堂斗殴 打死了康家的儿子 结果那小公子是康家这一辈 唯一活下来的孩子 就这么被姓张的活活的打死了 让人家怎么不恨 康家只有一个小官 面对和太后关系好的张家 根本就是堂壁当车 就连要学堂把肇事者开除 学堂都不敢 为了八戒张家一直讨好肇事者 但是你说巧不巧 死者的大姑正在宫里做宫女 面对疼爱的小侄子惨死 又正直瘟疫爆发 干脆就堵一把 把太后弄死 只要太后一倒 张家就什么都不算了 但是吧但是 我祖母惹你们了吗 经兆尹不敢管这些 你就不能地狱状吗 我爹虽然残暴 但不是是非不分之人啊 哈哈 谢谢夸奖 既然如此 康家一律处置 张家那个把人弄死 还不偿命的顽固子弟 我们斩首 包括包庇之人 也是为从犯受罚 真相公之于众后 太后倒是觉得自己祸从天降 就因为提携自己的闺中密友 就遭此一劫 方妃却是差点晕过去 母族跋扈 实乃妾身失察之罪 望陛下赐妾身 归家省亲 妾身一定将张家收拾得规规矩矩 再也不给陛下和太后添麻烦 方妃知道这时候不能推卸责任 果然 此话一出皇帝满一点头 太后不满的神色也平和了一些 嘿嘿 带我去带我去 我要去凑热闹 带我去呀 本来不想让小家伙去的 但要是不满足小家伙的愿望 今天她就会好一晚上来表达她的不满 就算在隔壁也能听到 为了我的睡眠 还是妥协了吧 方妃 你看公主见你笑得很开心 她很喜欢你 你抱她去玩吧 感谢 两个月大的小婴儿竟然听得懂人话 这么机灵软萌的小公主 要是我的孩子 爱都来不及 恨不得把全天下最好的东西都给她 其实那个贪心不足的 竟还嫌弃不是个皇子 真是不明白 天下怎么会有母亲嫌弃自己的孩子 哎 小公主要真是我的孩子就好了 好像啊 馋死本宝宝了 现在的小吃总没有添加剂了吧 可惜我只是个宝宝 我只能看着吃不了 嘶哈嘶哈 好吃的 你们都等着吧 等本公主长大了再来宠幸你们 什么东西 谁的声音 何方妖孽 阿糖葫芦 那个扁扁的糖葫芦一看就很有食欲 我就喜欢吃这种熟山楂做的 但是商家基本上都用的生山楂 现在终于看到了 口水都要流下来了 伴随着小孩子激动的声音 方妃终于确定了那个声音是小公主的想法 不过她的第一反应是装作不知道 要是把这件事说出来 万一陛下对女儿宠爱到 已经不管她是不是妖孽的地步 只会杀了我灭口来保护公主怎么办 要是陛下觉得大公主的怪异之处是不祥 处置了公主 若哪天想起来曾经的妇女之情 想必心里也会怨恨我这个告密者 九五之尊的一点怨恨 就足以让我万劫不复了 而且小公主那么可爱 我可见不得她死 贝靖初被芳妃抱到了张家 终于见到了耳闻已久的张家人 一行人先跪完了芳妃 然后看到她怀里抱着个奶娃娃 芳儿 这是 这是大公主 然后他们还没站直六 就只能又跪下去给贝靖初磕头 呼公主千岁 身份摆在这里 就算是个奶娃娃他们也得跪 省亲的一英礼节走完之后 张夫人在只有他们三个人的场景下放松了下来 而芳妃抱着贝靖初落座在上手 只觉得恍如隔日 她再也不是以前那个人气吞声的小姑娘了 其实作为张夫人亲生的唯一的女儿 芳妃从小应该千娇万重长大才是 可惜 芳儿 你大哥就要问斩了 最近你父亲也是焦头烂额 他自己也被皇上罢了职 你不知道 娘看着他这样子 真是心疼坏了 你是陛下的嫔妃 面胜容易给你阿爷向皇上求求情 把你大哥放出来 我们以后一定会约束好他的 古代版中年恋爱脑啊 太后都要气死了吧 自己的闺蜜一嫁人就变成了恋爱脑 丈夫数子数女一大堆 私生子私生女数不清 你说你不可待 甚至关爱她们 是因为你心肠好 这没问题 但问题是其他的孩子都能排到你亲生女儿上面去 尤其是树长子 因为那是相公疼爱的孩子 我要爱他所爱 我真的要吐了 听着那阴阳怪气的话 方飞嘴角一抽 怎么听着这孩子比她还气 原来母亲的行为叫做恋爱脑呀 这三个字是如此的通俗 却如此的精辟 我还记得 小时候母亲不受父亲喜爱 然后 明明丈夫出轨搞外遇 丈夫人不但不醒悟 还要帮着虐待女儿 这是恋爱脑晚期了吧 这个家里里外外都是我操持的 我真的累啊 你阿爷还在外面拈花惹草 人都虚了 我还得给他熬药膳进步 那火一钉就是几个时辰 你娘我是真的累啊 你阿爷一点都不会心疼人 嘞就不给他熬了呀 再不行让下人盯着 哪里需要娘亲自盯火候 我不管他谁还管他 他离了我的照顾 身子虚了怎么办 虚了之后 正好就没办法出去惹什么花草了呀 不好吗 你这孩子 那是你阿爷 你怎么能这么说他 不是阿娘先抱怨的吗 阿爷对阿娘不好 他竟然打阿娘 阿娘 你和他和离吧 以后方儿照顾你 永远孝顺阿娘 我们不理那个男人了 没想到 张夫人却转头告诉了张夫 方飞永远记得阿娘得意洋洋的表情 知道吗 你女儿都说你对我不好 不配被我照顾 劝我们和离呢 但是我对你多好 无论怎么说都不肯 你现在知道该珍惜我了吧 知道谁才爱你了吧 什么 小小年纪目无尊长 来人阿 张家家法处置 打到皮开肉战后 方飞懂了 一切不以和离为目的的抱怨 都是秀恩爱 祝他们所死 天长地久 百年好和 从回忆里出来 方飞冷笑一声 你们真以为 本宫这次回复醒亲 是来看你们 给你们荣耀 和你们续一场天伦之乐 演绎出嗜毒情深的吗 可惜 父慈子孝 其乐融融 在我们之间 以前不存在 现在将来都不会存在 方儿 你真的不要阿娘了吗 夫人渐月了 本宫乃天子飞玉 夫人不可知乎无名 就是就是 还以为是任你搓扁柔圆 随意拿捏的小孩呢 方飞无奈的 看了一眼小公主 气鼓鼓的小脸 心里似乎都静了下来 丈夫端着一张严肃的脸 就是典型的封建 大家长的样子 看上去真有些唬人 为父母者 还不能呼女儿的名字 这是何等道理 天地君轻视 本宫为君 尔等为臣 自然排在孝道之前 方儿 你这是不孝 怎么能忤逆你父亲 不孝之女 我们可以去大理寺告你的 我去 这真是亲生的吗 这个时候 不孝可是大罪名 一顶忤逆的帽子压下来 父母若真是去告 孩子是要坐牢的 但凡有点人性 都说不出这种话 还是我爹好 我都尿他头上 他都不骂我 方飞听到小公主 心声险些 维持不住表情 实在是无法想象 冷肃成本的陛下 被小孩子尿一脸的样子 您去告呀 慢走 不送 需要本宫为你指路 大理寺在何处吗 看大理寺卿 敢不敢为了父亲您 得罪陛下的宠妃 虽然他算不上得宠 但后宫里也没有得宠的 协理六宫之权 都在他手上 为同父后 说一句宠妃也不过分 哟哟哟 还兴道德绑架呢 不过是自我感动罢了 我方飞阿姨上辈子 造了什么面 遇到你们这两个老顽固 儿啊 娘照顾你十几年 生你的时候难产 稳婆问我保大保小 我拉着她的手说 一定要保住我的孩子 幸运的我们都活下来了 做娘的 为了你连命都不要 你去对你的老母亲 恩将仇报 我怎么就生了 你这个不孝女啊 方飞觉得不对 却不知该如何反驳 有些恋爱脑 就是享受 给男人生孩子的感觉 娘当满极休者 你生人家的时候 也没问过 我方飞阿姨愿不愿意啊 说不定人家 早知道出生以后 要面对你们这对奇葩父母 宁愿烂在肚子里 方飞微微瞪大眼睛 只是以一种奇怪的方式 进入了她的脑子 原来还可以这样 阿娘生本宫的时候 也没问过本宫的意见 要是早知道 是碰上你们这对父母 本宫情愿被一碗滑胎 要送走 张夫人愣了 这刁钻的角度 把他们二人 真的不知如何反驳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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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不想活 那你怎么还苟且 在这世上 有本事你去死啊 扎然听到自己的父亲 咒自己去死 方飞心里还是有瞬间的难受 不过比起母亲 她更喜欢父亲的态度 可以让她的心 迅速冷硬下来 不像母亲 对她的好和呵护是真的 让她既无法放心的离开 又无法全心的孝顺她 纠结拉扯 才最是难熬 您确定吗 教唆飞瓶子枪 是要杀头的 你们吵得好激烈 虽然我爱听 但是忘了正事吗 方飞当然没忘 她这个人一向以正事为主的 不过这还是她为非以后 头一次以示压人 第一次见到两个老不死的吃饼 是没有回旋的余地了 我这次来是告诉你们 张家一招是大 欺压他人 甚至连累太后 陛下震怒 太后已经不愿意 再庇护母亲了 张家以后不能再借着 太后的名义招摇 还有本宫的名义 但凡有一次被本宫发现 就与张家割袍断衣 退出族谱 方儿 方飞 太后怎么会不管我了呢 我们可是三十多年的交情了 只是庇佑母亲一个人 太后当然是没问题 但是您非要倒贴 您这愚蠢的丈夫 还帮着她是非不分 纵容祸害 别告诉本宫 长兄的事情没有您出手 外头的人可不认父亲 这个没用的东西 只认您这个 被太后硬币的 遗品告命夫人 而你的包庇之举 连累太后差点丧命 您什么时候脸皮那么厚 会觉得太后 会为了你那拎不清的脑子 冒着危险继续管你呢 说完之后 张夫人沉默两久 就连张傅都隐隐不安 贝静初和方飞 忍不住期待起来 难不成张夫人的恋爱脑 真的想开了 方飞 您怎么能说 你父亲愚蠢呢 干 妈的恋爱脑 僵尸都不吃 总之本宫就一句话 不许再惹是生非 但是两个老顽固 明显没有听进去 不过没关系 她会让他们听进去的 这时 一宫女来报 主子 张家人的罪状 已经收集好了 拿来 大了 看不懂啊 这他妈的转题啊 转题我只能认秦始皇 打钱那种 方飞差点没忍住笑出来 实在太可爱了 但是她的好心情 在读到奏本上的内容时 逐渐消失 好啊 真是好 你们还有什么惊喜 是本宫不知道的 出了张老大的事情 她就知道这张家 绝对有其他人 一样的横行霸道 于是趁着归家的功夫 让人去向家里的下人打探 但没想到这么多 简直是丧心病狂 很以为结束行程 已经各自回屋的众人 又被叫了回来 张妻小姐语言恭敬 但任谁也听得出 她的不耐烦 阿子 有事能一次说完吗 这一烫烫的来回跑 兄弟姊妹们也累啊 张妻在家里 一直都是受张妇宠的 所以张夫人也跟着一起宠 平日行事也是嚣张跋扈 红道二年 你因婢女打碎了你的花瓶 而将其杖壁 你认不认 我还以为多大事呢 你这么严肃 不就是一个贱婢吗 死了就死了 我累个道 这就是封建社会的贵族吗 对人命一点也不在意 一条人命抵不过一个花瓶 婢女可以责罚 但随意打杀也是犯法的 那又如何 你能找到证据吗 找不到证据 就算是官府也不能奈我何 确实 芳妃都是问的府中下人搜集来的 而官府断案 除了人证 更要物证 难道真的搞不了这群二十组了吗 管她的 我就是个看热闹的 来人 上家法 你妹妹弱不经风 女孩子家家的 怎么受得住家法 你但凡有一丝手足之情 就收回你的话 阿子 你又把阿姨惹生气了 早就和你说过阿姨最疼我了 让你不要惹我的 好气啊 这些人还以为芳妃是以前那个害怕她父亲 一句话都不敢违背的小姑娘呢 人家现在是妃子 是妃子你懂吗 根本不用理这个老灯 看你那骄傲样子 等下被打的时候 不要叫得太惨吧 芳妃姨别哭 父母并不是都爱自己的孩子 但你有权有势 你有的比他们俩多多了 你虽然不能让他们爱你 但可以让他们求你 哈哈安慰得很好 下次别安慰了 其实我刚出生的时候 还是受疼爱的 那时候孩子还少 父母只有我和兄长两个孩子 父亲还在我满月时 亲手埋下一谈女儿红 但孩子越多 不会讨巧卖瓜的那个 就不值钱了 芳儿啊 你就看在阿娘的面子上 放过你阿妹吧 当年我还未满十岁 阿爷便对我用了家法 孩子令兄弟姊妹全来参观 儿的面子里子全丢尽了 本来可以策马扬鞭的体质 到现在也只能谈一谈琵琶 父亲当年有想过 本宫也是女孩子 正在长身体 受不得罚吗 这这 这就是因为你被伤了身体 所以我才知道 不能随便对孩子动家法的 你都知道 那东西你受不住 就不要让小七再步你的后尘 本宫这是在救你们的命 要是在不知收敛 全家人都得一起玩玩 给我打 没得到 家法好可怕 想我的皇帝老爹了 我尿他头上 也不会用家法处置我 疼吗 当时被你仗毙的婢女 也是这样疼 念在骨肉亲情 本宫还没把你打死呢 你做事要是真不露痕迹 我也不怪你 偏你如此嚣张 本宫不能放任 你给本宫惹祸 排下去吧 周围的其他人 静若寒蝉 他们没犯事的 都在战战兢兢的回想 自从姐姐进宫后 到底有没有惹祸 而那些知道自己犯事了的 就更是两股战战 张老三 强强迷你 逼梁为妾 你可认罪 阿子 我错了 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您饶了弟弟吧 认错态度良好 惩罚减半 动手吧 张家上下被方飞 一个一个收拾完后 张家二老脸色铁青 也不敢像一开始那样摆架子了 方飞 您这也太不给你父亲面子了 他毕竟是你父亲 他毕竟是你父亲 就这一句话念到一天了 我都会背了 自今日起 您二位就在府中敬养吧 不用了 我们身体都好 不需要敬养的 身体好不好的不重要 主要是不想让你们出去 你们两个造的孽也不少 只是为人子女 不好对你们动行 那就禁足思过吧 张家二老本想再劝 最终却只能无奈摇头 回宫后 方飞为人谨慎 不敢把背静出 丢给宣誓殿的下人 一定要亲手交到皇上的手上 所以来到了太后的寝宫 意外的是 太后和皇上嘴角含笑 交谈甚好 背静出小小的脑袋 大大的疑惑 不是 你们俩怎么就和好了 不是说皇帝和太后因为心结 到死之前都没有好脸色的吗 糟了 头好痒 要长脑子了 横尔 初儿先留在哀家身边养着吧 皇帝也没拒绝 但是眼神直勾勾的盯着太后 试图唤醒母爱 那就先在哀家这里晚几天 等初儿晚你了 就给你送回去 行了吧 也不知道是初儿晚宁 还是你晚初儿晚宁 但是好不容易和太后和好 现在的她只敢在心里默默的说 方妃说完张家的事 太后夸赞她处理的很好 然后就让她退下了 不过方妃却依不舍的模样 怎么出去一趟回来 就舍不得挨家了 妾身能请小公主 去妾身的徐丰殿做客吗 原来是舍不得我的大孙女 不愧是你 才出去几个时辰 就连方妃也俘获了 嘿嘿嘿 我就知道本宝宝是最可爱的 太后对她的臭屁表示赞同 他们家初儿就是最可爱的 不过吗 嘿嘿 你这小妮子怎么什么都想要 让哀家先兮喊够了再轮着你 这就是答应了 方妃显 心满意足地回去了 竟然能够偷听小公主心声 为了听到更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阻止头顶长上青青草原 她每天带着小公主上朝听证 要是给初儿找个养母 其实方妃就不错 要不然别人一提起初儿的母亲 就是冷宫里的骑士 多少还是拖累了初儿 朕想等立后以后 将初儿过激到皇后名下 你是说之前说的皇长子之母为后的旨意吗 还是撤了吧 天下兮兮皆为利来 非平本就会为了自己的将来努力作胎 你许给他们更大的利益 就是逼着他们去为了凤位冒险 初儿的事是一件 立妃的事是一件 如果不是后卫的许诺 淑妃也不至于走火入魔毒杀公主 阿娘说的是儿回去就办 内境初和太后玩的有些无聊 就打开了自己的情报页面 看看有什么刺激的八卦 哎呀呀 妖兽啦 大母啊 你的侄女要被拐走了 什么破剧情 国公府千金小时候被拐走 家人千辛万苦找回来 养到了鸡鸡 结果接回来的是个假的 真千金在外边被戳磨了十年 太后在旁边听到小公主心声 被吓得一惊 然后真千金找上门了 显而易见就是一对真假千金的大戏 但是因为假千金一直知道自己是假的 这十年来就卯足了借讨好国公府里的其他人 和他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等人回来的时候 真千金反而成了外人 信国公和夫人为了保全养女的尊容 宣称亲生的才是受养的 什么 如果不是亲生 管你什么感情 没次死就是对他最大的感情了 而且皇帝当时扭捏着不肯与我和好 但还是加封我的小弟为信国公 还封了他的女儿做郡君 朝廷宫养宗室 本来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现在还拿去养外人 我这弟弟简直是昏了头了 哈哈哈哈 幸好这个真千金不是个软包子 感觉还是个病骄 既然你们都不爱我 都偏心一个外人 那你们就和我一起下地府吧 直接投毒干掉一家人 成为京城里的一场大案 让之后的好多父母都反省 努力平衡子女关系 那一代的小辈们都意外的胸有地公 笑死了 女侠真让我好生敬佩 这是什么值得佩服的事情吗 好吧 虽然受害者是我的娘家 但是换个视角来看确实很爽 哎呀 现在到北城门了 信国公府的人不会还没发现吧 要说也真是的 信国公夫人给女儿选的什么丫鬟 自己被好玩的东西吸引了注意 一回头发现小姐不见了 因为害怕受罚 没有第一时间上报 结果耽误了三个小时 错过了最佳搜救时间 我也没办法了 可怜的小姐姐 等我长大一点了再让人去找她吧 太后若有所思 自己走到偏市去找能办事的人 婴儿多瞌睡 背静初在想象着自己长大以后 英明神武从天而降 把欺负小表姑的狗贼全部打倒 然后就小美女与水火的美好幻想中睡着了 嘿嘿嘿 原助理描写的真欠金是个大美女呢 美女贴贴 嘿嘿嘿嘿 救命之恩 当然要以身相许啦 谁 哪个狗贼 打断我和美女贴贴了知不知道 冲儿睡醒了 来 看看你表姑 只见一个粉白粉白的小姑娘把袖子从眼睛上放下来 一双大眼睛湿润润的 显然是刚哭过 不会吧 不会吧 我不会有做梦成真的能力吧 刚刚还梦到表姑 现在就见到人了 但是也不一定 我的亲戚很多 表姑也很多 所以不是我想的那个吧 背静初点开真欠金的定位 发现点不开了 显示 已完成 解救化学人才 请领取积分 啊 不会吧 对了 袁柱说 针牵金头的毒是自己练的 因为他比起一个个下毒这种低效率的方式 选择的是在国公府的大水缸里直接投 可毒素要是被稀释了 就不容易致死了 但高浓度的毒药不是容易买到的 而且会提前走漏风生 所以他就自己练了 这么一想 卧槽 天才表姑啊 周小姐随奴婢进去洗漱吧 周欢九对着太后小声道的声谢 然后才进去 这功夫 被太后传召的信国公夫复来了 阿子有何事急召 一定要陈和内子 现在就进宫 九儿方才失踪了 陈遍寻四周都找不到人 线下正着急呢 留了多久了 回太后才刚刚走失 太后哼笑一声 信国公略觉奇怪 但信国公夫人却被刺激到了 以为太后在幸灾乐祸 妾身知道 太后一直不喜欢妾身 连带着也不喜欢妾身所出的孩子 但您好歹是她公母 不求您出力寻找 请您不要添乱好吗 先是不分时间地点 事态紧急的 把我们夫妇照进来 现在又是冷嘲热讽 您也是一个做母亲的 求您体谅一个做母亲的心吧 哀家何时说过不喜欢你 信国公不断地用大声咳嗽 等小动作来提醒国公夫人 但现在她就像一头 被抢走孩子的母狮子 根本不管什么冒不冒犯 国公爷早就告诉妾身了 男位太后在妾身面前 还能撑起笑脸 您嫌弃妾身出身低 配不上您的弟弟 一直都不满意我们的婚事 是他百般哀求 您才无奈赐婚 您不喜欢妾身 连带着九儿也不喜欢 只是国公爷从中周旋 妾身在您面前 才能有点脸面 什么 你就是这么在你媳妇面前 污蔑你姐姐的 信国公善善放下手 讨好一笑 不敢说话 弟妹 哀家从未嫌弃过你的出身 皇帝母族 已经是无上荣光 烈火朋友 如果娶一个大族女子 只会引得皇帝忌惮 是本宫敲打的她 让她则已出身一般 但温良贤惠的女子为妻 乌军 你说 这是真的吗 在太后面前 信国公哪里敢继续说太后的坏话 只能以沉默妄图逃过去 但逃避是逃避不了的 哈哈哈哈 翻车了吧 让你洗脑人家 信国公之所以宠爱贾千金 不是因为养了十年养出了感情 而是贾千金是她心爱之人 真正的白月光生的女儿 是她喜欢的小丝的一妇女 对 信国公喜欢自己的小丝 但因为要传宗接代没有在一起 被周老爷子棒打鸳鸯 所以 周妇人竟然是同妻 太后被自家的八卦砸懵了 她从来不知道弟弟还喜欢男人 这对于她来说是无法想象的 信国公为了让自己老公的女儿 成为周家大小姐 先是找人拐走自己的女儿 不然周欢殿那一身一看 就知道是富贵人家的打扮 谁家人贩子敢直接下手 月场买卖同罪 被抓到是死刑的 真千金被拐后 那脑残就在一年后给了贾千金信物 并且告诉她关于国公府的事 小孩子长相变化大 一天一个样 再加上那些对得上的信物和记忆 众人还以为真的找回了人 这个脑残还生怕自己的女儿回来 抢走了白月光女儿的一点点母爱 洗脑舟夫人不要对自己的女儿好 真叹奶奶的绝 再如何爱 再如何念念不忘 也不能把人家的女儿接过来 顶替亲女儿啊 真是糊涂透顶 要不是有脑子摔了的爹 一个来路不明的小女孩 怎么能天衣无缝冒充公侯小姐十年 还不被发现 妈的 桂圈真乱 哎 为什么要在还没法骂人的时候 听到这些气人的东西 本宝宝真是太惨了 谢太后提醒妾身 但现在小女还未找回 既然太后并不厌恶妾 望太后殿下念在血脉亲缘相助 妾身感激不尽 呵呵 那小女子现在早就被孕出成好鸡掰里了 就连我自己都不知道她被送到了哪里去 现在找肯定是找不到了 哀家自会相助 可哀家遗后宫之人 实在是能力有限 是啊 那妾身告退了 妾还要去找女儿 那既然这样我们先告退了 不忙 哀家能力有限 但可以找皇帝出动御林军 国公夫人眼睛一亮 信国公也同时瞪大双眼 眼珠子都快瞪了出来 阿慧 传哀家一旨 让皇帝全力搜救 好损呀 我的大母 人就在后殿你说没找到 阿子 小女怎当如此殊荣 出动御林军 阵仗太大了 现出原形了吧 偏女人的人渣鸡老 什么 因为阵仗太大而推剧 不是她能干出来的事呀 只能是她不想找 难道她不想找我们的女儿 绝对不能让陛下的御林军介入 一旦陛下出手 绝对能查出来 是我在背后注释 小女不值得太后如此 求太后收回成命 是不值得如此 还是不愿如此 阿子这是 这是什么意思 臣怎么可能 不想找自己的女儿 太后意味深长的一笑 抬手示意吓人去请周欢酒 养了假千金十年后 在丈夫的洗脑下 把自己女儿抛在一边 周妇人可真是太惨了 还好这一世不会了 九儿 阿娘 哀家身边的姑姑见过九儿 今日出宫之时遇上了 就正好找了回来 谢太后 谢太后 好感动 周欢酒的名字和家人 不会被抢走了 抓到犯人的时候 哀家让人顺便审了审 结果却让人意想不到 弟弟 你能猜到吗 这 臣怎么猜得到 阿子您知道的 臣一直小心谨慎 正身手法 就是不敢丢了太后的脸面 臣又没有仇家 谁知道是哪个胆大包天的 敢劫持信国公家的小姐 估计是歹徒 见九儿生的可人 起了歹念吧 那歹徒说 收买他拐卖 信国公小姐的 就是信国公府人 臣这下不言 活去之后 定和夫人 清扫府中一心之人 我让九儿 再一次深陷险境 周夫人心里 已经浮现出 好几个可疑人选 府里的姨娘 虎视眈眈的兄弟 她始终不愿意 怀疑九儿的亲生父亲 会对女儿抱有恶意 太后看周夫人 相信了她的样子 也没再说话 太后 信国公府鱼龙混杂 妾身怕九儿再出意外 那真是要了妾身的命了 您能否收留她个几日 妾一定尽快 清理好府里的人 接她回去 周夫人言情卑微 但太后不是会因为 别人可怜就答应的人 要是放在以前 她倒是会答应 现在有了大孙女 又靠着大孙女 和儿子和好了 一天天充实欢乐的锦 哪里有闲心 再管一个孩子 答应吧答应吧 我要和漂亮姐姐贴贴 可以 谢太后 弟弟啊 你养在庄子上的 那个女孩子 也一起接回来吧 弟妹贤良淑德 一个私生女而已 她容得下 但不是你的女儿 你甚至还想给她 嫡出大小姐的身份 就不对了 信国公一直维持的 还算好的表情 瞬间裂开 背景初还没和漂亮姐姐 贴贴多久 皇帝就来抢人了 阿娘 初儿该跟朕回去了 周欢久无措的 看看太后 看看皇帝 再看看旁边的 背景初 阿娘告诉我 在宫里 要听陛下和太后的话 但没告诉过我 这两人 要是意见不一致的时候 该听谁的话呀 于是小小的 她决定了 听自己的 于是默默地 用小身子 遮住小婴儿 掩耳盗音 你们看不见她 看不见她 哈 这是哪家的小屁孩 久儿 信国公长女周欢久 你的表妹 皇帝有一种割裂感 她知道信国公 大不了她几岁 同理信国公的女儿 也大不了 她女儿几岁也是正常的 但一个牙都还没换的小丫头 是她表妹 好吧 宗室里这种事很多 我一个叔公 昨天才满百天 只能说辈分 真是一个玄幻的东西 出生的小公主 竟然能够预知未来 暴君带其上朝听证 只为偷听更多心声 信国公一家 真是该死 周欢久多好的 一个化学天才 就因为他们偏心 心里扭曲 就和他们同归于尽了 什么 我表妹是什么化学天才 中树的化学天才吗 一群只靠着太后的裙带关系 靠朝廷养的废物 也配让化学天才 去和他们一起死 听出来的意思 这个化学天才 好像比信国公一家人都重要 化学呀 化学的魅力是什么 化学可以炼制炸药 在战场上 不费吹灰之力横扫千军 可以做出化肥和饲料 提高农作物和养殖的产料 还可以制作药品 让天下人治病的成本降低 看来那什么化学天才 确实是不是知才 如果拥有这种人才 我月朝将会更加繁荣昌盛 这等天赋一禀的人才 信国公却为了 让自己小四的女儿 当国公府的敌长大小姐 不惜毁掉自己的亲生女儿 好好一个天才 却因为他那狗血的 可小四的爱情毁了 信国公家 要不识相点自己收拾收拾去死吧 别不识好歹 让我表姑亲自动手 什么东西 是我理解的那个意思吗 这也太毁三观了 这人这人 为了让自己喜欢的小四的女儿 代替自己的敌长女就毁了她 天要往我月朝啊 皇帝很震惊 皇帝很生气 皇帝想弄死信国公 内境初只是很正常 且平静地玩了两天 偶然听说了 信国公对薛爵的事 先是惊讶 然后甚是开心 现在信周的只是个平民了 让你换真假千金 做你的敌长女还是什么女 根本没有价值了 而周欢九却能靠着自己的才华 装点自己的下半生 猛然听到声音的周欢九 微微屏住呼吸 又来了 那个声音又来了 她害怕被当成妖怪 所以一直装没听到 这个声音好像是帮她的 但是周欢九还是不相信 阿爷对我虽然冷漠又不苟言笑 可是阿娘说 那是父爱如山 只是她不懂表达而已 正说着 皇帝来了 哎呀呀 坏蛋阿爷 现在天都还没黑呢 我才不要回去 人不要这么自恋 她倒没听到自己小自恋鬼的心声 她这次是冲着周欢九来的 信国公被贬的事情 你们听说了吗 太后点头 周欢九低垂下脑袋 获罪的人是她的父亲 其实她是很尴尬的 朕这次来是要说小舅被贬一事 怕阿娘痴心 你看哀家像是痴心的样子吗 皇帝孝顺 哀家是知道的 一定是你小舅惹了你不痛快 周娘子可识字 前几日周小姐被拐走 朕查到就是小舅所为 你要是不信 可以让蒋公公将证词证据拿给你看看 她也才只是个五岁的小孩 而不是经历了十年的风浪 看透人间炎凉贵来的真千金 确实 让一个才五岁的小女孩 相信自己的父亲要拐卖她 是一件很残忍的事 毕竟初想继续和周欢九玩 可她却是心不在焉的样子 我能理解她 三观被冲击了 长这么大突然发现父亲坏掉了 人是该迷茫一下 就像我小时候 别人告诉我阿娘是把我当成正床的工具 根本不爱我一样残忍 不过好在阿娘不爱我是假的 而周欢九的父亲想害她却是真的 但是皇帝才不管残不残忍 她是要收服人才 就不能让人反而怨恨她 皇帝必须要告诉周欢九 她是为了给她主持公道 才贬的她父亲 太后周夫人求见已经耗在店外了 哈哈 肯定也不是来摆哀家这把老骨偷的 去吧 你娘肯定想你了 我也要去 我也要去 你们不要忽略我呀 这里还有一个小宝宝呢 谁家好公主一天天的到处打听人家的私事 嗨 虽然我也喜欢 背景初见没人理她 不出声了 决定独自生气让太后猜 结果还是没人理她 另一边 周夫人见到女儿 直接就是泪如雨下 九儿 你爹那个死人 竟然想把一个下人生的野种来替代你 太后提醒以后 她就立刻去跟着查 说到这件事她就想吐 没想到自己一直依赖爱慕的丈夫竟然有断袖之癖 虽然崩塌了丈夫在她心中的形象 严格说起来也没什么 可是那刹千刀的竟然想为了一个小私的女儿 换走她十月怀胎的辛苦养大的姑娘 从陛下到母亲 不愿相信的真相一次一次的被证实 周欢九终于相信 父亲想要拐卖她 所以陛下贬了父亲的爵位 其实是在给我出气 所以之前听到的奇怪的声音是在帮我 若是阿爷和阿娘合理了 你跟着阿娘走好吗 周欢九乖巧而又迷茫的点了点头 周夫人出宫回家后 周玉也就是前姓国公 她听到周夫人回来 着急地迎出来 满面笑容 倒像是对她这个妻子多么情深意重视的 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 但是周夫人像是避开什么脏东西一样忽略她 周玉的笑尬在脸上 旁边一个女孩怯生生地站在那里 一脸可怜样 周夫人一阵恶心 她从前为什么会觉得这个男人好 夫人 夫人 九儿在宫里怎样 可还得太后喜欢 你女儿孤身一人在宫里 你不担心她瘦没瘦委屈 有没有吃穿不习惯 却问我她瘦不瘦太后喜欢 也对 你都能把她拐走 晃个野种来 我竟然还奢求 你有一丝慈父之心 是我糊涂了 谁允许你把这个野种 带到我面前 脏我眼睛的 终于不高兴了 这可是她心爱的小丝老公的女儿 怎么可以说她是野种 夫人 孩子是无辜的 你嘴巴放干净点 我嘴巴不干净 你刚才问九儿 真的是出于关爱吗 你是希望九儿讨了太后欢心 到时候 太后给她嫁给皇子 最好等长大了 送给皇上做妃子 然后你就可以踩着九儿 继续富贵了 周玉 你这恬不知耻的贱人 你以为孩子小 他就不明白事理了吗 你做的好事 我都已经告诉他了 你以为九儿还会认你这个父亲吗 你 你你你 你不怕孩子伤心吗 伤心 人要是再对你坑一次 都不知道还能不能活 我还怕他伤心 那又如何 我朝最终笑道 就算我这个做爹的让他死 那也是富耀子亡 子不得不亡 阿烟 芝芝一直陪着你 周欢芝是周玉 给她改的名字 和她女儿一样的名字 仿佛这样 这个小女孩就是她和她心爱的 小丝老公生的女儿似的 还是芝芝好 和阿烟患难见真情 不像某个没良心的女人 周夫人冷眼看着这两人表演 要说周欢芝真的无辜吗 周夫人不信 要是她不主动配合 是绝对做不到的 就算这都是还没发生的事 就算她真的是无辜的 但这两人对于周夫人来说就是屎 她不可能因为屎是无辜的 就不嫌她臭了 没错 你这种人 还指望别人 和你患难与共 我们合理吧 什么 我姐姐是太后 外甥是皇帝 我又长得玉树临风 一表人才 相貌堂堂 风度偏偏 我的老公以前 总喜欢掐住我的腰 往墙上按 说我是个游物 幸好周玉这些话 只是在心里想想 否则周夫人的隔夜饭 都会吐出来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女人 你休想以这种方式 引起我的注意 我心里的人 只有那个男人 周夫人一脸震惊无语 这也太恶心了 呵呵 现在我们家最出息的 就是周欢酒 养在人寿店 稍稍努力 就可以帮上皇亲国妻 我是傻了 才会把你放走 最后还是没有合理程 周玉死不签字 周夫人气得只咬牙 收拾东西回了娘家 但是她敲开娘家的大门 迎来的却是一个下马威 阿子 子叙这次被贬 是真的在与爵位无缘了吗 拒绝这等事 你见过世上 有几人还能官复原职的 所以阿子 这次回来是蹭吃蹭喝的咯 是你一个人回来吗 就多你一张嘴 已经多了许多麻烦 可别再带什么脱油瓶 周夫人第一次知道 自己回从小生长的家里 是蹭吃蹭喝 原来女人长大以后 就没有家了 进去以后 弟父虽然也是礼貌客气的样子 但是话里话外都是催促 阿子这次小住是要几天啊 她还没有说话 直接就被弟父一句话 定了了小住 往她以前还借着 信国公府的事 帮过他们摆平麻烦 结果一旦失事 她帮过的家人 却没有感谢她的意思 唉对了阿姐 九儿怎么没带过来 她可不想被穷亲戚吸血 多一张嘴就多一笔开销 说不定到时候 一个一个的来 解续也会上他们家住 九儿在宫里侍奉太后 什么 在宫里侍奉太后 周夫人点头 然后她就看到 弟父的态度 来了个180度大转变 阿姐好不容易回趟宁家 还是多住几天为好 您不知道 我那夫君特别想您 整天辗转难眠 就是怀念和阿姐的童年时光 真的吗 我读书赏你不要骗我 阿姐 我这就让我家 闺女十度十度个 最大的院子给您住 你突然的热情 令我好害怕 你怎么把留给咱们儿子 娶妻用的院子给他住 不是说随便给他安排个地方 给口冷饭 让他住不了几天 就失去离开吗 李夫人偷偷地看了 你小声点 你信不信 只要我说出来阎音 你也会把他供起来 信国公被陛下亲自贬了 也起不来了 他还能有什么价值 我不信 如果周欢九住进了仁寿殿 被太后抚养长大呢 李尚连突然朝着周夫人 所在的方向大喊 你们这些人 怎么一边眼地卷都没有 让我阿姐亲自打扫 还不给姑奶奶 单张椅子上场 第一次见活的狗腿子 大部任务 阻止探花童怀恩黑化 任务实现三个月 奖励积分三百 啊 彤怀恩 这个人是原著里的大boss 在男主长大之后 已经是一代全臣 而且是奸臣 男主前妻都要逼 这个全臣的锋芒 扶低做小 结果竟然是黑化的吗 背景初翻开情报 界面一通好找 终于找到了彤怀恩的八卦 结果看完之后 他被感动得稀里哗啦的 这是什么戏文一样的情节 花魁娘子和穷书生两情相悦 自助他上精赶考 其他姑娘都劝他 说是这种人都是负心汉 要是他没考上还好 最后可能还认了 只是要了你的钱 等他考上了 就是上岸第一件 先斩一中人 童怀恩吗 这不是我很看好的一个近视吗 才华横溢 侧伦大胆又有可视见性 但是花魁娘子还是赌了一次 然后童怀恩考中了 还考上了炭花狼 对了 这个童怀恩如果不是太年轻了 我是准备点他做状元的 正好他长相也十分俊秀 点他做炭花狼 压一压他的锐气 童怀恩金榜提名 春风得意之时 却并没有忘记花魁娘子 都以为他是去骗钱的 却没人想到他们的感情是真的 兰州 童怀恩被点为炭花的消息 先一步传回来 莲花院里的姐妹都很高兴 香巧终于可以离开这个地狱了 哎呦 人家现在可是炭花狼 是关身 咱们连平民良界都算不上 人家一招龙在天 还能看得上他 不回来杀人灭口 抹去这个污点都算不错了 你是不是见不得人好啊你 香巧本人虽然没底 毕竟大多数人都不看好他们 但他还是相信怀狼的为人 这时堂门被一脚踢开 木门撞到墙上发出一声巨响 客管 客管 又什么似好商量 不要宁创 给我滚开 谁是香巧 这凶神恶煞的样子 谁都知道是来找茬的 屋里的姑娘们没人敢回应 于是他随便抓了一个 你是香巧吗 说 不然划烂你的脸 不是我 是他 是他 各位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误会 童公子考上炭花 你知道吧 现在他已经是关身了 就要进我们家里当姑爷了 听说他在老家还有一个麻烦 我们就是来绝了你这个后患的 什么 原来 原来我竟真的招入了一个 薄情寡性的复兴之人 甚至也来了杀身之祸 领头的拿着刀布不逼近 香巧想跑 但一堆壮钉堵在门口 他知道自己根本跑不掉 然而之前说酸话的那个女子 却走进一步 这位爷 咱们都是有自知之明的 这个香巧一介普流残驱 哪里配得上风光无限的烫花廊 香巧是绝对不会跑去 他们跟前碍眼的 到时候我们把他送远 绝不可能再让童公子见到的 就留人一面可好 滚开 我们老爷可是说了 一定要把这个女人弄死 是真的很喜欢 很喜欢香巧姑娘 但是却被尚书又成田红 看上他的潜力 想要绑下桌序 去当他们家的女婿 还有尚书又成的事吗 童怀恩当然不干 他自己有喜欢的女子 约定过等这次考完回去 不管结果如何逗取他 田红根本就没有把 少年人的一枪真情当回事 他以为自己是男人 且是个大猪蹄子 就以为别的男人都是大猪蹄子 觉得过几年 童怀恩步步高升 见到美女如云之后 就忘了曾经的红颜知己 他一边强迫童怀恩 和自己的女儿成亲 童怀恩宁死不从 田红也不能对皇上 亲自点的炭花郎做什么 就放了他 有志气 不愧是正看中的男人 童怀恩那时出入官场 天真的以为拒绝就没事了 他衣紧还乡 带着聘礼 甚至在走到地方之前 还找了一个医馆 喜去一身尘埃 端端正正的梳好发际 穿着朝廷发下来的炭花服 甚至还臭屁的沾了花 欢欢喜喜的去迎他 童怀恩知道 娶一个贱吉女子为妻 对自己的仕途不好 可那又如何呢 没有他 就没有现在一月龙门的童怀恩 这就是传说中叫爱情的东西吗 然后呢然后呢 多说点真爱听 结果他到了地方 留给他的只有一座青坟 这就是他拒绝的代价 田红不能把皇上 亲点的炭花郎如何 对一个青龙女子 却像捏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 然后童怀恩就黑化了 全是成了他唯一的追求 他最后成功的报了仇 可是屠龙少年终成恶龙 他再也找不回 自己为生命立命的初心了 不是很懂 但我尊重 不就是一个尚书佑成吗 对人来说 就是和捏死一个蚂蚁一样简单 突然门口再次喧闹起来 堵门的人全被打倒 童怀恩带着人闯进来 终于赶到了 还好被陛下召见 得知尚书佑成已经安排了一队人马 来截杀我的未婚妻 香香 你没事吧 他们说是你想杀我 嫌我挡了你的富贵路 香香我对你的新天地可见 你一定要相信我 童怀恩 我家老爷可是从四品上书又成 你不过一切小小的炭花 在我家老爷面前 也不过是个蚂蚁 劝你识相点把我们放了 否则我家老爷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不放过我 我还不放过他呢 千里迢迢想取我心上人的性命 以为是什么可以一笑了之的小事吗 谁给他填红的勇气 我童怀恩 怀恩也记仇 只要我还在官场上一天 就和他不死不休 歹徒被他的气势所涉 却怎么也想不明白他的底气何来 童怀恩的底气来自哪里 当然是皇上 官员一切的荣辱去留 都是来自最高位置上的那个人 从皇上特意提醒他救人的时候 童怀恩就知道 自己是在皇上那里挂了名的 皇宫中 皇帝故意将这个好消息泄露给被敬出 小公主得知异常兴奋 哇塞 童怀恩和香巧竟然美满的在一起了 被这个结局爽到了 好事成双 许新书姐姐也终于出有成效了 臣根据京城的土壤和地域气候 总结了一套最佳的种植方法 只要按照这个方法 现在的小麦产量能再翻一倍 好好好 有爱情如此 真是振之大幸 多一倍的粮食产量 就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口 天灾的时候 朝廷也能有更丰厚的村娘去抵抗天灾 这也代表他的王朝稳定性将会上升一个台阶 这让皇帝怎么不高兴 虽然只是京城地区 但这只是个开始 只要许新书愿意去其他地方 到时候全国粮食产量提高也只是时间问题 哎呦我的小公主 真是阿爷的好宝贝 这个月朝没你都不信 等推广成功之后 陈想周游其他周府 为每个地方特别定制最好的种植方法 准 爱情此番功绩千秋 正给你封个爵位可好 六 我就知道这里面的东西只会让我乳腺增生 就说不婚不育保平安吧 此时背进出正在太后的人寿殿 太后正听着大孙女的心声 他妈辛辛苦苦把她养那么大 结果就一心崇拜她那见不到几次的爹 我服了 公主也过得这么惨吗 那我长大了岂不是也很惨 什么 公主过得很惨 这是个怎么回事 是哪个公主过得惨 让我的大孙女都开始担心起了自己的未来 太可怕了 女人生了孩子以后就被激素控制了吗 就这种儿子 你还要为了她的前程来求太后 生她不如生块叉烧 还可以吃广德长公主啊 你知不知道你生的这块叉烧会害死你的呀 背景出为自己的便宜姑姑名不平 这个封号太后很熟悉 广德长公主的生母 先帝的邱贵妃 是太后的好姐妹 她不是说和驸马感情不错吗 都生了两个孩子了 怎么会过得惨 而且说她儿子会害死她 那是大的那个还是小的那个 我错了 我就不该同情她的 其实她也是活该 还求神拜佛呢 我佛不度智障 啊 我佛不度智障 谁教你这么说话的 正好 今天是广德长公主进宫 给我请安的日子 到时候就可以知道了 长公主已经到了人寿殿 典一引着广德长公主进来时提醒她 殿下 今日大公主在人寿殿 小孩子闻不得浓重的香味 您香囊的味道有点重 先交给奴婢保管吧 长公主还掏出了一把金子 交到典一手上 大公主是不是狠得太后宠爱 大公主也是龙子皇孙 主打一个不敢不答 但答非所问 当然那堆金子是不会还回去的 太后说了 有人贿赂他们的话 该收就收 拿了钱也没说一定要办事呀 嘿嘿 长公主一进去 行完礼之后 就看到了太后开心的逗着婴儿 能被太后一直这样爱不释手 又是太后现存的唯一一个孙辈 估摸着也是受宠的 但在受宠又怎样 先皇在世时 我也是极为受宠的 这是大公主吧 白白胖胖的 一看就知道 是个健康结实的孩子 太后被这一句话就哄得笑开了 别管是不是奉承 谁不喜欢人说自家孩子健康呢 看吧 也挺会说话的呀 怎么对你大儿子就不会好好说话呢 不是不耐烦就是骂 对着小儿子就是各种阿娘疼你 阿娘爱你 太后没怎么关心过长公主的亲子关系 不知道他们家还有这事 我还以为你不会好好说话呢 结果就只是对着大儿子 不会好好说人话呗 要不是系统认证的 我都怀疑他不是你亲生的 看来每家人在外面人模人样的 实际上关起门来都很精彩啊 为什么做父母的不用考试就能直接生啊 很多人他就是不适合做父母啊 比如那个鹰妃 比如长公主 像我阿爷这种好父亲却没几个娃 如果皇帝现在在这里的话 一定感动的不要不要的 可惜他没在 听到的只有太后 也甭说别人 我和皇帝之前不也是看上去母慈子孝 实际上却是母慈子孝 太后 儿的次子也到了晋学的年纪 谁不知道天下名师尽在红文馆 而又年也是在红文馆念书的 犬子也是皇室血脉 还是能够上红文馆的门槛吧 你直接把人送去就行了 找哀家做什么 拿钱办事懂不懂啊 拿了好处才会给你办事啊 母亲 陛下看中那些臣子 宁愿把这些特权给臣子 也不愿意给宗亲 妖儿说 这天下是贝家的天下 臣子说到底 也不过是咱们贝家的奴才 人家臣子帮你管理国家 扮君如扮虎 做不好事情都是杀头的风险 当然要给别人足够的富贵 别人才愿意冒这个风险啊 这下才是一家人呢 给他们比皇室还高的特权 岂不是助长了他们的野心 又要马儿跑 又不让马儿吃草 贝家是皇室 不是神仙 汉族的神仙都要于民有用 才给消火呢 你以为你算哪根葱 如果臣子们都成为皇帝进城了 连普通的宗室都超越不了 他们干嘛还要成为皇帝进城呢 反正也是白搭 不如白烂 难道大孙女真是天才 这也太聪明了 帝王心术啊 不用教兜董 无师自通 就是为什么不是个皇子 广得 陛下自有决断 你纵然是他的亲妹 也不能妄议 是 那犬子入学一事 可否通融 见太后略有犹疑 长公主跪下来 母亲 您是看着儿从小长大的 阿娘从小就和儿说 要将您当作生母侍奉 虽然您不需要 而却一直将您当作亲生母亲一样 太后随着她的话 想起了那个温和大气的女子 她和邱贵妃的感情极深 您忍心看着您的外孙连入学 都比别人差一截吗 原助理太后和邱贵妃 这是什么感天动地的姐妹情 这种友情是真实存在的吗 哀家找皇帝说一声 你和别的宗室怎么能一样 而替您的外孙谢过母亲 但是你的长子早就读书两三年了吧 当时你为何不为他求一个 红文馆的名额呢 那也是你的孩子 也是哀家的外孙 而当时第一次做母亲 未曾想到这么多 偏心就是偏心 根本就是不在意和不想管 还找借口 我大母也就我阿爷一个孩子 也是第一次做母亲 还不是养出了一个优秀的孩子 太后被猛的一夸 差点脸红了 不过下一句话她就笑不出来了 唯一的缺点就是我阿爷太过叛逆 按初而说的 就是这个次子会害死她 广德是邱贵妃留下的唯一女儿 我是绝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的 要阻止事情发生 最好把人放到自己身边 但是太后不可能去长公主府常住 哀家最近有些念着你了 要求哀家办事 你就领着你的两个孩子 来人受电住一段时间吧 让哀家长一长寒一弄孙之乐 啊 不是很想见到她那个二儿子 糟心 母亲 儿的长子死气沉沉的 说话也尖僧刻薄 到时候冲撞到您就不好了 还是次子 为人开朗讨喜 活泼灵动 而要不只带次子来吧 什么死气沉沉啊 人家只是都爱人而已 只是面向一点 不喜欢社交 你可以说她安静 也不能说是死气沉沉啊 太后也想象到了 皇帝小时候开始叛逆之后 也是不爱搭理人 安静的孩子 也比你喜欢的那个熊孩子好吧 我已经能想象到老大 有多不受你待见了 我都从来没有觉得 自己孩子有多不好 只是伤心皇帝不和我亲近了 但是太后不了解情况 也没有直接出言指责 等广德把两个孩子带进宫了 她再看看怎么一个事 长公主回府 把这个消息告诉两个孩子 小儿子赵玉一下子扑上来 阿娘 警公为什么是好事啊 太后是月朝最尊贵的女人 在她的身边待过 证明你受太后的喜欢 别人都会尊重你 小儿子似懂非懂的样子 但长公主不担心 这孩子最是机灵 嘴又甜 而且小孩子只要不是犯下大错 陛下和太后都不会计较的 小孩子能犯什么大错 而且你到时候去了 不要叫太后 要叫外祖母 太后是你们的外祖母 只有人特别多的时候 才叫太后 说完之后 长公主才想起自己的大儿子 长公主看着就来气 她的儿子怎么能是这样一副懦弱模样 赵琴 你听清楚了吗 语气带着冷意 与之前和赵玉说话时的轻声细语 就是天壤之别 赵琴点了点头 你给我说话 听没听到 听清楚了 你是黎奴吗 声音系的跟文字似的 谁听得见 大声点 清楚了 大声 听清楚了 这四个字把她的吼出的声音 填满了她的耳膜 她想 这样阿娘总该满意了吧 吼什么 反了你 谁让你用这么大的声音 和你母亲说话的 赵琴懵了 不知道母亲为什么生气 但她知道自己接下来会面临着一系列的辱骂 每次都是这样 每次都是 气大伤身 太医都说过 要你娘少动气 你这个不孝顺的逆子 偏天天气我 我没有 还敢顶嘴 你现在长本事了是不是 说你一句 你能顶十句 赵琴憋屈的闭上了嘴 不再反驳 静静的等长公主发泄完 说话呀 你嘴是被缝上了吗 刚才不是很能说吗 说呀 赵琴不知道自己到底要怎么做才行 可怜的小孩子又要蜷缩在被子里偷偷哭 带着泪痕进入今日的噩梦 哎 你怎么就不如你弟弟一半懂事 第二天 赵琴三人来到皇宫一起往太后寝宫的方向去 阿娘 我这次在宫里 阿爷回来的时候 玉儿就见不到阿爷了是不是 一提到那个男人 长公主一脸不耐烦 见他做什么 在宫里当然不能随意出来 不要不要 我要阿爷 阿娘你让阿爷一起进宫来陪我 玉儿乖 阿爷是进不去皇宫的 等以后再找阿爷好吗 不嘛不嘛 我要阿爷 阿娘你一定是在哄骗我 你就是不想我见阿爷 他们说你是因为阿爷在外面找了别的姨娘 你生气了 但是他又没有不要我们 大母原谅他了 我也原谅他了 怎么就阿娘一直不愿意原谅他呢 阿娘你不要这么小气好不好 有二就有二了 别人家的阿爷都有很多姨娘 而阿爷一个都没有 就因为阿娘是公主吗 你就不能忍一下吗 玉儿想要阿爷呀 长公主很是难过的样子 垂着头不语 赵钱看不下去了 弟弟怎么可以对阿娘这么说话 还不给阿娘道歉 阿娘 兄长凶我 赵钱 你为什么凶弟弟 阿娘和你说过多少次 要爱护弟弟 让着弟弟 弟弟比你小 需要关爱 你现在就敢对弟弟不好 将来长大了 是不是还要打他呀 赵钱不明白矛头 为什么又怼到他身上了 终于到了人寿殿 长公主一只手牵着赵羽 另一只手空着 好可怜啊 真的太可怜了 真是闻者伤心 见者流泪 而斜着长子赵钱 四子赵羽 拜见母亲 母亲福寿安康 看看 多俊俏的孩子哈 怎么就摊上一个仇人一样的父母呢 哎 这小老太太一样的话 把太后干无语了 别忘了你自己也是个孩子阿伟 不要总是把自己当大人啊 这话说的还以为你是她大姨呢 前儿是吧 来外祖母这里 赵羽然先看了一眼长公主 长公主皱着眉 赶紧的偏了一下头 示意她快点过去 磨磨蹭蹭的做什么 连太后的话都敢不听 还请示我 太后生气了怎么办 是个俊俏端方的小郎君 不愧是广德你的儿子 赵羽然 太后和你说话呢 你就闷在那里 不知道回话吗 我平时都是怎么教你的 你都忘了吗 回话 谢谢外祖母 声音这么小谁听得见 大声点去谢 但是不许好 广德 虽然道理是说当面教子 但人受殿是你管教孩子的地方吗 母亲恕罪 而惶恐 哀家和你说话稍稍冷肃些 你就惶恐了 那孩子被你训上一顿 能不害怕 孩子是这样教的吗 哀家和你阿娘 以前是这个态度对你的吗 母亲 这也不怪我 您看玉儿 活泼懂事 而就从来不会训她 这多乖的小男孩呀 这叫内向 叫安静 叫腼腆 叫设恐 你这和逼舍恐的孩子 过年叫亲戚还过分 为什么人家 就一定要活泼讨喜会说话 昨个儿就说了 前儿他沉闷得跟个老头子似的 而也实在是没办法 根本教不了他 就不能接受性格不同的孩子吗 你连正常的对你的娃都做不到 为什么要生啊 你生孩子 就是为了要找一个出气筒吗 太后也不理解 以前皇帝也不爱说话 他也就接受了自己儿子是这个德行 不明白广德长公主 为什么会对自己的大儿子 偏见成这种地步 前儿是做了什么 让你厌恶的事吗 广德你别不承认 你对两个孩子的态度差别太大了 母亲你以为儿不想疼亲儿吗 他也是儿身上掉下来的肉 而也想对他和对玉儿一样 都是儿的孩子 而能不心疼吗 是前儿他和我不亲呢 玉儿是儿从出生起就带在身边的 他的每一件衣服 说的每一个字 都是我亲自选 亲自教的 这熊孩子整天凑在太后身边卖乖 因为他长得像秋贵妃 面对这张和好姐妹相似的脸 即使知道他品行不怎么样 太后也没有太扫脸色 长公主家住进人寿殿后 更让太后心疼的是另一个 只会静静待在一边不敢动的孩子 前儿你过来和祖母坐一起 外祖母 玉儿想挨着您坐 太后身边的另一个位置是周欢九 只有这一个位置了 玉儿乖 把早膳放到你房里吃如何 赵玉被指走后 赵前走过来 到了太后边上 也不敢坐下 规规矩矩的站着 这是受了多少气啊 好可怜的娃 刚刚看你也是想过来的 为什么不说呢 阿娘说过 弟弟小 做兄长的 要让这弟弟 不能和弟弟抢 弟弟是小 但你也就比他大了两岁 也是个小孩子呢 有什么让不让的 能不能满足 是大人的事 小孩子只需要说出来 周欢九在一旁急匆匆的吃完饭 他不是不想一起说话 但是他上学要迟到了 要迟到了 嘿嘿嘿 想要什么就说的话 我是不是想要大母库房里的好东西 也会给我的呢 哈哈哈 金子们都到我碗里来 大母一定会给我的对吧 先订一个小目标 搬空大母的库房 哈哈 有你是我的福气 不 有你我是真福气 可是 阿娘看见了 一定会骂我的 没事 为祖母是你阿娘的阿娘 以后你放心大胆的说 她要是骂你 为祖母把她赶出去 赵前自幼住在大母家 随长公主对其疏远 在大母去世以后 这是她再一次感受到的亲情 一旁的周欢九层的站起来 迅速抽过宫女递过去的手帕 随手一抹 也不管抹没抹干净 反正这个步骤是做了 她脚底抹油一样直接就溜了 掌公再见 我去上学了 第一次见这种洒脱的 阵仗的赵前 目瞪狗呆 不要吃惊 过几天你也是这样子了 等等 我在幸灾乐祸什么 呜呜 红文馆他们可以不去 但是我是公主啊 我必定会去的 她的今天不是我的未来吗 我还笑人家 背景初内心咬着小手卷哭唧唧 怎么穿越了还要体验读书的苦 喝完早餐之后 赵前和赵玉在人寿店的后院里玩 不过主要是赵玉在玩 弟弟 你注意一下 花瓣都被你弄下来了 这些一看都是十分珍贵的花 外祖母看到了 会不会生气 花本来就是要些的 落一点怎么了 赵玉继续野猴子式的窜上窜下 一不注意踩上一块松动砖块 邦的一声 一听就知道摔得叽叽叽叽叽 赵前连一摆都顾不上题 直接就跑过去 赵前 你对你弟弟做了什么 长公主从赵臂处拐过来 就看到这个景象 不是 阿娘 我没有 长公主跑过来 抱起地上的赵玉 她伤口出一行鲜血流了下来 阿娘 不是我 真的不是我 长公主不由分说给了她一巴掌 力道之大 赵前的左耳一声巨响 随后陷入了沉寂 小小年纪就学会撒谎 我本以为你只是性格沉闷 没想到做人都不行 品行是人之根本 就算不是你做的 你就在弟弟身边 都不能看好弟弟 那就是你这个做兄长的过失 你就在这里好好反省吧 熟悉的力声呵斥 从右耳传来 左耳寂静无声 而赵前的脑子 现在也消化不了那些话的信息 她只看着眼前的妇人 如怪物般一张一合的嘴 此刻 她心底有什么东西废了 或许那个东西 叫孩子对母亲的期盼 是咋回事 失魂落魄的 不是又被广德长公主骂了吧 只见赵前失落的 从门口慢慢走进来 也对 长公主一进来 就说是赵前把赵玉推地上了 让人赶紧去请太医 呵呵 本宝宝一个字都不信 就她那听话的乖乖样 敢推赵玉 我阿爷突然好色了 都比这可信 一旁的太后 听到小公主心声直接惊呆了 御书房的皇帝 连打了两个喷嚏 陛下可是收了喊 要赵玉以门 不用 这没有绝对了 一小二王三点击 是哪个龟孙儿在骂我 这边长公主安抚着 她的轻乖乖赵玉 扭头见赵钱走了进来 我不是让你在那里面必撕过吗 你现在翅膀硬了 连我的话都不听了 钱儿的脸怎么回事 母亲不用担心 侍儿给了钱儿一点小教训 这宫里没人敢对她动手的 废话用你说 除了你谁会打财六岁的孩子 连被称为暴君的我阿爷 也不会对质子下狠手的 救命啊 她耳朵流血了 钱儿 你左耳如何 回外祖母 听不见了 我雷得斗 把亲生儿子打龙 你是出 这他 还是人吗 苦毒还不食子呢 都干不出来 我真的任你老母丢丢丢 因为骂得太糟 这是贝敬初的新生 被系统屏蔽的最多的一次 去叫太医 多叫几个 吩咐完之后 太后转过头 怒视着广德长公主 长公主此时表情呆滞 阿娘 阿娘我疼 长公主猛然惊醒 她终于放下赵羽 急不走到赵钱面前 钱儿 对不起钱儿 阿娘不是有意的 她想去看赵钱的耳朵 但赵钱微微侧头避开 不想给她看 阿娘只是太生气了 欺你推了弟弟 不是真的要伤着你耳朵的 够了 广德你回去 钱儿现在不想看见你 母亲 回去 次子只是撞到了脑子 不严重 只是要静养几天 倒是大公子晨 实在是无能为力 太后或许可找怨证仪式 太后又传了沈太医 这才保下了赵钱的耳朵 幸好治疗早 小郎君还能恢复 但至少要三个月才行 长公主第一次抛下赵羽 守在赵钱身边 能恢复就好 能恢复就好 但是赵钱的反应却平淡的不正常 像是不在乎自己的耳朵 还能不能听见一样 绝对是心理不正常了 也是 还能听见又怎样 想到自己有这么一个母亲 对未来都绝望了吧 太后也觉得不行 再这么下去 好好一个孩子不知道 被广德长公主折腾成什么样 哎 别到时候抑郁了 别人还当她中邪了 当成疯病来治 按照古代对心理疾病的认知程度 别说还真有可能当成疯了 钱儿 你过来 来外祖母身边 哀家见你 也不是很想要这个孩子 既然你不想做她的母亲 以后她就不是你的孩子了 母亲 您什么意思 小白菜儿呀 地里黄 七八岁呀 找后娘 可怜的赵钱儿 亲妈都不疼 字面意思 既然你这个亲娘不像个娘 哀家就给她找个合格的娘 母亲 而是她的亲娘 谁还能比儿更疼她 您为什么要这么残忍待我 谁 就连哀家都比你更疼她 如果不是听起来很奇怪 太后甚至想说 就连背镜初都比你更疼她 但是不能说 真的很奇怪 钱儿 你愿意换个养母吗 我要换 你什么意思 你是不要阿娘了吗 对 我不要你了 我宁愿没有阿娘 也不要你做阿娘 好好好 果然是养不熟的白眼狼 连亲娘都不喜欢你 你觉得你这种性子 养娘能有多疼你 你就去吧 当时候别回来求我 气死我了 有你这么当娘的吗 哎呀呀 气得我乳腺增生了 母亲儿带着育儿去歇息了 不是 这就换妈了 赵钱在原住里的结局是抑郁而死 现在小可怜终于守得云开剑月明了 今天好高兴 我得多喝几口奶庆祝一下 哎 我也吃不了别的 因为人寿殿请了太医 大孝子皇帝赶了过来 阿娘 请医医合适 是您还是出而出事了 你就盼不着咱们祖孙艺点好吗 一看您这精神头就知道没事 还能说下 证明初儿也没事 真是个大聪明 哈哈哈哈 大聪明 完了 我被家又封一个 太后把之前的事都说了一遍 皇帝听了满脸的问号 对亲生的孩子能下手狠毒到把耳朵都扇聋了 这是何等的歹毒 看看我 有个孩子都宝贝的不行 对呀对呀 我天天在太岁头上动土 老虎嘴里拔牙 皇帝都舍不得动我一个手指头 还有淑妃肚子里那个 就算看他再不顺眼 都要忍着不伤着孩子 哪怕知道这个胎儿继承母亲的脑子 以后多半不太聪明 人家不稀罕孩子的框框声 我想要孩子眼睛兜绿了 哎 就是难哪 你到现在都没一个皇子 要不要考虑把前儿过到你名下 没说就一定要做储君了 将来有了亲生的就当多了个皇子 没有的话 就是唯一的选择 也不怕臣子们担心后继无人 眼睛瞄着那些个宗室打主意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太后得到了答案 也不纠结 开始准备进行第二方案 我的皇位为什么要传给一个外甥 没儿子的话女儿不行吗 贝敬初 和我一样的奸诈险恶 诡计多端 从小就足智多谋 老谋深算 还和我一样的不做人 要是皇子是个平无能的人 难道我真的要放弃一个鬼才 去立一个庸才做储君吗 就因为初儿是女子吗 皇帝陷入了沉思 不自觉的看向了贝敬初 老东西你在看什么 好好好 有事讲阿姨 无事老东西是吧 那么令人向往的生活呀 贤敬长公主竟然不结婚 自己在公主府 纳了十几个面首逍遥快活着 收到了太后传照 从男宠的胸肌上 爬起来的贤敬长公主进了宫 哀家要是不照你来 你早就乐不思蜀 连自己姓什么都忘了吧 瞧您说的 而就是忘了自己姓什么 也不能忘记母亲啊 不过她确实好久没来了 新的面首练了一身结实的肌肉 让她迷恋了好一阵 确实没想起来给太后请安的事 上次见咱们大公主 还是满月的时候 一转眼又长大了一圈 瞧着小模样 儿真是羡慕阿兄 哈哈 已经被夸习惯的了 没感觉的了 我就是无敌的小可爱 馋孩子了 你自己又不肯生 母亲 生孩子多疼啊 你也知道 儿的生母就是难产去世的 这妇人生产 可不看你身份尊不尊贵 是公主还是皇后 该死的都得死 而且宗室的子嗣已经泛滥了 您就别催了 就是就是 大母当时生完我阿爷之后 不是也开始用西鸡丸了吗 要不是为了皇位必须生一个 你估计也是不想生的呀 而且宗室的子嗣已经泛滥了 您就别催了 有这功夫 您还是去催阿兄吧 他一个皇帝 却还只有一个孩子 催了他就不能催我了哟 话说西鸡丸这种好东西 用了以后就生不了孩子 而且可以保荣光焕发 青春美貌 这种仙品怎么就失传了你 还好这里有哈哈哈哈 险着你了是吧 小贤眼包 不催你 这次照你就是给你送孩子的 还有这等好事吗 您莫不试 哪儿打去呢 爱要不要 儿总得知道是谁吧 不然总觉得 您没憋好屁 哀家在你心里 就是这个形象吗 只见贤宁长公主 用力点头 哈哈哈哈 太后给贤宁长公主 说了照钱的事 贤宁长公主的反应 也是不理解 不过 儿也没生养过 不知道有双子的母亲 是什么心态 但钱儿来儿 这里的话 只会是独子 多谢母亲 头一个就想到了儿 并没有 你想多了 去见见钱儿吧 那孩子现在刚经历变古 心里肯定不安 阿娘 要好苦啊 玉儿可不可以不喝 良药苦口 喝了药你的伤财好得快 玉儿也不想变成一个小傻子吧 玉儿不想变成小傻子 有没有甜甜的药啊 怎么可能有甜的药 我们玉儿是小男子汉 最勇敢了 一定可以克服这一点小小的困难的对吗 他对着小儿子说话 一直都是温柔又耐心 赵钱就像一个阴沟里的老鼠 偷看着他们的母子亲情 只是以前是带着羡慕极度 而现在只是麻木的瞥了一眼 自己走了 广德长公主哄了好半天 让赵玉喝下药时才想起赵钱 赵钱又回去看书了 太医说他要敬养 其实广德长公主那一句 亲娘都不喜欢你 谁又会喜欢你 这句话一直回荡在他的脑海里 像我这样的小孩 真的会有人愿意收养我 做我的母亲吗 如果没有人愿意收留我 我是要再次回到广德长公主府吗 但是已经撕破脸了再回去 我的日子 想必只会比以前更不好过 如果你现在反悔了 我还能原谅你 最不想听的声音出现了 他抬头看见那个恶毒的女人走进来 反悔吗 我只后悔 为什么投生到你的肚子里 你不喜欢我这个儿子 我也不想再要你这个母亲 但如果真的没有人愿意收养我 或许此刻是最好的反悔机会 还挺热闹 阿姐也在这儿啊 只见另一道身影款款走了进来 广德长公主回头 脸上挂起笑意 阿妹来了呀 你今日是来给母亲请安的吗 原助理说 明明先帝给贤宁长公主起名阿馆 是希望她温良纯洁的如茉莉花 结果出来的却是带毒的艳丽因素 哈哈 当然是来 贤宁长公主走过去 直直地越过笑脸相迎的广德长公主 走到赵钱面前 当然是来看我的儿子的 悬着的石头落了地 赵钱知道自己的未来有了另一个归处 贤宁长公主是她的姨母 赵钱认识 也知道她膝下无子 外祖母真的有用心的给她找养母 阿馆 你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这个意思啊 阿姐 是钱儿伤了耳朵 不是你伤了耳朵 怎么还听不清楚话呢 阿馆 我可是你的姐姐 你竟然要与我抢孩子吗 阿姐 谢谢你给我生了个儿子 啊 怎么感觉有点怪怪的 广德长公主要欺诈了 张嘴想说什么 这时蒋公公端了一碗要过来 八郎 该喝腰了 快喝吧钱 凉了就不好喝了 说的这是什么话 热的也不好喝啊 大人都更喜欢勇敢的 不怕吃苦的小孩 我要在新的养母面前 留一个好印象 可这实在苦的不行啊 我还是喝不下去 钱儿 怎么不喝了 小孩子怕苦不想喝药 你问她怎么不喝了 阿姐啊 这是你亲生的吗 连她怕苦都不知道 都看不出来 难道说她以前喝药的时候 你都没看过 还是钱儿长到六岁了 才生这一次病 哎呀 长这么大才病一次 我们钱儿身体真好呢 广德长公主脸都红了 想辩解就不知道说什么 赵钱长到六岁 她真的 对这孩子漠视了太多 乖宝宝 你等着 我去太后那里 给你薅一把蜜剑过来 钱儿 阿娘知道之前冷落了你 世界上不会有人 比亲娘对你更好的 你和阿娘回去吧 她目光诚恳 似是真的悔过 但知道她怕苦 一个是嘴上说着好听话 一个却是去薅太后的蜜剑 嗯 虽然这样做 显得太后很冤 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这是先生前几天 刚教我们的 我是不会再回去了 等贤宁长公主回来的时候 赵钱嘴里的苦味 早已经散了 但蜜剑的甜味 还是让她很开心 代表着被在乎 钱儿 她刚刚认下你 自然会对你上心 但到底只是姨母 你觉得她真能带你 诗如己出 带你好一辈子吗 什么姨母 乖 叫阿娘 阿娘 哈哈 钱儿乖 找个时间 为娘的给你改个姓 是姓冯吗 笑话 她也配 我的孩子为什么要跟那个死猪姓 当然是跟着我姓了 你以后就叫贝钱 这个名你用惯了 我就不改了 等你集贯之时 我在为你取字 被晾在一旁的广德长公主 紧紧地握住拳头 长长的指甲 把肉掐出深深的凹痕 不行 现在的赤马改变不了什么 只会把儿子越推越远 广德死死地盯着亲热的两人 赵钱却一个眼神都没有给她 我还要去看玉儿 先走了 好可怜呀 放假了 还要一个人苦哈哈的写作业 哎 太后 您之前不是说 把公主给我带两天的吗 啊 你说什么 我老了 听不见 我真的是安听 贤名长公主 在用膳食 牵着贝钱过来 尹小贝都是要向长辈请安的 但是到了广德长公主这里 贝钱卡住了 乖钱儿 叫姨母 贝尽管你别太过分 让我的亲生儿子 换我姨母 你不要他得寸进尺了 贝尽管看他跳脚的样子 依旧云淡风轻 根本不理他 只注视着贝钱 看他的选择 姨母万安 他的选择永远坚定 不会再回去了 不会再回头了 用了一只耳朵 差点失聪的代价 换回的爬出深渊的机会 他为什么要回去 赵钱 生养之恩大于天 我生你出来 我十月怀胎生你出来 你这一辈都是欠我的 我对他而言 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出气工具吗 不然 为什么可以在我生病受伤的时候 毫不关心 他又为何这样在意的作态 你要走 那你拿什么来还你的母亲 你有本事去死啊 广德 越说越不像话了 任养一事是哀家做主的 你有什么冲着哀家来 诅咒自己亲儿去死 你还说你配为母亲 母亲 太后殿下 你答应过我阿娘 会好好照顾我 护我一辈子的 她可是为你顶罪死的 突然听到宫廷密文 贤宁长公主 他们都惊了一下 昔日秋贵妃之死 竟有这等殷勤 就因为此 所以说是感天动地的姐妹情啊 所以太后再不喜欢 广德长公主的性格和脑子 也对她慈爱有加 而你呢 却要把我的孩子送给别人 你答应过我阿娘的 你说她的女儿就是你的女儿 是你们的女儿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广德长公主 利免赏赐 比起其他公主来说 更是丰厚一大姐 空有宝藏在手 却不知道使用 一手好牌打的希腊 可能也就是傻人有傻福吧 把她带下去 让她好生静一静 广德那张 极相似 邱贵妃的脸上满是怨恨 太后闭上眼 不愿再看 哎 迟早有一天会明白的 我也是为她好 孩子离开身边 至少是活着的 是健康的 要是一直被她 有意无意的搓磨着 到时候真出了事 才是白发人送黑发人 再悔恨也弥补不了 外祖母 你别伤心 还有育儿会乖乖陪着你的 难怪我的新儿子 争不过这小子呢 看看这抓紧时间 讨好人的机灵劲 知道谁才是最大的那个 而背钱呢 低着头 一个劲的抠手指甲呢 哎 傻点儿就傻点儿吧 也不能退货不适 广德掌公主回到自己 在仁寿殿赞助的寝宫里 解下脖子上的御佛 摆在箱岸上 前程许愿 愿佛祖保佑信女 一月儿成功入学红文馆 二前儿能够回心脚 孩子烦不烦啊 老娘要睡觉 知不知道婴儿睡眠不够 是会变笨的 我不想变得像你一样 白痴好不好 哈哈 你不是嘲讽我父亲是庶民吗 我同窗门都告诉我了 现在你父亲不仅是庶民 还是太监 你在胡说八道什么 信不信我告诉我阿娘 让他打你 你父亲已经被修了 他现在不是驸马了 他现在就是庶民了 你胡说 阿娘不可能修我阿爷的 你还不信呢 不仅把他修了 他现在还是太监了 太监是什么意思 嗯 就是 就是男孩子尿尿的 那个地方没有了 我同学是这么说的 你闭嘴 我阿爷怎么可能 没有尿尿的地方 他气急 冲过来去想把周欢酒 接着他身边 那个不起眼的宫女 直接把他拎了起来 赵玉的太监过来 想解救他 宫女伸出一只脚 两个都制服了 来啊来啊来啊 打不着打不着 赵玉哭着去找娘去了 两位长公主 此时正在正殿陪太后说话 赵玉哭着想跑进来 玉小郎君不要硬闯 先让奴才通报 太后宫殿怎可随意进出 但是听说父亲被修还 变成了太监的赵玉 此时不管不顾的大吵大闹 阿娘 你们这些坏人 我要让阿娘打你们板子 阿娘 我要我阿娘 他的嗓门特别大 把正在睡觉的背进出都吵醒了 修孩子烦不烦啊 老娘要睡觉 知不知道婴儿睡眠不够 是会变笨的 我不想变得像你一样 白痴好不好 这是叫火啊 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憋死了呢 广得 玉儿这是怎么了 声音都把大公主吵醒了 母亲 宣玉儿进来吧 她平时很懂事的 现在唤我的声音如此急切 想必是出了什么事 太后示意嬷嬷先把背进出抱下去 不要吵到她 背进出却不干了 别呀别呀 我不要走 醒都醒了 我也睡不着了 如果不让我看戏的话 不是白醒了吗 等等 不用抱公主下去了 赵玉被放进来 被父亲的遭遇弄昏了头 连之前交的行李都忘了 阿娘 你凭什么凶了阿爷 玉儿 在太后面前 怎可无礼 你在外面就大吼大闹 还吵醒了大公主 进来以后 甚至连行李都忘了 你在家里的时候 是怎么跟阿娘保证的 我不管我不管 阿娘 你是不是真的凶了阿爷 你和阿爷和好行不行 你就原谅他吧 阿爷和我说过了 他会改的 我都原谅他了 为什么你不能原谅他 我说怎么跟死了爹一样叫 结果不是死了爹 是咽了爹呀 果然是遗物想遗物 被千笑可怜 被他亲娘弄得死去活来 广德长公主 又拿自己的小儿子 没有办法 赵玉这孩子 虽然一张脸 长得与秋贵妃相似 性子却更像 他的亲生父亲 反倒是前儿 长相随了驸马 性情却像 他的亲外祖母 而赵玉又特别崇拜 他那个窝囊爹 跟背下了将头似的 还被养得自私自利 广德长公主 身强力壮的时候还好 装得还是乖巧的样子 等他老了 中风瘫了的时候 赵玉连看都不去看他 原助理说 广德老了不能动弹 话都说不清楚时 下人懒得尽心伺候 浑身长满了热疮 这时候他倒是想起来 大儿子的好了 可是大儿子坟头草 都三笔高了 太后听到小公主 心声后更发愁了 要是赵玉害死广德长公主 是最近的事 他还可以阻止一二 等广德老了的时候 他估计也到地底下去了 身前可管不了身后事 好不容易赵玉良心发现去看他 却看上了他身边 指手的丫鬟 色域兴起 两个人就在那里 颠乱捣凤起来 不知道一边的亲娘 因为吃得胃不舒服想吐 但没办法做起来 食物上已经堵住了气管 求救时 那两人正在做原始运动呢 哪里管得上他的动静 就这么憋死了 果然天下之大无奇不有 人活久了什么都能见到 好在前儿现在活着 只希望他看在广德 好歹生他一场的分上管管 而现在能做的 只有让广德早早看清赵玉的心性 赵玉在那里无理取闹 广德长公主却知道 他不可能和那个烂人 继续做夫妻的 月儿 阿娘问你 如果要在阿娘和阿爷之中选一个人 你选谁 当然是选阿爷了 你每天在家里什么都不做 就等着人伺候 但我阿爷学问可大了 也有本事 你就只是生了我而已 你们女人除了生孩子带孩子 你还会什么呀 沉默 是今晚的康乔 在场的所有人都尬住了 哦活完独子了 大兄弟 你有没有想过这里除了你全是女人 那个姓赵的太监为了拿捏赵玉 背后到底偷偷摸摸的 给他灌输了多少脏脑子的糟粕 还好广德掌公主不喜欢背钱 他对他爹来说没有价值 不然背钱也得被污染 我这姐姐胯下生出的血肉啊 被恋化成为了破开他心脏的尖刀 他最宠爱的儿子 却瞧不起他 好的那个 已经被我薅走了 落到我手里的 可是还不回去了 广德掌公主想伸手扇这个白眼狼一耳光 刚伸出手 看到他下意识躲闪的动作 想起了被他打伤耳朵的钱 不行 小孩子很脆弱 我不能再犯同样的错误 他转而去握住桌脚 死死扣住来缓解伤心和怒意 手都在颤抖 没想到 没想到我一直偏爱宠溺的小儿子 竟然打心眼里瞧不起我 我的一将全权之爱 剧都是为了狗 不 为了狗都比给他强 所以这就是我偏心的下场嘛 哎 晕了晕了呀 广德掌公主直接栽到地上 被气晕了 太后赶紧吩咐工人传太医 好好 既然在你心里 我这个当娘的连你阿耶一根脚趾头 都比不上 那你就去找她吧 赵玉也知道自己刚才心直吐出的真言 让广德掌公主伤心了 但是为什么会伤心呢 这都是事实啊 她的扎爹就是这么告诉她的 阿娘 阿娘 玉儿不是那个意思 玉儿只是想你们继续在一起 玉儿要跟着阿耶 阿娘不是最喜欢玉儿了吗 阿娘就和玉儿一起跟着阿耶呀 已经身心俱疲的掌公主 却不再被她的撒娇卖乖就糊弄过去 甚至到现在 她都还没有意识到自己错在哪 还在不停地想劝她原谅那个烂人 想而无状 在母亲面前失礼了 再待在人寿殿 徒惹母亲生气 而就带她先回赵家去了 太后倒没有不悦 如果她什么都不知道 可能还会这样 但知道了广德常公主是如何死的 反倒乐得赵玉提早暴露自己 只愿广德这次清醒一点 不要让她再操心了 阿爹你很痛吗 是因为不能尿尿了吗 玉儿 阿爷没事 童言之语直接往赵飞扬的身上扎 一提这个她就觉得蛋疼 被锦若这次就算是道歉 我也不会原谅她的 分明是我们夫妻之间的事 她竟然还告到圣上那里 害得本驸马 现在没办法出去找女人了 她就开心了是吧 没门 她害得我身体残缺 还想和我续夫妻之情吗 我就算是纯睡觉 也要找别人睡 锦若外头风大 我们进去说吧 我们一家三口 好生续一续 我就不进去了 赵飞扬 你不会以为 我这次来 是来挽回你的吧 难道不是吗 你就不怕我真走了 到时玉儿怨恨你吗 本公主是来给你送孩子的 赵飞不愧是你的种 一心想着你 全然不管我和她的母子之情 既然如此 这孩子就给你吧 本公主也不要了 阿娘 阿娘 你是说你不要玉儿了吗 她看起来相当可怜 换做平时 被锦若早就心软软的去抱她 哄她安慰她了 但是她哄了四年 哄了一条中山狼出来 锦若 你怎么能如此狠心 玉儿才四岁 她不能没有娘 你怎么可以抛弃她 赵宇 我问你 父母之间只能选一个 你是选阿爷 还是阿娘 我要我要我都要 我就是都要嘛 阿娘 你就留下来好吗 你不是最疼玉儿了吗 你不是最爱玉儿了吗 你喜欢玉儿都是假的吗 被锦若已经知道她的选择了 她还是没养熟这个孩子 她回身坐上马车离开 入宫一趟 她失去了两个孩子 思极死 她蜷缩起身子 眼面痛哭 她不敢哭太大声 被外面的吓人听到 她的脸面不薄 广德长公主因为儿子的事情伤心 这边贤宁长公主 也在为儿子的事情发愁 我们贝家祖祖贝贝 至少历代皇帝都是狡猾的狗东西 结果到了乾儿这里 出了个满口礼仪 满嘴圣人言 奉行君子之道的小骨板 真是祖坟冒清烟 但是到了红文馆 会被那群小滑头欺负的 不行 我得给乾儿来一次思想的洗礼 昨个晚上你又不听话 偷偷躲在被子里玩了 阿娘我错了 我保证这是最后一次了 哦哦 真好骗 其实我不知道你昨天晚上又玩了的 我只是诈你一下 你直接就承认了 所以你看 只要你死不承认 我就拿你没办法 可是大人不是都喜欢诚实的小孩子吗 那是因为小孩子没有分辨是非的能力 被人骗了还帮别人数钱 要是不告诉家里人就难以防范 如果什么事都告诉父母 父母可以及时地排除危险 让他们带孩子方便 毕竟安全最重要 被钱愣愣点头 贤宁长公主教她的东西 和她以前所学的完全相悖 等你长大了就会知道成年人的世界是有谎言构成的 与其那时候再开始慌慌张张的闯入真实的世界 还不如从小就开始适应 成大事者都不是什么君子 都没有什么道德 比如你的皇帝舅舅 你的外祖母 但是你身边有什么你觉得奇怪 又无法判断的事 你也一定要告诉我 知道吗 贤宁长公主将被钱之前的一切认知都打破重塑 以至于此后的被钱往无底线的道路越走越远 所以长大后 我每次觉得自己不是人的时候就去找被钱 发现他都还没遭天遣 就知道我也不用遭报应 但是现在的被钱还不是以后的狗贼 他还是个小孩子 所以贤宁长公主笑眯眯的挥动拳头 记住了吗 那我们就来算一算你昨天熬夜的账吧 被钱头皮一紧 转身就跑 长公主弯腰脱下自己的绣花鞋举在手上 光着一只脚去追 小兔崽子还敢跑 你给我站住 又回到我爹的菜市场了 我雷个洞 高睡醒人这么多吗 暴君听到小公主心声后 差点忍不住笑出声 陛下 华元郡王在封地一致远超规格 必肩亲王了 长辞以往 又成大患 朕倒是有意消翻 可是离上次先帝消翻也不过十几年 若是每代帝王都消翻一次 那诸王之位不稳 人心浮动 对我月朝江山的稳固不利 诸位爱卿 可有长远根除之策 一众人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诸王歌剧是历朝历代的难题 要是有办法早就想出来了 哎 这种要对付宗室的事情也只能撕下密谋 我也不能广问天下良才 就这么几个人的脑子 想不出来也是正常的 他自己还能掌控弹压那些藩王 只是无法给后代铺路罢了 那就只有看之后的皇帝能不能坐稳这个位置了 不就是推恩令吗 现在的律法都是敌长子继承大头 甚至全部的家产 代代相传 当然越来越雄厚 贝衡正想让大臣都退下 就听到了熟悉的铜音 你就让那些王爷的其他儿子也继承封地 财产 军队 他们跟诸夏咋式地生孩子 一个王爷十几个二十几个儿子 每个给他分一块 只要一代就分解完了 我没个动 难道你真是个天才 要不是有人看着 他都想把小家伙抱起来一顿狂亲了 下面的臣子们见着皇上的表情 从发愁到无奈到狂喜 那笑容大白牙都露出来了 不是 这是什么很高兴的事吗 这皇上怎么跟中邪了似的 回到家的许兰七就接到了皇上 让他拟搞托音令的手艺 这 这这这 这是何人想出的法子 兵不血刃的阳谋啊 不是对藩王们说 就是要消你的势力 而是壮死仁慈的为每个宗世子考虑 让他们也能继承父亲的财产 简直是神迹啊 谁想的啊 刚才在御书房的时候怎么不说呢 许兰七简直想冲到皇上面前 问是哪位兄台想的了 但是他忍住了 方才不说 私下里上奏 说不定这人就是陛下藏的秘密武器 远在封地的郡王们确实都气坏了 化缘郡王看着新出的律法器的手抖 他手一甩把册子扔在地上 王爷息怒 息怒 你没看到这是什么阴招 好一个分而化之 皇帝身边还真是能人背出 推延令这种毒计都能想出来 还不知道究竟是哪个狗贼想的主意 皇帝也知道把人藏起来啊 要是我知道是谁干的 绝对削了他 而被外界猜测的神秘人正在宣誓殿侧殿喝奶 喝完后还打了一个奶阁 太丢脸了 当小婴儿放屁要集中放屁 打阁也要攒着打 太羞耻了 弟妈呀 桂圈是真乱 刚进来看望小公主的暴君听到心声也被震撼到了 十几年前 那时候的羽济君还不是尚书令 他从地方被提拔入京的途中遇到了劫匪 慌乱中与夫人走失被人贩子拐走 谁知生下孩子后与夫人直接难产没了 还好一个好心人家把女婴买回去收养了 十几年前吗 那时候朕还是个矛头小子 好景不长 那夫人家里做生意陪了 女孩就趁着宫女小选时进了宫做宫女 还可以补贴恩人家 随后一果结识到了尚书令的长子 不要搞这么刺激呀 这不可以 救命 这姐妹还是个病娇 也怪羽大郎自己 有了喜欢的人还订婚 下次见面就要出人命了爱 尚书令女寄军吗 当年朕夺嫡的时候 她可是朕的大功臣 好家伙 尚书令之女爱上了尚书令之子 有情人忠成兄妹了属于世 这什么跟什么 朕的脑子都不够用了 御花园的假山一角 羽大郎正和一果亲亲我我 寒情默默 果儿妹妹 我心中有你 但宫女都是皇上的女人 我们在一起只能一直这样 名不正言不顺 偷偷摸摸地下去 被发现了还会被治罪 大郎哥哥 我爱你 我们一起逃离这皇宫吧 我 我要娶妻了 家里已经定了金氏 她家是不错 能给我的官徒增添助理 这枚谈木簪 还是还给你吧 这是一果的母亲 唯一留给她的东西 幸好是木头的 要是金银玉器 早就被那些人搜刮走了 奴知道的 郎君有难处 奴与郎君能得一段缘分 已经是三生之幸 但奴还没有准备好 下次见面后 我们再分别好吗 既然我的情被毁了 那你也别想活着了 死在最爱我的时候 也算对我的情都初开 得了一个圆满 本来宇大郎已经硬下心肠 想着他要是闹的话 到时候事发出来 就到打一耙 把事情都推到他一个人头上 可是他直接就接受了 还满心满眼为他着想 宇大郎顿时就心软了 当时看到他的第一眼 就有一种熟悉亲切的感觉 不就是再撕会一次吗 这都好多次了 不差这一次 自然可行异果妹妹 我不会忘记你的 你等我 若是有机会 我会让你到我身边的 真是空泛的 虚无缥缈的承诺 还是死人比较可惜 混账东西 你在干什么 本是偏僻的角落竟传出一道 他万分熟悉的父亲的声音 与大郎探头出去 眼前顿时一黑 微臣参见陛下 只见除了面前 对他怒怒而失的父亲 后边慢慢的夺不过来了几个人 抱着婴孩的男子 正是当今圣上 被发现了吗 和他同归于尽也好 被判罚也好 反正都是一起死的 任爱卿 朕可是一接到消息 便告知于你了 别说朕不给你面子 如何处置 你拿个主意吧 叫死 兄妹思通 还被暴君当场抓奸 这什么狗血的大瓜呀 真按我私心来的话 那可是我的儿子 陛下 您说无罪释放可好呢 与大郎本来也以为大祸临头 却听了陛下说 让他父亲拿主意 他顺时就松了口气 我好歹是他的亲儿子 肯定是能从轻处罚的 不过回去之后 可能免不了一顿家法了 陛下 逆子无状 霍乱公归 请陛下赐旗振酒一杯 以正视听 阿爷 您说什么 尚书令虽然心痛难忍 但舍弃一个儿子 保全于家 没有问题 何况本就是他自己犯的事 爱卿平身吧 看在我们君臣情义上 且今日公主百日 不宜杀生 朕可以饶你家大郎一命 停账一百便算了吧 哈哈哈哈 太溜了 停账一百便算了可还行 谢主隆恩 蒋公公 记得下手轻点 留他条命 但是宇大郎却不觉得是赏赐 他被嫁走的时候还在求饶 这个一国案例说 该直接赐死的 可日后尚书令知道了 这人是他的女儿 结合我咋办 虽然陈子灭了就行 但是少灭一个是一个吧 趁手的陈子很难得的 难道我要直接问 爱卿 和你儿子私通的是你闺女来着 你要不要为了他 也给正科一个 就是那个 那个簪子 手钻那么紧干嘛呀 把你那个坛木簪子拿出来呀 信物 这是信物啊 不然你就要死翘翘了 你手上拿的是什么 回陛下 是奴婢母亲的遗物 并非宫中财物 尚书令下意识地转头看了一国一眼 这张脸有点熟悉 再瞟了一眼他手上的东西 竟和他发漆带过的有点像 陛下 陈官此物略感熟悉 不知可令这位娘子将发簪功臣一关 陛下明正 奴婢私通一事 无从狡辩 但并未偷窃 此物是王母一物 上公局入宫时就有记录的 呜呼 太刺激了吧 现场吃瓜的感觉太爽了 敢问这位娘子方灵几何 正值二八 你娘现在还好吗 她死了 生我的时候就死了 我没见过她 您问这作何 陛下 惭愧 微臣惭愧 臣自知无言求情 但 但这位娘子 或许是微臣失散的骨肉 说完这句话之后 尚书令觉得有点怪怪的 他失散的女儿和他的儿子那啥那啥 他的脸顿时就绿了 臣不求其他 断手断脚 一笔踢骨也好 只求陛下饶其一条性命 让臣查清身事 今日大公主百日 不宜杀生 求陛下网开一面 嗯嗯 先别让他死 我还想看他逆袭成大小结 打脸那些拐他妈的人贩子呢 都不知道人贩子有多过分 那些人不遭报应的话 我又会长乳腺节节的 同武大郎 停掉一百 留命 一果被人压下去的时候 却没有如与大郎一般大喊大叫 什么 我的亲生父亲是上书令 那以后我可就是千金了 以前我面临的那些阻碍 屈辱 难关 就是我动动手指就能解决的东西 陛下 再拜托您一件事 借我几个人 帮我把这两个逆子抬回去 哈哈哈哈 真是两个坑爹的孩子 外面不管是热闹还是闹腾 都影响不到摘星楼的清静 这里就像一世独立的一小方天地 国师看着命盘的轨迹 渐渐偏移 笔尖传来窗外摇摇的梅香 这次 他似乎过得很好 公主殿下 万寿长乐 要记得答应我的 不要让我等太久 公主的百日宴上 三三两两的人聚在一处寒暄 对这些官场上的老油条 宴会不是拿来吃饭的 而是拿来拓展人脉交情的 朝中重臣和红文馆中的祭酒关系尤为紧密 只因大臣子寺都在红文馆待着 就连贤宁长公主 见了他都去上前问候一声 祭酒 被前这孩子出入红文馆 没天麻烦吧 长公主殿下放一百个心吧 先生们最近总是和别人提着孩子 说是难得教到这么有天资的学生 讲的几乎是一遍就明了了 少家提点就能融会贯通 他竟然很受先生们喜欢呢 啊 您是在同我说笑吗 殿下 孩子若是真的聪慧 咱们可不能否定打压的 久而久之 好好的仆域都给打碎了 被前这孩子是真有天资 您该骄傲才是 啊 我没想打压他啊 他是觉得奇怪 被前在文青书院的时候课业很差 到了人才积极的红文馆反倒成了前头的 难道现在文青书院的先生们 比陛下找人请的那些大财 更有教孩子的能力 不行 我得去查查原因 你是谁啊 我叫雷念儿 是金无卫上将军的女儿 金无卫将军是什么呀 我只知道话本戏文里说的将军 都是上战场杀敌的那种 我娘跟我讲过 金无卫掌管宫中和京城巡防 必须是天子最为信赖的武将之一 这女孩身份不简单啊 难怪能进宣誓殿 我叫周欢九 是太后的侄女 那边那个以前很害羞 但不知道最近怎么脸皮变厚了的 叫贝钱 是玄宁长公主的儿子 贝钱想说你礼貌吗 她能怎么办 她只能回一个尴尬 但不是礼貌的笑 你们忘了我吗 本宝宝才是今天的受心爱 别忘了你们是来陪我玩的呀 对了 公主殿下是陛下亲自养吗 那她的阿娘呢 公主也有点可怜的 她生母被费进冷宫了 啊 这样的吗 听说是想要害公主 才被皇上给废了 原来她的亲娘也不喜欢她 和我一样 甚至比我更惨吧 至少广德长公主只是蠢 并没真心想害她 因为同病相怜 她心里对这个身份尊贵的表妹 有了几分亲近 然后 你们不要烦我的黑历史啊 别聊了 来陪我玩啊 算了 没人理宝宝 那就看八卦吧 只因贝钱对小公主 同样的遭遇感到同情 于是好感度上涨 她突然听到小公主心声震惊了 怎么回事 大白天的闹鬼了 百日宴结束后 雷宁有事先回去了 贵夫人在宫门口等着雷宁 怎的呢 在宫里受了委屈吗 阿娘 为什么公主也是树初 却过得如此幸福呢 她今天才知道 公主的生母是冷宫的沸飞 但并不影响陛下对公主的宠爱 其实真正的差距不在狄树之别 宠妾灭妻则有之 如你阿爷这样的也有之 但更多的人家根本不中狄树 只是看中狄长子而已 男人若是瞧不起自己的树树子女 那就不该纳妾生子 难不成 孩子是姨娘们一个人就能生下来的吗 生下来就是为了虐待孩子 连畜生都不如 所以阿娘不爱阿爷 念儿能理解阿娘吗 可怜了我的念儿 生到了她的膝下 从前阿娘想过 早知生下你来是让你受苦的 我当初就该寻一碗红花喝了 不该带你来这世上 好在如今熬过去了 所以念儿 不要因为自己的出身 看低你自己 这不是你的错 只是女子在家宠妇 父亲便是天 她喜欢谁 谁就高贵 她厌恶谁 谁就低贱而已 阿娘 如果是女子当权 女子那很多个男人 是不是就没有敌数之分了 贵夫人万万没想到 她的思路竟是朝着这样发展的 都是从自己肚子里出来的孩子 谁知道生父是谁 岂不就一视同人了 嗯 果然还是小孩子啊 女人怎么可能当权呢 不过这孩子已经够懂事了 就让她在长大之前 再做几年的梦吧 百日宴过去 贤宁长公主去了一趟文亲书院 但是结果和她猜的不一样 那里的学生 确实和红文馆交出来的差远了 我就说嘛 集天下最顶级的先生 与一体的红文馆 怎么可能突然就差了 所以这是为什么 贝尽管去找了贝钱以前的授业先生 你说什么 长公主 赵钱的母亲竟然是月朝的长公主 完了完了完了 她有这身份为什么不说呢 斗夫子 我们文亲书院也是精忠难得的好书院 显贵子弟来进学的并不少 何须如此惊讶 院长 是赵钱从来没有说过自己的家事 突然知道是公主之子 在下才诧异了些 你是赵钱的夫子 对他应当身为了解 长公主有事询问 你随我一同拜会 院长走着走着 后面的脚步声似乎不对 他回头 见豆夫子在后面 慢慢磨蹭着一小步一小步的走 他不由催促 豆夫子快点 不要让长公主久等 好的院长 长公主殿下安 在下文亲书院院长 这位是豆夫子 令郎从前的先生 你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我们 前儿这孩子蒙上恩赐 进了红文馆去 他此前在文亲书院课业奇差 本以为去了也只是凑热闹 不成想祭酒 却与我说 这孩子是名列前茅的 所以被某此番是想了解一下 犬子耽误学业的原因 避免重蹈覆辙 对长公主的贴心拜访 豆夫子惊慌失措 只因背后的原因令人愤怒 兴许是文亲书院的教导方式 不适合前小郎君吧 毕竟红文馆人才辈出 前小郎君在那里 能发挥出全部的本事也不奇怪了 他在敷衍 长公主敏锐地察觉到了不对 前儿的天资 是祭酒亲自肯定过的 只要他认完了字 就算没有先生教导 自己看书 也不至于会学得一塌糊涂 豆夫子 贝某好歹是皇家公主 想查一件事不难 您要是今日撒了谎 承担得起贝某的怒火吗 豆夫子 你只需要讲出来 你对前郎君的了解便是了 又不为难你什么 万不可隐瞒于长公主殿下 势奴既差了 确实有件事 前郎君性子文静 和其他的学生相处并不融洽 在书院里难免估计了几分 小孩子嘛 或许因为被影响了心绪 他话说的委婉 贝静馆却觉得没有这么轻松 而且这位豆夫子 方才支支吾吾的样子 这里头没有他的掺和 贝静馆是不信的 院长也意识到什么 快五十了 小儿下学的时候到了 就不聊了 阿娘今天去哪啊 是不是又趁着我不在 偷偷玩去了 臭小子 老娘要去游乐 还需要背着你 近来可有遇到什么事 哥 最奇怪的应该是我能听见 大公主的心声 小崽子鼻嘎那么点大 心言字还挺多 但是这种事 我还是瞒着吧 没有 那之前呢 阿娘想问什么 直说就是 在文青书院时 可有人欺负你 有啊 可多了呢 那你为何不说呢 阿娘什么时候吃饭呀 我好饿 马上就吃 都过去了 问题都解决了 不用说了呀 我从前受的委屈 又不止一件 要什么都说 至少得和阿娘 讲个三天三夜也不停歇 那 那时你为何不告诉你 广德姨母 提到那个女人 背前的胃口都小了一半 嗯 其实我说了的 那她是怎么处理的 被尽管差不多猜到了 估计不是什么好的解决方法 她想听听那个缺心眼的 蠢姐姐是有多蠢 她说 别人为什么不欺负其他人 就欺负你 你这个臭脾气 谁会喜欢 你反思一下 是不是哪里做的不好 惹了同窗们的不满 你把你这性子改改 连同窗之间都相处不好 育儿就不会像你这样 那些记忆 被前以为自己早就忘了 但是回忆起来 又是那么生动的浮现在脑海 宛如昨日发生一样 岂有此理 当年秋贵妃也是个聪明人 黄考就更不用说了 她二人是怎么生出 被紧弱这个窝囊的蠢货的 有娘疼真好 如果先生布置的课业 再少些的话就更好了 前儿 那你就不想报仇吗 就放过那群小畜生了吗 人计在小 做错了事就是错 伤害了别人就是伤害 我的前儿就不是孩子吗 谁放过他了 当然想报仇的 我可是很记仇的 人我都记着呢 只是不急于一时 现在报复能做什么 不过就是通知他们的家人 惩罚他们一顿 打完就过了 那前儿你想怎么做呢 要是等他们长大懂事后 我把他们的求是之路 生才知道 一一掐死 他们不得不来 求我这个 以前任意欺负的软包子 这才是杀人诛心 而我不会因为他们的祈求 就放过他们 就像我求他们的时候 他们也没有放过我一样 这是他第一次展示自己的黑暗面 但他知道 母亲能接受 现在报复和以后报复 也可以都要 不过你别想歪主意 现在是该你专注课业的时候 阿娘帮你摆平 你只需要享受结果就行 多谢阿娘 被钱直接写了一张清单给他 上面除了学生 还有一个豆腐子 我找他求助过的 他却是帮着那些凶手 而从前不知事故 经过阿娘教导才明白 因为姨母不允许我暴露身世 其他人却都是明面上的贵族子弟 这个先生攀负权贵 自然去讨好那些人 不帮我 并不是因为我做错了什么 好了 阿娘知道了 钱儿等消息吧 被静管准备出去料理那些人 出门便见到了被锦弱的马车 就处在他门口 还想找我要儿子 合着死缠烂打不走是吧 正好我来气 骂一顿再说吧 阿管 你等一下 今日是怎么了 为何不让我把买给钱儿的东西送进去 阿子真是生了个优秀的儿子 您还不知道吧 红文继酒同我道了喜 钱儿格外聪颖 在红文馆学的东西 信手拈来 我便奇怪了 为何这孩子以前在文青书院不行呢 一查才知道 原来是一直被欺负呀 但是长公主之子被欺辱的无心刻业 谁有这个胆子 问了钱儿才知道 原来他那个娘有个没有事的 不仅不帮他撑腰 还反过来训斥他 阿子还记得这事吗 你记得之前钱儿找你求助时 你说的是什么吗 广德长公主的脸色 随着他的一字一句逐渐变得煞白一片 既然亲娘不顶用 妹妹这个养娘就有发挥用处的时候了 我得忙着去给钱儿撑场子了 否则别人都以为我的孩子好欺负呢 不过做阿子的孩子确实好欺负 告辞 背景管的马车远去 广德长公主站在原地良久 仿佛一肃僵硬的雕像 殿下 你怎么了 直到丫鬟都站不下去了 小声问了一声 背景若这才发现自己的腿已经麻了 你说 我是不是真的没资格做一个母亲 现在想起来 他以前多听话 我看到他那张脸 想起了赵飞扬 对他总是不耐烦 但除了那张脸 他身上没有一点赵飞扬的影子 他声音逐渐哽咽 可是到如今 还不是他自己造的孽 为什么我到了 现在这种境地才想通呢 他性情不讨喜又怎样 他长相不像我又怎样 当初怀他的时候 我明明只希望他能平平安安长大就好了 为什么等他出生了 我对他的期望越来越多 为什么要因为他没长成我期待的样子 就失望呢 他的脸颊滑下一道道泪痕 被无情的寒风吹得发疼 哎 躺太久了不舒服 被几十斤奏折淹没的皇帝听到心声 准备伸手去刨一下小家伙 他手伸过去 结果手感不对 孩子呢 他有点慌地转头去看 背静出跟个被翻了壳的小乌龟似的 蠕动着哼哧哧哧地翻身 哎呦 不错嘛 处处真厉害 学会翻身了 哈哈 我就是最棒的宝宝 陛下 改用三了 什么 你怎么知道朕的大公主会翻身了 啊 好吧 能理解陛下对小公主的宠爱 找些吃的来吧 看来阿爷也是真的饿了 我什么时候才能吃上美食啊 本宝宝好可怜 陛下 这是七朝容送来的 这是张杰鱼送来的人生乌鸡汤 这是五美人送来的鱼露团 这是翠彩人送来的牡丹烟菜 奴才们已经吃过毒了 哇 光是听着菜名就感觉好好吃啊 我什么时候才能吃啊 皇帝偏头一看 某个小家伙眼巴巴地盯着他手上的东西 嘿嘿 吃不着 甚是美味啊 狗暴君 暴君 暴君 被小家伙张牙舞找得骂了一顿 皇帝却觉得内心舒畅 真有意思 陛下 千差于是晴云 国子坚强罗平 忠书有时以苗如正等人求见 这些人干嘛赶场子式的扎堆来啊 把这些橙子传进来吧 陛下 您要给陈等做主啊 呼呼呼 又有八卦可以看了嘿嘿嘿 连刚才被狗阿耶斗的气都算了不少 停 别哭了 不要耽误朕的时间 有时说是 对着忠书令 尚书令这种的心腹就是一口一个爱情 一口一个朕不知道怎么该怎样抬举你 而用心之处 朕都体悟得到 把人家唬得一愣一愣的 又骗人家的忠心 哈哈哈哈 这话术真的太牛逼了 完全就是个传销头子 要是你看中的众臣到你面前哭 你说不定还会给他上杯茶摸摸头 然后安慰人家做知心哥哥呢 哈哈 这不是很正常的吗 好使得臣子和一般的臣子当然要区别对待了 虽然不知道传销是什么东西 但一定不是什么好话 骂吧骂吧 我都已经习惯了 陛下 贤宁长公主 今日带着人强闯文亲书院 把陈孙儿毒打了一顿 臣的孙儿只是个垂条智童 不知适合缘由 竟要遭长公主如此狠辣的毒手 陛下 臣的长子也是 我们诸位都是子孙被贤宁长公主打伤的 据说是因为孩子们从前在文青书院的时候 和长公主之子起了矛盾 这是何得荒谬啊 陛下 就因为几个小子之间的摩擦 就让长公主亲自下场得孩子动手 简直是 简直是 他甚至还带着布曲来横夺臣等府中财物 简直是强盗手段 公主的布曲本是为了保护公主 这让其他的臣子如何安息 望陛下能替臣等做主 让长公主殿下给臣等一个说法 贤宁确实是一个泼皮性子 但也不至于是非不分吧 不过背景若还虐待自己亲生的长子呢 我这些姊妹 干出掉我认知之外的事情 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哈 蒋公公 去传贤宁长公主 蒋公公还没出去呢 门外的太监又进来通传了 陛下 贤宁长公主求见 我就知道你们这些老不死的 要让人先告状 亲亲姑姑爱 你说话的方式和你的脸不符啊 圣上圣明 妹妹今日出手 并未打残打死那些无状小儿 养上几天就能养回来了 只不过这些无耻之辈 贱妾这次得罪的人多 便以为人多是众 妾 天子之妹 贤宁长公主敬上 请陛下言成旗帜下不言 纵逆子孙 欺凌弱小之罪 长公主 令郎公主之子 如何算是弱小 连公主之子都敢欺辱 苗石仪是否灭世我辈世皇族 当初令郎并未表明身份 圈子不知 其为皇室中人 哪里算得上蔑世皇族 所以你承认纵容子孙 欺凌弱小了 突然一阵属于小婴儿的笑声 把嘲讽拉满 被禁出吃瓜看乐了 不行了 给我笑发财了 这个老头是想笑死我 好继承我的口水 都骂哈哈哈哈 贤宁长公主 骄傲地仰着脖子 那眼神仿佛在说 一群小垃圾 没一个能打的 救命 怎么这么好笑 长公主殿下 您状告陈等 那为何要先将陈等的子孙 抓起来动一撕刑 我倒想问你们的那些子孙 为什么要欺负我的前儿 为什么要孤立他 为什么要羞辱他 为什么要踢打他 为什么要扯他的头发 撕毁他的书 和好不容易做完的课业 为什么要在他的座椅上放铁钉 为什么要要抢他的笔 他的银子 他们都不缺这些 却要以抢夺为乐 我帅不屈抢了你们的财物 你们便不服告预状 那小孩子被抢了自己的宝贝 他找谁告状 见代人想抢白 贤宁长公主在他开口前 堵了回去 你想说 小孩子能抢的银两不多 不能和那些金银玉器 相齐并论吗 我还没有夺走你们的全副身家 孩子身上的那些东西 就是他的全部 他被名为铜窗 实则恶鬼的人 夺走了他的快乐 你们却觉得 只是孩子之前的闹剧 不重要 那我伤了你们的孩子 你们的反应怎么就大了呢 你们的孩子是宝 我的孩子就是草吗 这话他们还真不敢解 谁敢说公主的孩子是草 背前这小子这么惨的吗 这是怎么长大的呀 真是小可怜 还好有了个心吗 皇帝都想点头了 确实好惨一孩子 现在所有人都默默地 等着皇帝主持公道 贤宁长公主被禁管 滥用不娶 确实该罚 妾敢作敢当 自然认罚 他这次在赌 如果他猜的没错 陛下不会为了这些 失位素餐的雍臣 责罚他太过 那就罚你一年俸怒吧 陛下 这处罚是不是太轻了 贤宁长公主却捂着胸口 像是窒息的样子 钱呐 我的钱呐 一年的俸怒啊 这狗阿兄的心是真狠呢 罚得轻吗 你要不要看看 他那恨不得 以头枪地的样子 我阿爷就是个专横霸道的 想要劝他改主意 要么有能力 要么有感情 要么他被现实毒打 意识到了自己的决策错误 这些个人不可能 我在我爹的菜市场这几个月 臣子们提建议 各式各样 观点想法的都一堆 要个个都听 月朝早完了 既然解决完贤宁长公主的 惩处问题了 那也该论到你们了 从今日起 你们就告老还乡吧 陛下 臣等才是受害人 为何还要反过来惩处我们 月旅中 是不是规定过 为官者不得欺压 或放纵他人 借自己名义欺压百姓 这次可以说是小儿打闹 但更多的是 你们未曾归属家眷 幸好被钱是公主之子 才能闹到朕根前来 若是一平民呢 敲灯文谷吗 有几个人敢 若不是贤民把这事闹出来 朕还不知道你们如此张狂 说起来 朕还该赏他才是 那你倒是赏我呀 赏我呀 把我的钱还回来呀 而此时的臣子们 都被殉得低着头 他们实在没想到 只是一个小孩子 在书院被联合起来欺负了 还能上升到这种高度 呵呵 朕看不惯你们这些 靠着自立摇上来 实则不堪大用的人很久了 也不知道黄考当初 是怎么选人的 正好 揪着这个错误 把官都罢免了 给新生的能人衡位置 啊 好鲜艳的金菊 我要吃 我要吃 陛下 这是臣最近研制出的 改良版金菊 臣特意带来 公陛下品尝 好好好 又劳爱卿了 不过这种只有权贵 才能用的技术 研究出来意义不大 爱卿还是把时间 放在提高粮食产量上面 比较好 近了 近了 还差一点点 然而等到 被敬出距离金菊 只有一点点距离时 皇帝就忽然伸手 把金菊夺走 坏人 暴君 你竟然抢小宝宝吃的 我不要跟你好了 现在你开心了吧 你这个冷漠无情的人 就这么吃 酸死你 牙掌齐了吗 就想啃 等会儿给你捣过泥 嘿嘿嘿 阿叶醉好了 我要和你天下第一醉醉好 我乐个豆 你比朕还阴晴不定 唉 带孩子七个月 跟感觉自己 苍三的跟老了七年似的 阿娘到底是怎么 把我带大了 还没被妻死 陛下 陛下呀 苏菲要省啊 嗯 二胎要出来了吗 皇帝直接站起来 准备去旧日殿 突然想起来 自己太激动 忘了还有个仔 回头一看 贝静出眼巴巴的望着他 在院子里吹冷风 就在偏殿等着 贝静出无语地皱着小眉头 就算是等着妃子铲子 他这劳碌命的阿姨 还搬了几百斤的折子来看 阿者 这就是传说中的日理万机吗 皇帝这个位置 简直不是人当的 贝静出第一次见妇人生产 来来往往有不少盆血水 被宫女端出来 又一盆盆干净的水被送进去 但是没有听到淑妃叫喊的声音 怎么没生 啊 不会是晕过去了吧 啊 为什么要有声音 生孩子又不是靠汉 陛下母女平安 恭贺陛下喜得公主 虽然他更想要个皇子 但能多一个活着的孩子也满足了 皇帝走过去时才听到婴儿的哭声 和初初出生的时候 能把他哭得耳朵疼得嘹亮 哭声不同 这个孩子哭得跟小猫似的 让他实在担心能不能养活 太精了 养财女到底是怎么养胎的 众人这才反应过来 因为之前谋害大公主 淑妃从生下龙胎的那一刻起 就被降为财女了 贝静出在蒋公公怀里 伸着脖子去看妹妹 你好丑 怎么像个妈咯 啥 你礼貌吗 总觉得你说的不是什么好词 算了 被亲姐姐嫌弃一下没关系吧 反正她也听不到 姜儿公主抱去公主殿吧 主殿内 杨才女生产丸 强撑着一口气问进来的宫女 怎么样 陛下是什么反应 陛下见二公主体弱 很是生气 二公主呢 怎么没抱进来 是陛下看着觉得担心 决定也亲自照顾吗 未曾 公主已经被送去公主殿了 什么 本宫十月怀胎的孩子 陛下为何要将她送去公主殿 杨才女 才女是不能将公主带在身边的 这是规矩 而且您现在也不能再称本宫了 你叫我什么 杨才女 陛下有令 您谋害大公主 被贬为才女 产后执行 要求瞒着您 是为保您不动胎气 您不会真以为伤害公主 是可以轻轻接过的吧 不可能 定然是你这贱臂在胡言乱语 本宫先为陛下诞下皇子 现在才为陛下诞下公主 陛下不可能这么对我 我要去找陛下 但是宫女们都没有拦她 她们都忙着收拾主殿 等收拾完了 她们就走了 才女是没有贴身宫女的 杨才女现在已经不算他们的主子了 杨才女起身 脚踩到地上 刚收到那人没力气直接摔了 但是周围宫人冷眼旁观 没有人来去扶她 原来是秋后算账 我还以为 看在黄寺的份上 陛下会给我一次机会 对了 杨家呢 我的娘家呢 当然是被您连累 满门抄斩了 杨才女崩溃的趴在地上哭号 宫女当然不是好心 这女人前段时间 仗着自己肚子里 怀着黄寺就各种做 闹 把她们一堆工人弄得心里焦脆 天天黄寺出了事 她们全都要问责 现在终于是出了一口恶气 陛下 陛下 打喜呀 张杰鱼无媚人 二位到游戏了 蒋公公说完后 皇帝却没反应 爱马 高兴傻了 玩独子了 一国之军场傻子了 她确实高兴的呆住了 在听到小家伙的心声后 无语地反应了过来 这小家伙是一点都不担心 我孩子多了 以后没那么宠她了呀 到底谁傻 只会芳妃一生 进张氏 无是为妃 等等 先拟止 进芳妃为贵妃 不然后面的一个个都生上来了 一个管理后宫的位分 却压不住 会生乱子 再者 张氏对初儿的喜爱 我可都看在眼里 绝对不是装出来的 因为装出来的是温柔照顾 而她却是暴风希望 用初初的话说 就是变态地像暗地似的 又是熟悉的晋升流程 怀孕了风妃 生下来了风似妃 之前那个贵妃和淑妃就是这样 之前的鹰妃和丽妃也是这样 一点新花样都没有 没意思没意思 小家伙的吐槽 她已经习惯了 就是有点不对劲 心声似乎越来越小 陛下 公主爬走了 她猛地看过去 只见贝靖初挥着短手短腿 已经爬到宣誓店门口了 她是直接从摇篮里爬出来的吗 这小家伙 骨骼如此惊奇 不对 不是 难道她会爬了 却抱过来 你们也不拦着 陛下我怨呀 我也想拦着 但是小公主完全不像个才会爬的婴儿 一溜眼就穿老远了 等我看见的时候 都已经穿到宣誓店门中了 黑羞黑羞 这系统出品的武力服就是好用哈 感觉我的手脚可有劲了 眼看着就爬到外面天空下了 被蒋公公抱来放在了皇帝的怀里 迎接她的死亡射线 几个月后 当年拐卖一国母亲的罪犯 被押送到了京城 听说一路上死了不少 欺辱你母亲的那家人还活着吗 一国搜寻了一圈 目光定在了角落处的一个老头身上 是他 阿爷 小时候我被杨母买走 一直不知道自己的身世 直到杨母家里落败 这个人却趁着夫人加款了 上门要钱 不给钱就弄死我们一家 杨母在他们的威胁下给了钱 但家里却因此雪上加霜 没有了本金 错过最后的翻盘机会 我和我的母亲 都毁在了这一群人家手里 没想到峰回路转 她的生父竟然是当朝尚书令 她竟然是大约最顶级的贵女 她终于有能力偿还杨母一家的恩情 尚书令使了个脸色 老头就被狱卒拎了出来 饶命啊饶命啊 你们抓我出来干什么呀 我认我认 我全都认 不要再打我了 16年前 你可曾买下过一个傻女 是是是 我是买下了一个傻的 我招我招 我什么都招 求你们不要打我 当初那些女子 求你不要打他们的时候 你手下留情了吗 问你什么你就打什么 还说一堆无意义的废话 是不是想混淆是听 一看就不老实 先来个三十遍吧 随后牢中便是一片惨叫和血腥气 等编完之后 她再不敢说一句废话 那你还记得我吗 没 没见过贵人 我就是你买回的那个傻子生下的 一出生就差点被你溺死 被买走之后 你还上门勒索的那个女婴啊 大人 大人 是贱闭有眼不识泰山 我知道错了 是我不该 你手下留情 不要再打我了 只要你老老实实的打了 我自然不会对你用心 老头以为自己逃过一劫 松了口气 你对我母亲动过几次拳脚 分别在什么时间 什么地点 因为什么原因 每次都给我回答清楚 老头努力的去想 但是他面对买来的女人 想揍就揍了 怎么会特意的去记这些 一果就是在故意为难他 怎么样 你也尝到了 和之前的那些女人一样 无处申诉 伤痕遍体的感觉了吗 等你们被斩首的那一天 我要亲眼看着你们 一个个人头落地 从小兔崽子会爬以后 除非他睡了 不然不可能在他的小窝里找到人 闭心 公主在哪 背静初突然脑袋上似乎毛毛的 像是被什么东西盯着 他一抬头 发现阿爷正嫌弃地皱着眉头看着他 糟心了 你这小家伙真是一点都不安分 背静初扣扣脑袋 乖巧地爬到皇帝身边去 阿爷 抱 这叫人怎么气得起来 而且皇帝本来也没生气 只是无语 妹妹也有名字 叫北烟雨 知道了 快把我放下呀 让我自己再出去转转 这个月我已经快把宣誓店的 边边角角都爬完了 闭着眼睛都知道哪是哪 什么时候才能去外面呢 正想着 传来一阵失重感 背静初吓得哇哇大叫 不是 你是要丢了我妈阿爷 不至于吧 宝宝有那么招人反骂呜呜 没伤感两下就被接住了 皇帝抛的也不高 原来是举高高呀 我还要玩还要玩 抛了好几次 背静初才消停 然后就被皇帝抱着去瞧妹妹 刚出生的妈咯 啊不 刚出生的妹妹不要扔 养着养着就好看了 陛下 二公主还在睡觉 放开我 我要自己爬去看妹妹 好在公主店的地市我特意交代 一调擦干净的 小兔崽子自从会爬了以后 在阵手上都待不住了 背静初黑羞黑羞的爬到妹妹旁边 小婴儿还在睡 怎么每次过来都在睡 生前何须久睡 死后必将长眠 别睡了起来害呀 你自己也天天睡老酒 还吐槽别人 不过背静初也没有去吵醒妹妹 就是在她周围爬来爬去 跟女巫做法式的绕圈圈 在外头就听见小家伙的笑声了 安一家就知道 你把初儿也带过来了 背静初努力伸长脖子 去看太后的后面 别看了 你久久表姑过不来了 啊 为什么不过来陪我玩呀 你久久表姑呀 被先生罚流疼了 过不来的 背静初突然就笑出声了 果然快乐是建立在 周欢九的痛苦上的 太后 邪名长公主携驸马求见 驸马是带着伤来的 两人似乎是闹了矛盾 瞧着说话的艺术 两人似乎是闹了矛盾 明明就是我的好姑姑 把驸马又压着揍了一顿吧 哈哈 阿管聪明 知道朕不喜欢处理 他们这些家长里短的事 跑来掏扰阿娘 阿娘先去吧 朕也该回去了 初儿肯定也想凑热闹 阿娘完事了以后 再派人把初儿送回来吧 不是 我想凑热闹的心 这么明显的吗 我还什么都没说呢 对了 我还不会说话呢 背静初挥着小手抗议 总觉得自己被嫌弃了 是怎么费思 但是一到人寿店 这四处弥漫的八卦的味道 瞬间就冲走了 被阿爷嫌弃的不开心 背静初兴致勃勃地 看冯驸马肿起来的熊猫眼 这熊猫眼好对称哦 说吧 你二人怎么回事 禀太后殿下 陈有幸被选为驸马都尉 自当万分荣幸 可不孝有三 无厚为大 贤宁长公主不愿孕育子嗣 皇家又不许臣等纳妾 就算过及了一个倍前 那也不是臣的亲生血脉 还随皇姓 臣不敢要求公主为臣孕此 哪怕这是为妻者应尽的义务 臣只想求那几方妾使 延绵子嗣 不让冯家绝后 可公主自己一边面手诸多 一边又不许臣纳妾 臣只提了一句 便将臣打成这样 哈哈哈哈 顶着一堆大型黑眼圈 看上去确实很惨 让你多读书 你非要说未诸好 多读点书吧我的驸马 带你出去 我都嫌丢人 不孝有三 无厚为大 顺不告而取 视为无厚 意思是 不孝有三 未进到后辈的责任是最大 顺不告而取 没有进到孝道 没有进到后辈的责任 看你肚子里 那二两墨水叮当响 也就一张脸还能看 本公主就算想跟你聊人生哲理 诗词歌父都聊不起来 要是孩子继承了你的脑子 本公主会被气死的 连闺房之乐都玩不明白 还想生孩子 尽管收敛一点 房中之事还是私下说吧 母亲儿说了不想生孩子 再说了 如果儿生了个亲生的 难保前儿不会痴心 这孩子好不容易才解开心结 到时候我一个不慎疏漏了 又给他打回原样去 那我得哦死 驸马想要后代也是人之常情 纳妾也是绝不允许的 开了这个先例 以后就会得寸进尺 不如就让儿和离了吧 准 离一个婚而已 又不是什么大事 不是 太后 臣没想和离啊 她本就是匈无点末 全靠着父亲是先帝心妇 才娶到了公主 可一朝天子一朝臣 她的所有富贵 以前靠父亲 后来靠妻子 怎么 既想占着驸马都尉的荣誉 还想纳妾生子 猪脑子 美的你呢 滚回去写和离书 不然我就休夫了 夫人夫人 我发誓以后绝不纳妾 绝不再嫌二星 绝对将被嫌事如己出 求求你不要赶我走啊 行了 哭哭啼啼的 让人看笑话 赶紧把眼泪擦擦 出去被人看到了 又该笑话你了 你是我的驸马 可不能让别人笑话 公主 你真好 你这么好 我竟然还想纳妾 我真是太不是东西了 这这这 CPU的手法也太熟练了吧 到底是我的问题 还是这个世界的问题啊 抬头一看 太后的表情虽然还算冷静 但是背静出对自己大母的了解 太后此刻也是非常震惊的 好吧 是贤宁姑姑的问题 她好牛逼 好了 你先回去休息吧 我还有事和母亲谈 冯驸马抽抽答答的走了 甚至略显娇羞 不是 既然你这么轻易的拿捏她 她怎么还总搞事呢 贤宁呀 她这么听你话 怎么还总是出来闹腾呢 母亲也能看出来 她脑子不是很聪明 好了伤疤忘了疼 过几个月就又抽风了 既如此 你和黎了也行啊 一了百了 母亲你也知道 儿的公主府面首不少 驸马之位被战兆时还好 要是空出来了 那群美人天天争风吃醋要上位 儿的老妖消瘦不起 驸马脑子虽然不行 脸还是不错的 跟养一个笨蛋小狗差不多 看她时不时的作妖 就当斗闷子了 收拾起来也不麻烦 所以我大母也是你们退的一环 所以你们就来麻烦哀家 背静出的新生和太后的疑问同时响起 祖孙俩互相看了一眼 都觉得太后像了冤种 而说何离 他还以为儿是在唬他呢 换成您来讲 他直接就吓傻了 而且儿这不是怕您在宫里无聊 特意给您找点乐子吗 哀家真是谢谢你了 这次找您确实有件要事 儿有意为前儿请个爵位 儿知道公主之子也不是个个都能封诀的 要么是自身功勋 要么是母亲戎宠 儿自认没那个脸皮 但前儿虽然认在我名下了 也改不了是锦若阿子所出 赵玉那小子明显是个靠不住的 锦若阿子晚年也只能靠前儿了 背静管用力捏着拳头 要承认自己养得优秀健康的孩子生母是别人 他不太高兴 但他要为钱儿争所能争得的 最高的地位 母亲 秋贵妃一定希望锦若姐姐晚年可以安度的 哀家会交代皇帝的 于是太后亲自把背静初送回了御书房 顺便和皇帝说起这件事 给个爵位而已 更何况背钱本来就是皇室血脉 不过 剑贤宁长公主如此自在 皇帝突然有了一个想法 阿娘 你要不要也找几个面手 啊 你要不要听听你在说什么 阿爷已经过去多年 再说了 做后妃侍奉君王 哪里有养面手让人嗜好来得快意 阿娘抚育朕长大 连这点都享受不了 那朕这个做儿子的也太不孝了 可是你对你阿爷也太孝了 阿娘喜欢什么类型的 要不朕先给你找两个试试 还是别找太多了 先一两个吧 太张扬了不太好 你也知道不太好啊 可是莫名心动是怎么回事 可是将来若到地下见了先皇 都篡为屠龙了 找个男人还纠结什么 先找两个吧 哀家也想试试 别人为我争风吃醋的感觉 安排 一段时间后 太后的男宠被伪装成太监 送进了人寿殿 这天被竞出吃饱喝足 被抱回御书房 皇帝还在奋笔记书 一旁讲公公欲言又止 咋办呀 用午餐的时间都快过了 皇帝还没吃饭 可皇帝还在披折子 我也不敢打扰 打断了他的状态 可皇帝正在一个 专心致志的时候 连自己的娃娃都忽略了 这一声和心声不一样 心声像是隔着一层萌萌的雾 而小孩子稚嫩的声音 却是毫无阻隔地在耳边乍响 未来听他真正说话 真正叫阿姨 和心声是不一样的 阿姨在 吃换换 走 用善句 背竞出很开心 然后皇帝又说了一句 你看着真吃 还能不能愉快地玩耍了 初初 好 阿姨 坏 背竞出咬牙切齿的艰难说出几个字 皇帝赞赏的点头 嗯 对对对 阿姨 大母 姨姨 会说话以后 背竞出就陷入了叫人的日子 唯独周欢九在他这里没听到想要的 初初 叫表姑 九九 叫表姑 九九 表姑 九九 表姑 九九 半天后 周欢九说累了 背竞出也喊累了 行吧行吧 九九就九九八 第一次听到阿姨的皇帝很感动 但第一千次听到阿姨的皇帝很崩溃 于是皇帝果断把背竞出丢给了太后 背竞出被送到人寿殿的第一天 九九下学回来时就粘头粘脑的 就连他最爱的初初宝宝都提不起他稀娃的兴致了 九九 你怎么了 今天怎么不高兴呀 是有谁欺负你了吗 给长姑讲讲 没谁欺负我 就是我觉得怪怪的 学堂里有个同窗时不时的被其他人欺负 他不敢枪声 就一直被骂 他是我的朋友啊 我当然看不过 我就帮他 可是每次我帮他的时候 他就拉着我说 算了吧 大家都是同窗 九九你大度一点 一点小事就别计较了 明明我是在帮他啊 为什么说我计较呢 而且因为这个 我在学堂的风评 变成了得理不饶人的人 大家反倒夸他君子之风 是个大气量的人 太后一听就知道 那个学生是打的什么主意 但他还没来得及 开解周欢九 背竞出已经爬过去了 九九 傻傻搭 周欢九想说你礼貌吗 傻九九 这根本不是朋友 这是一边劝你稀释宁人 一边心安理得 享受你带来的好处 世界朋友之名 踩着你来抬高他的名声啊 连楚楚都看出 九九傻傻的了 楚楚真聪明 太后不知道周欢九 能听到心声 随后就再给他分析了一遍 周欢九显然听进去了 第二天上学的时候 熊九就气昂昂的去了 今天的九九 不是昨天的九九了 到了鸿轮馆后 齐云就屁颠屁颠的 赢了上来 九九 昨天的事 你别生气了 我只是胆子小 不敢和他们起冲突 殷楚的父亲是门下适中 官刑宰相职 我家得罪不起 但是我真的很感谢你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他说这话的时候很真挚 看上去是掏心掏肺的为你好 如果不是在他身上 已经吃了好几次亏了 周欢九一定以为 他不是故意的 九九 我跟你讲啊 多喝茶呀 对身体有好处 养生养的太早了吧你 你不懂 家里的面首叔叔们说了 男人要身体好 未来夫人才会喜欢 九九 你还在生气吗 见周欢九不理他 齐云也来了脾气 那算了 本来我以为你是好人 把你当朋友的 没想到你竟然这样 说着扭头就走了 周欢九这个暴脾气怎么能忍 他刚想追上去开骂 被被钱拦住了 殷楚的父亲是门下适中 其家空有爵位 但他父亲是个尚书 实权方面被殷家压了一头 齐云应当时不想 直接和殷楚起冲突 但又想压殷楚一头 而你背靠太后 身世上能压住殷楚的 在整个红文馆里只有你 他当时究竟是被欺负 还是见你在 故意挑起殷楚的怒火 利用你一点就着的脾气 和过于浓厚的正义感 让你替他出头呢 你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 酒啊 你可长点心吧 那你怎么现在才说 看我这么多天犯蠢 很好玩是吗 挺好玩的 你一点都不礼貌 我可是你表姨 我前几天和你说 你听得进去吗 你那时保护欲爆棚 以为他真是什么小可怜 对他不好的 见谁咬谁 我要是提醒你 就你这傻兮兮的样子 定会觉得我也对他有偏见 故意针对他 也不知道你怎么回过味来的 周欢九低头沉默 他实在不好意思说 是才九个月的小公主提醒他的 真的太丢人了 你是怎么看出来这些的 为什么我看不出来 因为小爷聪明 哈哈本公主能站起来了 九九快过来 看初初能站了 周欢九丢下书香跑过来 被他期待的注视着 贝静初有点不好意思 别这么看着我呀 压力很大 但是听到小公主心生的两人 无视了他的意见 婴儿的腿脚站起来 还有点费力 贝静初尽力多站了一会儿 觉得腿软了就趴下了 太厉害了 初初会站了 比你阿爷站得早 肯定很快就能走路了 嘿嘿嘿 到时候就可以撒鸭子到处跑了 他们就管不了我了 你想多了 离翅膀硬海藻的狠啊 贝静初自己扶着墙练习站 慢慢的一个月之后 可以扶着墙走了 周欢九又一次回来 吸小宝宝的时候 却用鼻子嗅了嗅 初初的小脚鸭子 怎么有点酸鸡鸡的 不确定 再闻闻 大 大母救命呀 有喜欢闻小海角的变态呀 贝静初都不用走的了 换成自己最擅长的爬 黑羞黑羞的努力爬远 快速远离变态 九儿 你最近是有了什么特殊的癖好吗 不是不是 掌姑 是初初的脚臭了 以前是奶香奶香的 现在是奶臭奶臭的 啊 你礼貌吗 不 不臭 我来闻一下 确实酸唧唧的 之前还叫人家香饱饱 现在就嫌人家臭了 坏人 你们都是坏人 她挖的一声哭了出来 不过眼泪都没有一滴 就是刚好 纯纯一个小细精 明摆着想让人哄 没事的没事的 小孩子都这样 没走路之前都是香香的 一走路小脚丫就臭了 这证明我们小处处能干 走得多 不听不听 大母念经 太后懵了 想打孩子了怎么办 你阿爷小时候脚也是奶香奶香的 长大就臭了 尤其是十一二岁的时候 上完骑射课回来 一拖鞋旅 那脚啊臭的把他屋里的花都熏死了一盆 贝敬初和周欢九同时张大了小嘴 真的有这么臭吗 太后肯定的点头 于是皇帝表哥在他心中冰冷威严的形象 啪的一声碎掉了 好像阿爷现在脱鞋的时候不臭了 可他以前竟然是个臭脚男孩 哈哈哈哈 见小家伙笑了 太后就知道卖儿子这一招是管用的 我好像明白了一个道理 什么 没用的东西都是漂亮的 比如小宝宝的脚 贝敬初觉得久久在嘲讽他 于是朝着店外爬去 待不下去了 待不下去了 等宝宝要离家出走 当皇帝开始想自己闹痛的女儿 忍不住把她接回去时 小家伙的视线总盯着她的鞋 把皇帝看得脚趾抠地 这小兔崽子到底在干吗 这个脚以前真的有大母说的那么臭吗 破案了 阿娘究竟给我女儿说了什么奇怪的东西啊 这两姐姐我要贴贴 好久没见徐姐姐了 皮肤都黑了许多 但是精神气却很足 一双眼充满生机与希望 真不敢贸然推广至全京城 只能一步步扩大改良的范围 不能及时给爱情封赏 让你受委屈了 沉愿游历四方 为大岳诸州寻找最适合增产粮食的方法 待封赏之日 陛下再照尘归敬吧 爱情此时无正当官职 游历大岳容易受阻 何不等上个三五年 接到封职之后再走 州府官里皆不敢贷卖 一群丸固子弟就能因为祖辈硬币封官 哪怕什么功绩都没有 就能得到职位 徐姐姐这么优秀 只是因为没有女子做官的县力 就必须要县力的大功才能服众 好生气 烦死了 听到新生的许新书翘了翘嘴角 公主气鼓鼓的样子像个小河豚 想捏 也不知道一个才十一个月大的小孩子 哪来这么大脾气 这也生气 那也生气 好在是我的女儿 不然换个家事 哪家夫婿受得了她 谢陛下未臣考量 但人生有几个五年呢 韶华一世 现在是陈经历最足 热情正盛 最是少年一气的时候 不过是路途艰难了一些 但比起在家里虚度年华 颓废放纵 陈宁愿面对那些 陈希望在有生之年 能让更多的人摆脱鸡瓶 这会给你多派些护卫 旺兴平安归来 皇帝想说可千万别死了 不过他没说 有点不吉利 背静初被许新书的豪言壮语 说激动了 爬了过去 爸 许新书娶了通关文碟 随后出宫拜别凶嫂 朝廷难道就没别人了吗 要靠你一个女孩子 去游历研究 我大跃人才被出 不是才有人创造的方法 种出来 母产增了八成的小麦吗 兄长 那个人就是我 许兰七一脸懵 怪不得陛下对她 简直是和风细雨的过分了 就连自己有时都会酸两下 陛下想等京城推行以后 再为我封赏 等会儿等会儿 你让我缓缓 你是说 陛下说的那个藏起来的奇才 是你 许新书点头 许兰七被震撼了一把 好一会儿才消化了这个消息 我们祖坟 什么时候冒清烟了吗 不行 改天得去看看 是不是祖坟灼了 这时许夫人带着儿子也来了 兄妹俩默契地 指住这个话题 我们家的兄弟姊妹 只剩你我二人了 你一个人离京 兄长怎么能放心 你一个女孩子 孤身在外多危险啊 陛下给我安排了一车的侍卫 那你银两够吗 穷家富禄 在外面没钱寸步难行 陛下赏了我五香黄金 许兰七看着自己 让人抬出来的那些珠宝 既然陛下赏你了 那你阿嫂准备的财物 你应该不需要了吧 那我就 需要的需要的 在外出行前 当然是越多越好了 谢谢阿嫂 陛下对你的优待 伟兄甚至觉得自己用处不大 你没觉得错 本来就用处不大 你还挺有自知之明的嘞 但是见兄长心情不好的样子 他还是善良的住嘴了 你敢信 见过上朝听政的 就没见过上朝抓周的 本宝宝的周岁也太快乐了 初初 你看到这些东西没 抓到就是你的了 尊都假都 真的 你看这些大臣可以作证 虽然抓周只是一个美好的寓意期待 但众人还是好奇的 去看大公主人抓个什么 只见贝靖出爬呀爬 爬到了红布的角落 那里放了一把檀木书 嗯 书子 很符合女孩子 到时候就奉承陛下 说公主将来一定添香薄色 然后 贝靖出抓住了红布的一角 爬到了另一边 上面的东西都被裹挟着 往中间裹去 叮叮当当响 整块不团起来比他人还大 贝靖出乐滋滋的抱着不团 我搭 我搭 你说了我抓到就是我的 不能反悔 反悔就是坏爹爹 要不是众臣都在下面看着 皇帝的表情都要绷不住了 大公主这是有统帅之才啊 以往打劲 哦不 揽进天下 有才之辈 看着陛下的脸色变好 臣子们暗骂中枢令老狐狸 纷纷说好话 恭为皇帝 回到宣誓殿后 贝靖出继续练习走路 哇哇哇 本宝宝能走了 还走了好几步 不会走的小宝宝 不能到处撒花 出出我呀 也有一颗向往自由的心呢 贝靖出自信的又跨出去两步 然后趴击 摔了 爬起来的时候顺着靴子视线往上 是阿爷面无表情的脸 音系统升级 好感度查看下线提高 请宿主及时查寿 咦 剩下的人里都是60家的了 就剩下阿爷 大母 芳妃 周欢九 还有余嬷嬷 阿爷的好感度竟然有90了啊 贝靖出瞅了一眼皇帝臭臭的脸色 不太看得出来 真的有这么喜欢我吗 看着不太像呢 第二天 贝靖出大早上被拉起来送到了红文馆 我是谁 我在哪 被迫带个孩子结伴型的周欢九也很懵 俩孩子干瞪眼的互相懵逼 陛下这是认真的吗 我也不知道啊 哎 可怜的孩子 本以为我上学就够惨了 没想到公主一岁就被送过来了 狗暴君狗暴君 这是人干的事吗 怎么会有一个把一岁的娃送去上学的狗阿爷呀 本公主好惨 走进智堂的焦叔先生看到公主瞬间绽放了一个笑容 他面上和蔼微笑 其实昨天听到公主被送过来的时候 却是一整个无语注 这也太离谱了 公主还真来呢 就算开萌再早 我也只听过三岁才开萌的呀 昨日周穗宴结束后 祭九来吩咐 先生都以为自己耳朵出了问题 好在祭九说 陛下只是嫌公主精力太旺盛了 让他给她找点事情做 别一天天的去烦陛下 可怜天下父母 啊不 现在可怜的是我了 不就是帮陛下想些花样带孩子吗 不过时君之路 分君之幼 问题应该不大吧 哎 没精力了 好困呀 我果然跟学校这种地方犯冲 一进去就仿佛被吸干了精气似的 因为她是刚满一周岁的小公主 却被暴君直接安排上学 只因皇帝能够偷听小公主心声 这个是甜瓜 来 和我读 甜 甜 挂 搭 是瓜 不是搭 是搭 不是搭 教书先生懵了 甜瓜 甜搭 挂 搭 好丢人呀 我知道是甜瓜了 但是舌头有那么点不听实话 牙齿又漏风 说不清楚啊 好在先生没有纠结太久 继续带着背静出玩 不不不 带着背静出学习 公主很棒 我们午后再复习吧 公主还小 可以晚一个时辰再来学堂 不用合中堂的学生意气 正好她也可以来晚点 现在先生觉得被调过来的孩子真好啊 她可以迟到早退了 好开心 公主比我家里听不懂人话 非要凶一顿 才能安静下来的皮猴子 好待多了呀 一整个日生时都乖乖的坐在那里 这么乖的孩子 陛下竟然嫌反 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这个地方有点像幼儿园 还是我自己的私人一对一幼儿园 还好还好 我还以为阿爷真的残暴到送我这么一个一岁的小娃娃上学呢 看来阿爷还是做人的 儿呀 这段时间你见到公主了吗 什么公主 一个一岁半的小娃娃 陛下将公主也送到了红文馆 许兰七还记得自己当时知道这个消息的沉默 才一岁就送去上学 人干的事陛下是一点不干啊 公主尊贵不能随意冒犯 有机会的话 最好能和公主做朋友 男女之间的友谊 只有幼儿才是最好培养的时候 长大一点就有男女之别了 如果你和公主关系好 将来公主出将 你的机会很大 许承宙思考着 如何让公主能和自己做朋友 大公主从小是陛下亲自带的 未来必定受宠 她的夫婿 只要不是个扶不上墙的废物 陛下一定会全力提拔 就算看驸马不顺眼 为了女儿的面子 该提拔还是提拔 当今和先帝不一样 子嗣少 就算不是大公主 其他公主也是金贵的 但都不及大公主 其实才一两岁的小孩 和她玩好还是很简单的 只要善意的接近就行了 接近之后 最好还离间公主和其他人 如果她只有我一个朋友的话 我以后的胜算更大 这个年龄的小孩子 应该更喜欢吃得玩的吧 金银财宝 这些收买的效果 或许还不如送蝶糕点 许兰七赞许点头 父子俩就这么完美 避开了正确答案 皇帝还不知道 自己只是想找个先生带孩子 自家宰就被惦记上了 他正在吩咐宫人烧水洗娃 夫子也真是想得出来 带着小兔崽子去玩泥巴 午后白白净净的小丫头送过去 傍晚回来的时候 已经变成个小泥猴了 好好好 反正她不喜事吧 贵室来打我的吧 我就上了一个幼儿园 也没得罪人啊 难道是红文馆里 也有打劫低年级的不良少年 不至于吧 费静初瞅了一下 跟在自己身边的宫女 虽然是个大人 但是一起对付几个熊孩子也够呛吧 公主殿下安 初次见面 这是我家里厨房 做的最好吃的贵妃活 公主尝尝 吓死我了 原来是送礼的呀 我还以为你们是来打我的呢 宫女接了过去 几人一一送完 费静初有点恍惚 因为送的全是糕点和糖 怎么有点像我阿爷的后宫妃子们 一个个都要往宣示店 挨个送吃的的样子呢 费静初努力忘掉这个奇怪的想法 几个男孩也是面面相去 不是 你们怎么都送吃的呀 竞争好激烈 费静初也看出来了 因为她是公主 这些人想和她拉关系 既然如此 嘿嘿嘿 你们是不是想做本公主的小伙伴 许承咒还想矜持一下 不要太快表露出自己的意图 但旁边人都点头了 她要是说不的话 连第一关都过不了 本公主喜欢听话的小伙伴哦 你们谁最听话 谁就成为我的朋友 中堂里 被钱点了点粥欢酒 等她看过来的时候 示意她出去 你干嘛 刚才一连五个人出去 没有一个回来 再加上公主来了红文馆 我怀疑是那几个人 听到风声去找公主了 找公主就找公主了 他们在找公主 我和公主也是最最好的 你长点心吧 公主年纪才多大 那几个都不是省油的灯 殿下虽然 虽然心眼子多 算了 这个不能说 殿下到底只是个 一岁半的小孩子 他们想要的是 殿下的注意力 但公主只有一个 他们要是为了争宠 没分寸把殿下带坏了 带骗了怎么办 对哦 你怎么那么聪明呢 你怎么那么傻呢 等二人找到他们的所在地时 只见一个小娃娃 站在树底下指挥着 那里那里 往左一点 你们好笨啊 怎么连爬树都不会 加油加油 快拿到了 几个平时一副 端庄持重样子的小狼军们 一个个挂在树上 朝着一个鸟窝 为目标向上 衣冠散乱 灰头土脸 一个不会爬树的 站在地下 都快急哭了 第一个拿下来的 就是我今天的朋友 你们快快的哦 有点可惜爱 红文馆里没有蜂窝 不然嘿嘿嘿 算了算了 别这么搞 我不能这么残忍 我是个善良的宝宝 似乎不用谁带坏 你好像本来就很坏 背前同样很无语 这个发展是他没想到的 这就是你说的 怕他们带坏公主 这究竟是谁带坏谁呀 早就知道 这小孩心严子多 没想到还真能 想得住这群子弟 失算了失算了 不愧是我的表妹 殿下 我拿到了 许承咒不擅长爬树 被远远地甩在下面 谁知最先拿到的 小狼军快下来时 被许承咒一个回手 掏把他怀里的蛋掏走了 小狼军受到惊吓 直接掉了下去 殿下 我才是第一个拿回来的 这个小奶娃 明明只是个 刚满一周岁的小公主 竟然能够忽悠别人 一愣一愣的 二人偷听到 他的心声直接惊呆了 好吧 那今天你就是 本公主的朋友了 其他三人懵逼 卧槽 还能这样 明明是我第一个拿到的 你是强斗 这小孩从上面摔下来 不会吐血了吧 被抢蛋的小狼军 哭唧唧地摸了一把自己的嘴 你没事吧 再仔细一看 小狼军的门牙缺了一块 还好还好 只是牙掉了而已 什么 牙掉了而已 背景初发现身边 多了两个人 还是两个熟人 他的小可怜表兄和九九 嗨 九九 别嗨了 你能不能尊重一下 别人的牙 周欢九蹲过来 关心地看着小狼军 这可怎么办呢 没事的阿谭 只是掉了颗牙而已 不影响吃饭的 就是说话漏风而已 在他的安慰下 阿谭哭得更大声了 背景初赶紧吩咐 自己的小宫女去找太医来 没事的啦 牙掉了还会长的 真的吗 这就触及到 几个小孩子的知识盲区了 他们还没开始换牙 可是阿娘说 不让我多吃糖 牙齿坏了就好不了了 公主 你一定是在哄我的呜呜 我是公主 我说会长就会长 等公主命令你的牙 一定要长出来 公主好厉害 竟然还能命令我的牙 后来她换牙时 冯仁就说公主是仙女 连她的牙都听她的话 这件事在谭小郎君长大后 一度成为她的黑历史 对了公主 鸟蛋是我先拿下来的 我知道啊 但今天的朋友不是你哦 喂 为什么呀 你看啊 如果我交代你去取一个东西 结果你拿到了 却在半途被人抢走了 没交到我手上 算完成任务了吗 阿谭摇头 众人纷纷上前一脸好奇 那假如你是一个将军 我让你去打一块地盘 你攻入城门了 以为成功了 下一秒你发现被围了 是别人的计策 这叫你赢了吗 阿谭摇头 所以嘛 过程不重要 结果才重要 送到我手上的才是第一个 看在你受伤的份上 这次我就不罚你了 你好好反思吧 阿谭虽然还没想明白公主 为什么要罚她 但是公主这么说 肯定有她的道理 公主真好 谢谢公主 背进出有点点心虚的摆摆小手 不用谢 很好 不愧是我妹妹 这么想着 背前的耳边突然出现一道小公主的心声 哈哈哈哈真好骗 果然呀 阿谭说的对 背家没有好人 记久 有人带头逃课胡闹 按照校规 这群学生得罚 带头的人更得重罚 可是带头的人是背进出小公主 我不敢 什么 你不敢 我就敢了吗 我要是今天敢把大公主拉过去打手心 明天陛下就能砍了我的手 把这件事上报给皇上吧 自己的闺女 自己教育去吧 我管不着 小兔崽子真是一刻都不给我安宁 背进出被宫女抱到宣誓殿大门 他却犹豫着要不要进去见皇帝 皇宫里的消息传到宣誓殿很快的 阿爷应该知道我闯的祸了吧 回去会不会洗蹄被竹笋炒肉丝 我还是先去人寿殿避避难吧 哎 殿下 陛下让你快进去呢 眼看逃不了了 背进出扬起一抹乔巧可爱的笑容 试图蒙混过关 胆子越来越大了 带着师兄们逃课 还窜度人去爬树掏鸟窝 要是他们不逃课来找我 我也没办法带着他们去爬树啊 天天窝在学堂不凡吗 我这是帮他们强身健体 亲近自然 他们应该感谢我 你还有理了 眼见要挨揍了 背进出立马中乖 阿爷我错了 嘿嘿 下次还敢 好好好 要不是能听见新生 我就被护门过去了 不行 得给这个小混账一点教训 怎样 和公主说上话了吗 说上了 公主还说我是她的朋友 不错呀 这么快就和殿下成为朋友了 阿爷你别高兴太早 我觉得不太对劲 怎么不对劲 说不上来就是不对劲 总觉得自己被耍了 第二日 背进出睡足了起床 摊在小窖上打朵 殿下 到了 等等 这里不是红文馆 这是哪儿啊 回公主 是闲池殿 原来如此 这不是闲飞住的地方吗 什么 闲飞 死去的记忆开始攻击他 背进出想到了自己刚出生没多久 阿爷举着他问贤飞要不要让他练舞 难道说 救命呀 闲池殿的门口走出来一个瘦弱的美人 但是背进出知道 美人能一拳把他锤到墙上 抠都抠不下来 进去吧 大公主 贤飞美人说话也温柔 如江南兮兮的烟雨 但是在背进出的耳朵里和黑白无常锁命没区别 阿爷 我错了 他想逃 却逃不掉 贤飞捉住了背进出命运的后颈皮 逃什么 我很可怕吗 而背进出听到的却是 敢说我可怕 揍得你阿爷都认不出来哦 他留着小珍珠摇头 不可怕 一点也不可怕 究竟是发生了什么 这孩子这么怕我 我寻思着也没虐待过他呀 不过陛下的吩咐倒是有些荒谬 当初大公主 才出生没多久 就想着要人家习武 被我劝阻了以后 一岁半还惦记着 又送过来了 就算是幼儿打基础 四岁开始练就行了 这年纪的小孩蹲马步都蹲不好 贤飞将背进出拎进院子 放一个小球在背进出面前 递了一根有点粗的小棍子给他 看见前面递上那个洞了吗 锤弯玩过吗 公主今天 只要把球打进那个洞里就算成功了 背进出有点感动 贤飞比狗豹君像人多了 他还带着婴儿肥的两只小手捏住棍子 朝着球全力一击 小球乘抛物线飞出去 砸到了咸池殿的墙上 哎呀 用力过猛了 贝敬出和贤飞一起过去一看 宫墙被他打出来的球砸出来一个小坑 我力气这么大吗 难道是因为在系统那里买的武力服 不巧 贤飞依依 给你的地方砸了个坑坑 我给你小斤斗好不好呀 贤飞是好人 带他玩 贤敬出愿意给他斤斗斗 他说完之后 贤飞的视线像是刚从太上老君的炼丹炉里出来似的 好吧 上来就叫人家姨姨 是不太礼貌哦 毕竟人家和我又不是很熟 叫师父 啊 主子 方贵妃求见 请进来吧 方贵妃一进来就奔向了贝敬出 初初 有没有想姨姨 有的 小骗子 想姨姨的话早就来熏风店了 好阿子 你悠着点 初初还小 你可别像训练你那些小宫女一样练他 我是那般没分寸的人吗 自然不是 练他当然要比练其他人更狠才行啊 什么 这种苗子 不好好练简直是暴殿天物 被我遇到了 还能放任他 浪费自己的天赋吗 不存在的 初而乖 师父一定让你成为暂时高手 我不要 好可怕 扎尔的声音在方贵妃耳边响起 但是初初在那里乖巧地站着 一副不敢反抗的样子 既然贤妃阿子都说有天赋 那是真有天赋了 我第一次见到贤妃阿子这种恶狼看宝贝式的神情 他肯定是不会放过小初初的 对不起啊 初初 姨姨这次也帮不了你了 好在日子并没有贝敬初以为的可怕 可能是因为他真的还小吧 贤妃并没有带他练力量 只是教了他一些基本功招式 让他练一下 一般人第一天做这些姿势都不能维持住 因为对身体的掌控力不够 你在习武一道真的耿骨上家 一辈子教这么个徒弟就值了 完全可以做我的一波传人 贝敬初装累了 开始喘粗气 行了 今天动了这么久 初儿应该也累着了 先些会吧 贝敬初在心里窃喜 其实并没有很累呢 嘿嘿嘿 而芳妃此时脑海中突然传来一道心声 谁在说话 而之后贝敬初发现 贤妃总能判断出 他什么时候才是真的坚持不住了 不愧是大悦第一女高手 眼力真好 真有经验 贝敬初觉得有点点点点累了 想偷懒 清了两下嗓子 有气无力道 师父 我累了 虽然不累 但是好想作孝 连招式一点都不舒服 说真的 这孩子演的真相 说不定去唱戏都能混个局 简直了 鬼精鬼精的 要不是我能听见这孩子的心声 不知道会被他偷了多少懒去 浪费了多少钱力 简直是神迹 既然我能听见这孩子的心里话 就证明他是上天送给我的徒弟 偷懒吗 不可能 楚楚我呀 已经是一个废出了呢 呜呜呜呜 好了 休息吧 谢谢师父 师父最好了 爱你哟 好吧 看得出 楚楚是真累了 看把孩子折腾的 贤妃摸着自己的良心 似乎没摸到 一年之后 贝敬初长大了 她正在公主店看妹妹 这时候的小奶娃最软嫩了 鹿娃的快乐谁能懂 陛下 张妃和吴妃分别生下了大皇子和三公主 好 爱妃为朕玉子有功 尽张妃和吴妃为张德妃和吴淑妃 皇子出生 估计大公主最受宠的地位 要被抢走了 毕竟德妃所生的是 陛下至今唯一的皇子 等等 将公公 传阵口语 将皇子公主排行规则合到一起 也就是三皇子和四公主 看来皇上对三皇子确实十分看重 但大公主根本没收到丝毫影像 毕竟被陛下亲自抚养的依旧只有她一个 贝静初刚进门 被烟雨见到她就是一个田校 蠢萌蠢萌的 她便去抱妹妹 公主别 您年纪小 力气可能不够 别让二公主压着您 也省得把二公主摔了 贝静初说回手 其实她觉得自己抱得动的 我连墙都能砸个坑 抱个孩子有什么抱不动的 低头一看 小家伙还眼巴巴的看着她 委委屈屈的扁着小嘴 似乎不明白为什么不抱她了 我靠 奶娃诱惑 这谁顶得住 贝静初是顶不住的 她昂首挺胸 气势汹汹的走到嬷嬷面前 我力气够的 奴婢未有质疑殿下 只是以防万一 也是为了二位殿下的安全考量 下一刻她就不吱声了 因为贝静初还住了她的腿 殿下 您这是作何 随着贝静初发出如同拉屎时用力的声音 嬷嬷的双脚逐渐离地 贝静的魔帽和旁边的其他工人见状大惊失色 殿下 殿下 你还好吧 贝静初往地上一滩 大口大口的喘着粗气 这次是真累了 此时皇帝正和太后闲话 太后路过宣誓殿进来看一看儿子 说起来 近日初儿乖绝了不少 没那么顽皮了 皇儿用的什么法子 哀家可不信你舍得罚她 阿娘您要知道 一岁半的逆子怎么斗得广二十有三的逆子 你也知道你是逆子啊 你还骄傲上了 太后 陛下 大公主回来了 快把公主领过来 初初 改天给你选两个小宫女 你要阿爷帮你选 还是自己选 看来现在选的这两个 就是我以后的心腹预备役了 你阿爷给我选两个丑的怎么办 我要小美女 要在我身边待一辈子的 必须是养眼的小美女 皇帝听到贝静初的心声 却是一脸无语 我还真没考虑过看你 手下够趁手够忠心就行了吧 算了 还是让她自己选吧 她自己的人 当然要她喜欢才行 过几日 真让六上局各自推荐 资质好的女孩 你自己选吧 不要人推荐的 我自己去选 她们推荐人 肯定会给自己某好处的 推荐上来的 多少都占关系 不知道是谁的什么亲戚 或干女儿 而且那些小宫女 因为被推荐了 才会选到我身边 你猜她最后是会感激我 还是感激推荐她的管事 更好的英才 却可能因为没有后台 被埋没了 推荐是节省时间的做法 但我觉得 自己要是一辈子的心腹 多用一点时间亲自考察 是值得的 不错 聪明 贝敬初不明白 这有什么值得夸的 但是毫不心虚的收下 我本来就是聪明宝宝嘛 从红文馆回宣誓殿的路上 会经过上市内院 路过的时候 贝敬初听到了一阵哭声 摩摩 你听到有人哭吗 回公主 没有听见 走 去看看什么情况 贝敬初进去看见 一个四岁左右的小宫女 她眼睛红红的流着泪 可爱的像一只 被欺负了的小白兔 贝敬初顿时保护欲兴起 漂亮姐姐 初出来了 你是谁 你是新来的吗 贝敬初低头 瞅了瞅自己的衣服 拉拉袖子 开始怀疑人生 我看起来 就真的这么不像个公主吗 真的就像阿燕所说的那样 像个不知道 哪座山上 跑下来的野猴子吗 贝敬初委屈 而小宫女 是这次小选被卖进宫的 不知道宫里的规矩 以为贝敬初 是哪个新来的年纪 更小的宫女 你们在外面等着 贝敬初吩咐完宫女们 随后她跑进去 到了小宫女旁边 你怎么了 你是新来的吗 现在是用午时的时候 你快去吧 要是去晚了 他们忙着准备 主子们的午膳 你就只能饿肚子了 那你怎么不去 这句话一说完 小宫女彻底绷不住了 姑姑罚我不许吃饭 可是我好饿呀 阿娘说进宫了 就能吃饱饭了 可是为什么 我进宫第一顿 就不让我吃啊 她哭得实在是猝不及防 贝敬初被整猛了 哎 不是 我不是来安慰人的吗 一句话 有这么大杀伤力吗 她没办法 从怀里掏出了一块 早上从阿爷碟子里 顺的水晶龙凤膏来 你吃这个吧 精致漂亮的点心 经过一上午的折腾 在背井出的怀里压得细碎 脉相十分不好 甚至有点点恶心 宫女小姐姐 用一种怀疑的表情来看她 真的很好吃 你不吃就没了哦 鸡肠鹿鹿的小宫女 伸手抓了一点 放进嘴里 随后眼睛一亮 太好吃了 我从来没吃过 这么好吃的东西 阿娘果然没说错 宫女就是好 他们为什么不让你吃饭啊 今天姑姑在讲话的时候 我没忍住鼻子痒 打了个喷嚏 我真不是故意的 但是姑姑说我态度不端正 宫女不允许这样 就罚我扫地 不许吃饭 姑姑说念在我第一次饭 只是轻罚 太天真了孩子 宫女规矩在言 也没言成这种地步 这姑姑明显就是杀鸡儆猴 这个小宫女被当成鸡力威呢 放宫斗具里活不过片头曲 不过还是个小孩子呢 智商不够也正常 毕竟不是每个宝宝 都像我这么聪明的嘿嘿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化三鸭 好接地气的名字 问完名字 被静出的肚子突然有感觉了 她只来得及说完一声再见 就迅速跑走 马桶 马桶 本公主要憋不住了 君竟然能够偷听小公主心声 为了听到更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阻止头顶掌上青青草原 她每天带着小公主上朝听证 今天怎么回事 为何回来这么晚 我去拉屎了 皇家公主 怎能口出无言会语 有如斯文 你用斯文养一点 那就我屁股吐了 别说了 更有画面感了 你是会造词的 那边被静出走后 上十内院的人都回来了 三鸭还没扫完院子 姑姑 您布置的要求实在是太难了 我做不到 这点小事都做不到 那以后主子吩咐你做事 你也都说做不到吗 你是宫女 不是祖宗 要当祖宗 趁早去撞死 下辈子投个好胎 进了宫 你们就是当奴才的命 让你们做什么 就做什么 让你们去死 也只能去死 别说什么做不做得到 撒扫没完成 还敢顶嘴 碗食也不用吃了 你就饿上一天再说吧 院子记得扫完 三鸭被当着众人的面 则骂觉得丢脸极了 想哭又不敢哭的样子 看得出十分无措 情绪是会传染的 其余的小宫女 被她崩溃的情绪传染 全都目录俱色 很好 效果达到了 虽然有其他的方法 但这个最简单 最明显 只需要毁掉一个小女孩的自尊心 就能快速达到 我想要的目的 让她们惧怕 让她们服从权威 让她们听话 多划算啊 叫引姑姑突然注意到了 三鸭的嘴角处 有一小点糕点血 你嘴角的东西是什么 好啊你 罚你一顿不吃 竟然学会偷了 偷盗知罪 按公规 账五十 姑姑 不是我偷的 我没偷 是一个小妹妹给我的 给你的 那你说 谁给你的 姑姑 我不认识她 是你为了脱罪编出来的吧 编个理由 也不会编像样一点 不认识 就给你送吃的 这宫里人人明哲保身 谁会好心 没有一点好处 无凭无故的就帮你 谁帮的她 谁能作证 是有人帮她带的食物 都可以站出来 女童们大气都不敢喘一声 甚至都不敢和叫引姑姑对视 就怕被点上去和倒霉的三鸭 一起经受无望之灾 你是真的偷了 还是没偷 不重要 你证明不了自己没偷 那你就只能是偷了 姑姑 我真的没有 我就在这里扫院子 然后门开了 一个看上去两岁的小妹妹进来了 然后给了我这个 里面包着糕点 我就吃了 真的不是我偷的 你在说笑话吗 撒谎成瘾 张口就来 宫里怎么会有两岁的小宫女 最小也要四 说到这里 她的话卡了壳 两岁左右的 不一定是小宫女 还有可能是公主 陛下最宠爱的 大公主 你说 那个给你送食物的女孩 身材外貌样子 戴的什么首饰 穿的什么衣服 在什么时间遇上的 事无巨细的 全都描述出来 头上扎了两个圆圆的包包 用绿色绳子绑着 绳子下面 也是绿色的裙子和上衣 看来果然是大公主了 这小丫头运到是真好 竟然能被大公主碰上 现在正该是大公主 选贴身侍女的时候 既然已经和殿下见过面了 那被选中的 可能就会大一点 听起来倒像是真的 我去查证一番 若却有此事 就免了你的责罚了 当作冤枉了你的补偿 行了 都散了吧 你也先回去歇着 三丫 你跟姑姑来 叫引姑姑把她带进自己的房间 此时另一个室友不在 屋里指他们二人 三丫呀 不是姑姑针对你 你们出来乍到 一个个的小女孩 天真不知道宫里的凶险 我们都是宫里最下等的奴才 你们言行不注意分寸 惹恼了主子 要是主子心情不好 随意就将你打杀了 咱们也没处 说理去不是 她夸张的描述着宫里的险恶可怕 实际上主子并不能随意打杀宫人 但她需要这个 可能有大好虔诚的小女孩 全心全意的信赖她 别看姑姑对你严厉 姑姑都是为你好 我要是成婚生子 女儿也该和你一样大了 你们在我眼里啊 就跟孩子一样 姑姑只是想让你们记住 谨言慎行的生存之道 才能在这个富贵 迷人眼的地方活下去 我知道了 多谢姑姑 我见你欢喜 不如你任我做干娘吧 深宫里不见家人 咱们就彼此依靠 做个伴了 好的干娘 此后 她在新入宫的小宫女里面 风头无量 皇帝和贝敬初一起吃早膳 听到小宫主新生后 皇帝直接呆住了 吃一口一丝一丝得了 糯米难克化 到时候你肚子疼了又有凡症 好吧好吧 再吃一口 吃完早膳之后 你将五彩绳系在手腕上 端午后的第一场仪式 再把它丢到金水河里去 这是祈福必有你长命百岁的 小心点 别玩丢了 要是等你疯回来 真发现它不见了 你就等着屁股开花吧 贝敬初不高兴地别着嘴 心里嘟囔着 哼哼 丢了我就去找戴姆求救 不可能被打得黑 大逆子好像逗不过小逆子怎么办 贝敬初和华三鸭 每天中午都会约着玩的 到了老地方 时间到了 却不见人 贝敬初决定亲自去找人 走上十内院门前 里面传来一阵争吵声 这是我领回来的艾草 你要要你自己去领就是了 为什么要瞧我们的 贝敬初趴在门边 偷偷这个脑袋看 后面跟着的宫女离得远远的 因为贝敬初不想暴露身份 和华三鸭产生隔阂 但是宫女此时忍不住上前来 殿下别这样 小心点 您这姿势 到时候他们突然推门出来 容易让您的脑子 变成被门夹过的脑子 呃 好的 他抱着脑袋乖乖的离远了些 保护自己的脑子 里面的争吵声还在继续 你们再去一趟就是了 上宫局远 我们不想跑 拿了你们的又怎么了 华三鸭 我知道你背后有掌翅 但我姑姑是上十女官 奉劝你不要惹我 不然你干娘掌翅之位保不住 是我 是我要你还东西的 和我干娘没关系 你不要 不要这样 你想要 就拿走吧 现在我不高兴了 你想要我放过你干娘 必须三个想投 你太过分了 不愿意吗 那我回去就让姑姑 隔了你干娘的职 上十我见过 不是两个温温柔柔 和爱可亲的宫女吗 没想到 上十的职位权力有这么大 竟然上十的侄女 都可以凭着 她在其他宫女面前 作威作福 眼见着三鸭犹豫着 那人没耐心了 招呼着她的跟班上前去 就要强行制服 我的小伙伴在我面前被欺负 以后说出去 我出出公主的面子 还要不要了 助手 但或许是因为人小 她觉得自己已经很大声了 可是他们还是没听到的样子 殿下 请大公主安 您怎么在这 背静出回头 正是一位上十 别请安了 里面打起来了 上十一进去 那院里的人顿时就安静了下来 姑姑 这小娃娃是谁呀 上十刚想说话 就被三鸭的惊呼声打断 样样 不得无礼 还不放开上十 上十位高权重 要是介意样样无礼的行为 那样样以后的日子就难了 她才多大 不能就这么被咽气了 大家都是小宫女 就算我认了个长翅做干娘 也难帮到她呀 样是背静出原助理原生的名字 而背静出刚想解释 但是三鸭已经跑过来 把背静出护在后面 上十 样样她还小 不懂规矩 要是对你有冒犯 求你原谅她一次 我其实是 乖一点 别乱说话 我这是在帮你 好吧 我摆烂了 反正迟早会知道的 你胆子也太大了 还不快放开公主殿下 没眼色的东西 你应该请求大公主 不要计较你的无礼才是 令殿下受惊了 这丫头冲撞了您 请您知道 该怎么责罚 没事没事 她尴尬的笑了笑 撒谎这件事 她还是有丢丢心虚的 虽然不多 随后背静出的笑意 瞬间收敛 刚才那院里的争吵 我可全部看见了 忽略掉公主脸上的婴儿肥 上十竟从中 看出一丝陛下的影子 回殿下 宫女们矛盾争吵时有 惊扰到了您 奴婢会整治的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他们吵架很正常 没必要管 小孩来 指不定就被她糊弄过去了 三鸭你说 刚才她是怎么威胁你的 回公主 她说 如果我不听话 就挤掉我干娘的掌翅之位 前几日 背静出知道三鸭认了 她的教义嬷嬷 为干娘的时候 无语了一阵 背静出说了一句 却被三鸭情绪激动的 反驳了回来 那就算了吧 背静出的人生信条是 尊重他人命运 只就自救之人 毕竟不是每个小孩 都像我这么聪明的了 就连现在已经变狗的 背前表兄 以前也是个小傻子呢 还好现实没有宫斗剧那么恐怖 三鸭这放宫斗剧里 活不过片头曲呀 上时健壮 知道事情不能小儿化无了 狠狠瞪了侄女一眼 谢殿下教诲 奴婢定当惩治她 不让她再仗势欺人 呵呵 完全就是觉得 我一个小孩子什么都不懂 可以敷衍过去 上时态度很公顺 但真实的措施 是一点不干啊 说要罚 但连怎么罚都不说一下 快两岁的小孩子 确实什么都不懂 这人的方法是没用错 只可惜遇上的是我贝敬初 给本公主帮个作剧来 再让一个人去请方贵妃 都不需要找阿爷告状的 要不是他还小 甚至找贵妃仪都不用 贝敬初气呼呼的坐下 糊弄小孩 真是太过分了 但没关系 他靠山多着呢 不必御下不言 自当请罚 范事人等口出不逊 长嘴二时 方贵妃涉六宫事 事物繁忙 此等小事 不用劳烦主子们的 贝敬初完全没有理会 上市一图大事化小的鬼话 没必要去和他浪费口舌 上市内院除了上市请罪的声音 安静的落针可闻 乌泱泱的一堆人 却是大气也不敢喘 听说处处找我 姨姨直接就更衣过来了 连簪子来不及多带两根呢 这是怎么了 路上我已经听说了 这种烟杂事 竟撞到了咱们大公主的眼皮子底下 你们这上市内院够乱的啊 没有手机 没有电视 看书又不认识转体 这一天天的日子怎么过呀 可不得找点事儿做打发时间吗 小家伙又在说些我听不懂的东西了 手机 电视 或许是一种玩具吗 对于贝敬初的心理吐槽声 皇帝扶我叹气 你是真饿了呀 什么都吃得下 贝敬初满脑子问号 怪阿姨 没及时给你选完败 让你太孤独了 连区区小宫女都能处出一丝有青睐 看来不能再拖了 你自己心里有半毒的人选吗 虽然选谁是你的自由 但是阿姨还是想说一句 选人不能只看脸 心性中心才是最重要的 她要学会自己解决问题 而不是添麻烦 阿姨 你是以为我要选花三鸭吗 我和她只是玩伴关系的啦 那你打算选谁 年龄有要求吗 这个虽然是没有的 你选个七八十岁的老太太也行 就是比较离谱 我当然知道离谱了 我又不傻 哼 雷妮儿可以吗 可以 但是众臣之女选了一个 另一个就要从勋贵之中选了 你是公主 代表皇家 半毒的人选 也代表他们背后的势力 你选了谁 就意味着正现在抬举谁 如果两人皆来自一处 那些老家伙又要多心 胡乱揣摩正的用意 军贵之家 其实九九是最合适的 但是她已经在红文馆了 选她这个名额不就浪费了吗 我还是想多一个女孩子能来这里 但是我不认识人啊 我也不知道选谁好 算了 这个头秃的问题交给阿爷吧 秃阿爷不秃我 我不知道 我听阿爷话 阿爷选谁就是谁 她回答的乖巧无比 只有听到新生的皇帝知道 小逆子依然是逆子 没事 我习惯了 阿娘说被孩子气了是正常的 正常的 这是亲生的 是亲生的 不能扔 蒋公公 为朕传口语 令大将军之女雷念儿 海徐郡王之女 莫情郡君备话入京 为大公主的伴读 是皇上 郡君已经是大约士领女孩中最高的爵位了 公主伴读 当选郡主 县主才配得上 可惜你的叔伯们已经被阿爷砍完了 没有亲王 你姑姑们生的女儿还没有成功活下来的 所以没有年纪小的县主 储君还未册封 自然也没有郡主 只能选个郡君凑合了 叔伯们已经被阿爷砍完了 你听听你说的是人话吗 公主的伴读 除了睡觉 都要时刻陪在公主身边 和宫女的区别就在于不用干活 还要陪着公主一起学习 自然也会安排人服侍你的 雷娘子只需要陪伴好公主 公主学什么 你就学什么 当然 殿下若是交代你做事 定要你伺候 你也只能照办 不可违逆 嬷嬷交代完规矩 让雷家收拾东西 准备着送他们家姑娘进宫 阿娘从前哄你 说你可能被选为半毒 没想到还成了真 这一进宫 便只有假日凶物才能回家了 阿娘真是舍不得 以前你在家里便叮你妹妹一头 好不容易熬到现在的地位 却又要进宫侍奉别人 阿娘 不一样 殿下和雷男儿不是一种人 是的 侍奉殿下是荣耀 对你日后说清大有好处 进宫后 你要记着 若是你比殿下学得好 也不要表露出来 该藏桌藏桌 有些人是不喜欢下书比自己更优秀的 若生起极度之心就糟了 阿娘 公主不是那样的人 知人知面不知心 你才见过公主几次 再可爱的小孩 长大后未必不会变 阿娘只盼你平安 命他只是刚满两岁半的小奶娃 却在豆缸出生的三皇子丸 小孩子太好玩了 而且丸哭了还给德飞就是了 哈哈 这几日月儿开始试着吃腐食了 我命人倒了些果泥给他 月儿本爱哭闹 怎么哄都不肯睡 但是他偏偏喜爱那十六支 喝上一小碗就安静下来 满足的睡去了 得非姨姨 我小时候可乖了 只要吃饱喝足了就不哭不闹 偏偏阿爷还说我不好养 我明明很好养的呀 陛下是没带过难带的孩子 才会有这种错觉 大公主最懂事了 咱们让让她吧 好的哦 我最懂事了 在一边一直没说话的灵液震惊了 你们背着陛下说她的坏话 真的不会有问题吗 阿爷不是说盛心难测 就算是背后也不能议论陛下一句不好吗 不确定再看看 不过为什么 这次进宫没再听见公主的心声了 难道是因为她会说话了吗 一共有三个小娃娃可以轮流玩 感觉人生达到了巅峰 小宝宝好可爱啊 好想一屁股作死 背静出甩甩头 把脑子里的邪恶想法甩出去 但是不知道小老三又哪根筋不对了 突然哭了起来 不哭不哭啊 玉儿乖 阿娘给你为你最爱的十六 随着一小杯十六支被她喝掉 背静玉渐渐止住了哭声 乖乖地睡了过去 不是 这么神奇吗 好像不对劲 这不像是被安抚了 更像是晕了 等等等等 这症状有点像过敏啊 得得得得飞依依 三弟和十六支就睡这件事 你有没有问过太医 没有 这是昨日才发现的 况且这个需要问太医吗 刚说完这句话 得飞的脸色就变了 大公主都知道些什么 难道是有人在十六支里下毒 我就知道 我就知道 黄长子的身份就是危险 我日房夜房 所有食物都让人试毒 凡是玉儿能接触到的东西 都每日排查 伺候她的人也看得紧紧的 竟还是没防住歹毒之人 你知道是谁要害玉儿吗 公主都知道什么 你告诉我好不好 看得出得飞的精神状态 立即就紧绷了起来 任谁知道自己的亲儿子被害了 这个反应都是正常的 但是 这不是谁害了他呀 是房夜房 亲娘难防呀 不是毒 得飞依依 你冷静一点 冷静 我很冷静 公主快说吧 或许 你有没有听过一个词叫过敏 看到得飞茫然的摇头 他只能召唤出了系统 捅杂 古代版的过敏叫什么 特饼体质 那特饼体质呢 姨姨听说过吗 但是特饼体质 不是容易一起红疹 发痒吗 玉儿他 背景初瞅了一眼 被亲娘坑了 可能是晕过去的弟弟 怎么办 有点想笑 先别纠结了 姨姨 你找太医来问问吧 多谢公主 要不是你在 玉儿可能就被我愚蠢的害死了 没那么夸张了 太医都说了弟弟的症状很轻 除非吃很多 不会危及性命的 就是长期吃这个影响身体健康和脑子而已了 德飞懵了 并没有觉得被安慰到呢 实在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 金银财宝一类的 公主都不缺 不不不 我缺 很缺 非常缺 快用钱砸死我吧 我不介意的 德飞笑了 让工人拿上了一个首饰盒 一打开便是琳琅满目的翡翠 颜色比阿叶的脑袋还绿 一看就是好东西 谢谢姨姨 该是姨姨谢谢你 严家电离宣誓电竞 听说德飞照了太医给三皇子看诊 没多久 皇帝就出现在了这里 阿姨你来了 幽儿怎么了 切身照顾三皇子不周 请陛下降罪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难不成有乱臣贼子敢对幽儿下手 连这种级别的防护都能冲破 皇帝实在想不到是何方神圣 别说了阿姨 你没看见德飞都汗刘家贝了吗 听到小家伙的心声 他发现德飞的神情并非是愤怒 而是害怕 皇帝眉头一皱 觉得事情并不简单 听完德飞哆哆嗦嗦地解释完原委后 皇帝他不知道该说什么 没有危险的时候 亲娘就是最大的危险吗 都是妾身失职 请陛下责罚 皇帝无语了一阵 也没打算重罚 世上母亲更多还是儿女的 像骑士和贝锦若这种才是比较少的欺人 应该是比较少的吧 有了初儿后 我的好多认知都被颠覆了 哎 罚你一个月的俸禄 就递给初儿做奖赏 你看如何 好爷 德飞放松下来 这已经是极轻的诚挚了 见三皇子无事 皇帝准备回宣誓殿继续当劳模了 走吧 弟弟都晕过去了 你先放过他吧 他朝自己的小兔崽子伸出一根食指 小孩子只配抓手指 红文馆总是有学生给贝锦若送礼物 自从摸到他喜欢金银财宝之后 大家都开始送之前的东西 夫子觉得这样不行 这天带贝锦若玩的时候 他终于开始教一点正经的了 雷小娘子可曾学过孟子 夫子 我听过 那你可还记得 与我所欲言中 万中则不便礼义而受之 下一句是什么 意思又是什么 万中则不便礼义而受之 万中与我合家焉 万中 一为高官后禄 如果有高官后禄便接受 却不管是否合乎道德礼 那么这万中对我而言有什么好处呢 也就是圣人言 高尚的品质道德 比财宝名利更重要 客业不错 那殿下以为如何呢 万中则不便礼义而受之 看来还是会反思的 小孩子好好教 未来也是一个正直有气节的公主 万中则不便礼义而受之 万中与我美滋滋 完了 没救了 或许隔壁交中堂的那个老头子 会喜欢这个学生 这跟我学的怎么不一样 下午 雷尔陪着贝敬初一起去了闲职殿 公主被迫练舞 半读的雷尔也跟着被迫练舞 你这根骨也不错 看来是继承了你父亲的天赋 生在武将之家 怎么都六岁多了 还没开始习舞 要是再晚两年 你的上限就低下来了 到时候就和我一样了 呜呜 师父有没有幻想过 自己要是从小习舞 现在会是怎样的优秀呢 或许大约第一女高手的女子 就能去掉了吧 直接就是第一高手 呜呜呜好难过 眼睛有点酸酸的 贤飞听着小孩子最真挚的心声 一阵暖流涌在心里 他万分疼爱的看着背景初 初儿 啊 师父怎么了 师父一定会狠狠训练你 把你的所有潜能都激发出来的 啊 师父我是哪里惹你不高兴了吗 没有啊 初儿这么乖 不要乱想 可是你这样我很难不乱想阿伟 念儿 你父亲是怎么想的 父亲说 女孩子习舞不好 男人都喜欢弱女子 我和妹妹要是习舞出来 到时候难找婆家 他奶奶的 有病吧 他是在养女儿 还是在给别人家养媳妇 简直跟我父亲一样 脑子有坑 师父真是一如既往的 说话一点都不拐弯抹角呢 一切的幸福都是对比出来的 正在练习招式的背景初很满足 因为雷妮被贤飞压着蹲马步 雷妮蹲得大汗淋漓 说话都断断续续的 孔 孔贤飞 为什么公主只用练招式 而我要蹲马步啊 这个呀 初儿也就快两岁 年纪小 身子骨撑不住 你已经六岁多了 可以开始了 不过初初你也别太得意 人家六岁才开始练 你四岁时 我就要这么搞你了 要撑住哦 小初初 背景初脸上 幸灾乐祸的笑容缓缓消失 他俩从闲池店出来 背景初躺在小轿上 摊成了闲鱼 他好心的往旁边挪了挪 尼尔阿子 你也上来吧 殿下 这不合规矩 没事的啦 这点小事我做主了 阿爷和贵妃一一 不会说什么的 好感动 我就知道雷男儿 怎么配合公主比 公主是最善良的小仙女 刚想着 就听到一阵小孩子 牺牲戏气的心声 尼尔是个小菜鸡爱 如果知道听到这种心声 我不听也罢 尼尔阿子 你听说过贝勉吗 没听说过 于是他开始翻阅 八卦系统查找贝勉的资料 我就说这人怎么有点耳熟 原来是原住里出现过的路人甲 贝花长大后 被男主赐婚给了他的宠臣 厉害呀 等公主捡到宝了 要知道 那个宠臣因为贪的太多 家产抵得上大月国库十年的税收了 但贝花能打理的一丝不乱 可恶 最后亡国之时 他的丈夫却率先投降 并将他的头颅献计出去作为投名状 什么 贝花的丈夫 竟还是从前霸凌过背钱的人之一 妈蛋 让我遇到了 非得弄死他 烟雨妹妹是不是姐姐的小玩具 是 那么谁是姐姐的小玩具呢 我 一边的雷尼儿和伺候的嬷嬷们沉默的震耳欲聋 妹妹好香啊 难怪贵妃姨她们都那么爱惜我 小朋友吸起来又软又香的 好可爱 大殿下 莫情俊俊求见 快快快 把她带进来 进来的小姑娘也就三岁的样子 却本着一张严肃的小脸 她端端正正地走进来 再行了一个极为标准的礼节 难怪我明明有一个成年人的灵魂 却偏偏不被怀疑呢 好像是因为太幼稚了跟贝华比起来 我像个长不大的傻子 想到原助理 贝华的丈夫嫌弃她古板无趣 贝敬初就觉得她不识好 这叫无趣吗 这简直就是狠人啊 好堂子 你知不知道你才三岁啊 搞这么端庄干嘛 这是小孩姐吧 听到新生的雷妮儿深以为然 这也太稳重了 这份稳重持续到了第二天 贝华随着贝敬初一起接受贤飞的训练 孩子承受不住贤飞的蜡手催花 直接崩了在咸齿店哭的那叫一个凄惨 没事了堂子 你只是第一天痛苦一点 明天就很轻松了 真的吗 往后不应该更累的吗 因为越学越难啊 真的 今天师傅发现你是个菜鸡以后 后面就不会想着训练你了 只用练点强身健体的就行了 那不就轻松了吗 雷妮儿笑了 公主不只说她是菜鸡 而是平等的创飞每一个人 于是她心里有了一种诡异的平衡感 小孩子的友谊来得很快 没几天就混手了 这天 贝化偷偷的和贝敬初讲小话 殿下 当初接到陛下的旨意 爷娘教导我 宫里规矩森严 于是请了李仪 嬷嬷嬷一路上教导我李仪 贝化瞅了眼贝敬初 一脸怀疑人生的表情 他们还说 公主自幼在皇宫长大 定然也是极重规矩的 说着 贝敬初发现 贝化看向自己的眼神有些欲言又止 她不服气了 我怎么了 我只是一个比较温柔 大放随和随性的公主罢了 难道说我不中规矩吗 我中的呀 我的规矩就是规矩 呵呵 贝敬初两岁时 系统又升级了 但是好感度页面的人还是很多 甚至增加了好些个 阿爷 大母 妮儿 九九 方贵妃 师父 贝钱 阿鱼都在上面 好感还全部到了七十以上 有点开心耶 我就知道自己是很讨人喜欢的了 公主殿下 嬷嬷说你找我有什么事 贝敬初看向了这个 自己选好的另一个贴身宫女 小姑娘是个社交达人 遇见一个人 没在两分钟之内落熟了 就是她发挥失常 五分钟之内 连别人礼仪礼酷 是什么颜色都能套出来 当时要不是系统提醒 我自己都差点把背着阿爷 又惹了什么货给交代出去了 没错 以后你可不能再套我的话了 不然 对不起殿下 奴婢只是想让殿下 对奴婢的能力 有一个清晰的认知 哈 那确实太清晰了 殿下 奴婢觉得自己的名字不好听 会给殿下丢脸 求殿下赐名 赐名在宫里是只有主子才有的权利 我还没有说要收她 她便委婉的提出这个请求 看来是真的聪明 但是这可就为难贝敬初了 给人取名字好难啊 该叫什么好呢 叫什么好呢 哎呀头发有点油了 好像该洗头了 只因贝敬初对给人起名犯难 气氛一时沉默 于是小姑娘惊慌的请罪 是奴婢自以为是了 以为公主向奴婢问话 是有意奴婢的意思 请殿下原谅奴婢冒犯之罪 没有啦是我还没开始学写字 不通文末 不知道给你取什么 小姑娘的表情呆滞了一下 显然没想到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就是没文化怎么了 谁家两岁的小孩要才高八斗啊 最后背景出掉了好几根头发 才想到了一个长烟一空 浩月千里 那便叫做浩月吧 而她之前就看好的机关树 小天才的名字也不是很好听 就刺了长烟 莫情俊俊可识字 回先生还不从学 雷小娘子已经识字了是吗 回先生已经识了两年了 好那你便自己玩吧 但是不能出声打扰 背景出眼睁睁的看着雷妮掏出来一个画本子 坐在一边悠哉悠哉的看 遇到有趣的情节还憋着笑 努力不让自己发出声来 自己的辛苦固然可怕 可小伙伴的逍遥更让人心寒 不是凭什么呀 听着公主殿下的不服 雷妮更开心了 那边先生开始教写字了 他先示范着写了一遍 然后对着背景出说道 出十字很难 只看一遍定然是记不住的 我多写几遍 殿下什么时候觉得自己记住了 就说停 停 殿下是没听明白吗 等您记住了再喊停 他又重新抬笔想要写 停 殿下 这一年老夫带着你玩乐 但现在是真正开始学习的时候了 玩乐之心该收起来了 说了等你记住了 再喊停 不要捉弄先生 殿下虽然是公主 但也要有尊实之道 没有啊先生 我没有捉弄你 我就是记住了 老夫逃离满天下 教过许多学生 从来没有谁看一遍就能记住的 公主是聪慧 但是学业仪式上 还是要估量好自己的实力 不要吹大话 千锦方为上道 可是我没有吹大话呀 我真的记住了 那公主殿下就临摹一遍吧 不过殿下要是临不出来 回去要写一百个大字 先生正式教你的第一课 便是量力而行 贝敬初乖乖点头 看上去是个态度很好的乖宝宝 但是只有零样听到 我才不会乖乖乏操呢 到时候不行就拉着你耳一起操 其实有的时候你可以忘了我的 贝敬初回忆了一下先生的笔画顺序 捏着毛笔写 最后写出来了一个歪歪扭扭的字 这 这 殿下确实聪慧 但是现在记住了 不代表就一直能记住了 还是要勤家练习 避免遗忘 但是我怎么有种感觉 我学会了是不会忘的呢 殿下好自信 夫子健贝敬初记住了 开始教下一个字 你记住了这个 那第一个教的呢 还记得吗 可别捡了芝麻 丢了西瓜 捡一个丢一个 学了一天下来 什么也没记住 我可以试试吧 我可以试试吧